请继续收听日本作家杜边淳一的长篇小说《诗乐园》由江峰播讲 林子让九木卡自己的脖子 那种顺从感惹人怜爱 再一卡就碰上了喉软骨 绝出颈动脉的律动 不管不顾地再使之恰 林子下颚慢慢地翘起 旋即一阵剧烈的咳嗽 九木赶紧松手 林子又咳了几次 呼吸平稳下来的时候说道 害怕是害怕 不过好像能理解 林子以梦游般的眼神说 那个人是用膝带累的吧 膝带更不好受啊 是啊 案件发生前一晚 两个人也在护雷脖子嬉闹来着 因为过于用力 男的差点死掉 结果脖子呢 又膝带勒痕 脸红皱了起来 女的又是冷夫 又买卡尔默独林震惊剂给他喝 总算没什么事了 那天很晚的时候呢 喝要喝得迷迷糊糊的男的就小声嘀咕 说今晚你怕又要雷我的脖子了 不过 勒了就别撒手了 勒到最后好了 中间撒手反倒难受 可勒死不就一切都完了吗 大概就是想一切都完了吧 那怎么会是因为喜欢呢 想必是 不想把男的交给任何人 疏然 阳台外响起了阵风掠过的声响 纸兆提灯微微摇晃了一下 外面的雪应该不下了 而风更大了 林子大概也听见了风声 略意停顿问道 那 那个叫阿不定的人是做什么的呢 哦 被勒死的男的呢 叫十天吉藏 在东京中也开了一家名叫 吉田屋的餐馆 阿不定在店里做女佣来着 那么 一定是在那里认识的 年龄嘛 阿不定三十一岁 吉藏 大十一岁 四十二岁 好像吉藏 输着滋于己的发际 非常英俊俏皮 一表人才 阿不定呢 十七八岁就当了一季 可能早熟 皮肤白嫩 别有姿色 久目读的关于阿不定的资料 虽是半年前的事 但去年年底 有机会再次看到当时的报纸 所以大致记得 那么 怕是女的引诱的吧 先打招呼应该还是男的 不过 女的肯定也迷上他了 那个男的 可有太太 当然有 一个精明强干的老板娘 但男的好像对阿不定 一见钟情 可是 在餐馆里两人很难单独相处的吧 所以两个人一起离开 在旅馆 或者是酒馆 住来住去的 林子边听 边觉得好像说的是自己和酒目两个人 那做那种事 没被太太发现吗 当然是瞒不住的 所以不想回来 一连在外面住了好几天 案发前 已经在荒川的一家酒馆 连住了一个星期了 一个星期都没回去 可能 想回也回不去了 错过了回去的机会 酒目说到这里 阳台外又一阵风呼啸而过 连续流速在外面 错过回家时机的阿不定和急葬的心情 对于酒目和林子 可谓是感同身受 那也就是说 不是谁单方面引诱的了 当然 因为双方都不愿分开 才拖拖拉拉一直住下去的 对女的来说 马上回去就等于把心爱的男人 交回给她的太太 我也是 被林子突然捏了一下壁肘 酒目不由地抽回了胳膊 女人的心情是一样的 听到林子意外果断的说法 酒目多少有些惊慌 像是以急葬的心情 自我辩解式的应道 估计 男人也没心思回去 林子似有所悟 那么 就像是双双殉情是吧 的确 弄死急葬后呢 阿布丁是打算自杀的 不过 切那里是先切的吧 酒目一边点头 一边回想 从当时报纸上 读得的报道 发现时呢 他的尸体不仅有 细带勒在脖子上 男人的那个东西啊 也被从根上切了下来 而且 背单上有鲜红的写 写着相当大的 凯体字 只有定极 还有 在男人左大腿跟 也写了 只定极两人 左臂上的定字呢 是用刀刃刻的 甚至血迹 好可怕 林子一下子 扑在酒目的胸口 勒死呢 大概是在 后半夜的两点 第二天早上 只有阿布丁一个人 离开了酒店 到了中午呢 女佣发现了死尸 就失声惊叫 不过从 只有定极的字样来看 不难得知 阿布丁急葬的身份 我想他一开始 就没打算逃跑吧 那切掉的东西呢 小心地包在纸里 又用男人的六尺 都当不裹起来 缠住 放在自己的腰间 时刻戴在身上来着 这让酒目也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就往一起 靠了靠 酒目接着说 估计他是想寻死 就在东京城到处乱窜 但没死成 三天后 住在品川一家酒店时被捕 当时的报纸呢 作为世纪性猎奇案报道 标题相当地哗众取宠 例如 嗜血魔性的化身了 变态性爱了 花样杀人了等等 是有点过分 一开始呢 的确是煽情的写法 后来阿布丁的本一件件 得到了理解 写法呢 也多少带来点好意 比如爱欲极致了 但求捅死了等等 被捕的时候呢 阿布丁实际上也带有三封遗书 一封是写给自己杀害的脊脏的 写的是 我最喜欢的你死了 终于成为我的了 我也马上跟去 那种心情 我能理解 此外呢 身上还有一张去大阪的夜行列车票 在东京没死成 想必打算 在以前去过的生居山上自杀 林子的好奇心 似乎愈发被激发出来 开始问阿布丁本人 那么 被捕之后怎么样了 老实说 他大概是如实中负吧 刑警询问时 他马上就坦白了 说自己是你们找的阿布丁 审讯时也没有不好意思 如实地做了回答 因此半年后开庭审判时 检察官最初量刑十年 实际只怕了六年 这么轻 是啊 所谓杀人犯是非常轻的 服刑后呢 因是模范囚犯 又减刑一年 实际服刑五年后 就释放出狱了 林子好像感到释然 点了点头 就在那年二月 年轻军官发动了所谓的226事件 杀害了 斋藤内达臣等三名重臣 震撼了整个社会 后来就是七七事变 到太平洋战争 日本进入了军国主义时期 那种时候 发生了这样的案件 是啊 大家都听到了战争临近的脚步声 正是心情暗淡的时候 因而更被这同战争 完全相反的 一心追求自己爱情的 阿不定的人生模式 所吸引住了 称之为 颓废到底的纯爱 甚至把他称作 世道匡正大名神 开始好意地看待他了 那么是舆论帮助他了 那当然作用很大 不过呢 主动为他做辩护的律师的 能言善辩 也好像起了效果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 阿不和吉藏两人 由衷爱着对方 而且是具有几万人 未必出现一对 肉体适合性的 显乎其有的组合 故而呢 肉欲难以割忍 乃是爱到极致 而燃烧一尽的行为 所以不应以一般杀人论处 这一辩护 使得全场沸腾 你说几万人一对的适合性 总之 就是性方面正相合适的意思吧 林子莫然 片刻轻轻地贴了上来 那我们呢 当然也属于几万人一对 真的 所以才这样总在一起吗 无需说 爱少不了精神性的联系 但与之同时 肉体方面的一拍即合 也是重要的 有时候 即使比不上精神性的联系 也还是会为肉体性的魅力 所吸引 而难舍难分 可是 那不是一开始就能明白的吧 是啊 光从外表上很难判断的 跟合不来的在一起 是不幸的呀 林子的嘀咕 大约是发泄对丈夫的不满 那种时候 大家可都怎么办呢 就算多少信有不满 也忍耐的人估计是大多数 也可能有人以为婚姻就那么回事吧 那还是不知道的好吧 华大爷不能这么说 我就是不幸 被你教了不该知道的东西 你怎么这么说 风云突变 久木有点慌了 林子只管说下去 这种事跟谁都说不出口的吧 的确 由于性方面得不到满足 而关系不融洽的夫妻即使有 也很难讲给别人听 就算讲了 也可能仅仅被人视为不够克制 或天生水性洋化 根本得不到解决 性方面合拍的夫妻 真让人羡慕啊 那样就什么都不用纠结了 是吧 可是碰巧我和别人合拍 在这点上 久木也一样 对林子的纠结感同身手 不过 一般很难合拍的 而既然碰上了合拍的人 那不也蛮好的吗 眼下只能这么相互说服了 请继续收听 杜边淳衣的长篇小说 《诗乐园》 看到闹钟 十一点都过了 话题始料未及地转到阿不定身上 好像过去了很长时间 外面风 人好像很大 但雪停了 看样子明天可以返回东京了 回程时间还没定 但要时时赶到公司 就必须起得相当早 差不多得睡了 久木轻轻翻个身 不料林子从背后贴着上来 久木静静地安抚说 该睡了 睡吧 半夜 久木梦见了阿不定 大约是从日光回来了 久木乘电车回到浅草后 阿不定站在通向 重建室的小路上 朝这边望着 虽然年纪看上去不小了 但皮肤白皙 愤腕美艳 久木正看得出神 他忽然消失在了人群中 不见了 林子也好像同样梦见了阿不定 因为听说有个女子向他 一时围着人山人海 林子上前细看 被警察赶了回来 两人同时梦见 同一个人固然稀奇 不过久木觉得 在浅草的人群中 看见他并非没有根据 这是因为 记得站后不久 自己从一位老编辑口中 得知他看见阿不定 在浅草附近 开了一家小餐馆 与他介绍 虽然多少上了年纪 但风韵犹存 面容娇好 精灵强干 遗憾的是 此时逐渐传播开来 他受不住大家好奇的目光 很快 没了身影 下落不明了 林子问 如果还活着 如果还活着 大概多大年纪了 昭和十一年 那年三十一岁 应该九十上下吧 那么还活着也说不定啊 从编撰昭和史这方面来说 本想见一面问问 但是九木又觉得不能做到那个程度 本人不愿意抛头露面 没必要强拉硬拽 再说 他的心情在刑警审讯书上 已经表达得很充分了 讲到这里 九木不再讲阿不定了 翻身爬起 仍只穿着睡袍 拉开了阳台的窗帘 眼前的中蝉似乎 在早晨的阳光下 熠熠生辉 昨天下了一整天的雪 了无踪影 此刻只见挨挨积雪反射着阳光 晃得几乎睁不开眼睛 快来看啊 昨晚知晓回不去后 一再和林子作爱 又先在阿不定和吉藏 那黏黏糊糊的故事中难以自拔 这使得美丽的自然风景 看上去宛如另一个世界 两个人正忘情地看着 昨晚那位女服务员进来告知 啊 早上好 路已经不要紧了 昨晚对道路不通 是那般的忧心忡忡 无论如何都想回去 然而一旦听说道路通了 这回又好像懒得回去了 不仅如此 反倒认为 若是路总也不通 回不去 该有多好 这种此一时彼一时的心情动摇 原因肯定在于 从告诉自己 这就回去之时 即习上身来的现实郁闷 回到东京后 会议那边怎么办呢 参加还是不参加下午才去 另外 对妻子怎么辩解才好 返回后的麻烦 林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要向丈夫如何解释缺席婚宴 甚至夜不归宿呢 互相明知这种郁闷 而又避而不提 无非是因为两人深知事情的严重性 纠结之间 最后吃早饭 已经八点过了 九点离开旅馆 打出租车 到山下的车站 换乘电车 这样到东京差不多要中午 会议当然是赶不上了 于是九木上电车前 给社里打了电话 告一感冒缺席 而对妻子还迟迟没有联系 林子也是一样 早上开始就没有往家里打电话的动静 反正十一点半到了浅草 但很难马上告别 就近附近一家侨命馆吃了午饭 出来时十二点多了 若直接去社里 就算只上午没上班 那是直接去还是不去 九木在大城市的嘈杂中 举气不定 你怎么办呢 你呢 林子反问 九木从林子的表情 看出他心里发慌 忍不住说道 那么去色谷 往下去两人世界 继续拖延不归 情况势必更早 九木明知道这一点 急而又问 可以吗 林子郑重下怀似的点了下头 两人直接上了出租车 九木倾握林子的手 悄声低语 这一来 就和阿布丁和脊脏一个样了 两人都清楚 回到小套间后 下一步做什么 浅草到色谷 不出一个小时就倒了 两人相拥而入 虽然算不上出远门 但旅行归来的 释然和轻度疲劳 使得两人 就是倒在床上 马上求婚的抑郁 固然没有 可是在熟悉的床上 肌肤相亲的时间里 心情变得舒坦起来 一起憨然入睡 不知哪一方 先醒来睁眼一看 已经是午后三点 晚上时间还没到 但拉合窗帘的房间 一片昏暗 紧挨紧靠的时间里 再次伸出了情欲 话虽这么说 但并没有像昨晚那样 势如干柴烈火 社里的事也好 家里的事也好 早已忘个金光 或者莫如说是为了忘光 才不遗余力地 沉溺于性的快乐 不知何时 又睡了过去 即使再次醒来 已经是时过晚间的六点 外面已然黑劲 林子用现有的东西 做了简单的晚饭 一起喝了啤酒 两人一边看电视 一边不时地交谈 而对最要紧的回家一事 却只字未提 吃完饭又不约而同地 挨在了一起 倒是也没有积极相求 只是在时不时地 相互触摸和欣赏 对方的反应当中 洗脑不止 完全没了白天黑夜的分别 与此同时 再不回家该怎么办呢 这样的念头 不时闪过九木的脑海 十点快到了 九木问 怎么办呢 指此短短一句 林子当然察觉 是问回家时怎么办 你呢 五间在浅草的问答 重复过来 九木说 倒是想一直待下去 问题是不能不回吧 时至现在 九木不想处于 主动催促的立场 对于在爱的极致中 难以自拔的两人来说 再没有比分别 更难受 更寂寞的了 此刻 林子已不无苍白的脸色 梳理头发 哪怕再淋浴化妆 同男人过夜的 性侍遗孕 也不可能消失 这点九木也同样 即使穿上外衣 幸事过后的眷庸 仍如沉渣留在身上 终于准备完毕 林子在黑色高领毛衣外面 套上红扑的酒色的短风衣 戴上了灰色帽子 突然九木双手 老过林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不必说什么了 九木只管死死地搂着林子祈愿 纵使林子的丈夫发怒 狠狠骂他 甚至打他 也希望他平安无事 唯愿跨越这些 能够再次相见 对九木的祈愿 林子好像也察觉到了 我走了 林子意狠心事地喃喃有声 而下一瞬间 就像突然感到害怕 背过脸去 眼里浸出了泪水 想必还是不完 九木掏出手帕 为林子擦去了眼泪 有什么事打电话来 今晚我一直不睡 一旦回家 九木也有难题等着 一向比较宽容的妻子 今晚恐怕也要大发脾气 吵得天翻地覆 但九木打定主意 无论如何 也要履行同林子的约定 再怎么样 也不能让你为难 或许这句话 让林子多少镇定下来 两人对视一下 相互点头 走出了房间 如果搭同一辆出租车 难免两人再次难分难舍 于是叫了两辆出租车 车来时 互相握手 九木说 记住了 九木让林子先上车 等车尾灯远去之后 他才终于意识到 一次奢华倦怠的 长时间性爱盛宴 此刻终于曲终人散 随即闭上了眼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继继收听 请继续收听 日本作家杜边淳一的长篇小说 《诗乐园》 由江峰播讲 季节变更的节点 在人世上也带来了种种变化 尤其在由冬入春的过渡期间 万物在野外叙事待发 对人身心的影响也就分外的明显 从二月中旬到三月之间 实际上 九木身边也发生了几件意想不到的事 其中一例是 和九木童年入社 而年龄比他大一岁 本来被视为社内精英的水口 因肺癌住院了 因正值去年年底 突然从总社转入马龙分社 而情绪多少有些低落之时 可谓是双重打击 索性发现及时 马上做了手术 病情似乎暂且稳定了下来 九木本想前去探视 但因为水口家人希望往后退一些时间 所以还没有去 水口的发病 到底是体力被春天的精气吸走的 结果不成 而由病倒 再从总社出局这一转折点来看 人事变动的影响恐怕也是有的 当然 这并不是得病的直接起因 不过考虑到不少人 都是在由于失去原有职位 而失去工作 以至人生热情的时候得病的 所以很难认为 二者没有关系 不管怎样 同代人病倒了 总是让人不安 自己也差不多那个年纪了 好在九木眼下还不至于那么糟 只是同林子的关系已经到了进退维谷的地步 其意的是 男女关系 与其说是随着时间推移而慢慢加深的 莫如说 是以某一件事为契机而阶段性深化的 例如就九木和林子两人来说 一起去镰仓 继而去乡根 又在林子为父守灵之夜 勉强在酒店优惠 每次如此大胆和七左蛮右的优惠 都使两人的关系深入了一步 而使得两人之间的纽带变得更加有力的契机 无疑是二月中旬 一起去中产四湖滞留未归那次旅行 问题是 未参加侄女婚礼 又连续两天夜不归宿 这样的人妻 不可能得到世人的原谅 假如回家后 被丈夫历生斥责 大吵一架 该怎么办呢 九木为此忧心忡忡 彻夜未眠 不料 两天后 在色谷涛间见面时 林子却显得很精神 不过 这终究是表象 实际上 已经是怒涛翻卷 据林子的诉说 那天夜里十一点多回到家后 丈夫还没睡 林子告知已回来也没应声 物质继续看书 林子当即察觉 丈夫的怒火已经非同寻常 但她还是就暴风雪 致使自己未能回来参加婚宴道歉 但是丈夫还是一言不发 林子只好去二楼换衣服 就在转身的一瞬间 丈夫的声音从她的后背捅来 你等等 你做的事全都知道 林子恶然回头 丈夫断然说道 对象也好 地点也好 统统知道 听林子说到这里 老师说 对于九木简直是晴天霹雳 根据林子和一川此前断断续续说的情况 林子的丈夫是四十六七岁的医学部教授 修长的身材 英俊的相貌 外表无可挑剔 只是 似乎有优秀男人常见的冷淡和自以为是之处 对处理男女私情和为人处事不太擅长 这样的男人 难道会连妻子的上床对象都查清楚了 九木难以置信 林子淡淡地告诉他 甚至 你的名字叫九木降一郎 也一清二楚 为什么连这个都 那个人 嫉妒心其实很强 就算那样 连自己妻子上床对象的姓名都打探出来 也并非易事 他跟踪我们了 还是 雇了侦探 即使不那样做 想知道也是还是能知道的 你不是有信赖的吗 再说我的手册上 也时不时写过你的名字 和出版社什么的 他看见了 当然是藏起来不让他看见的 可起初那阵子 还不怎么在意 最近才觉得 好像给他看见过 你不是总在家的吗 那是的 不过年底 离家有些日子 去年年底 林子父亲去世后 林子回横滨娘家的时候多了起来 莫非他的丈夫是在那期间把妻子的事查得水落石出的 况且旅馆的名字这次也说了 住一晚倒也罢了 结果住了两晚 说不定打电话到服务台这个那个的问了许多 的确 一来那个暴风雪职业客人有限 二来 毕竟紧急时刻 旅馆应对外部的询问也比较随意 他真那么说了 这种事 说谎也没什么用吧 九木感到一阵处然 就好像此前一直以为是不安适适的老师那样的人 现在突然胸向壁路扑上身来 那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 想玩随你怎么玩好了 你这种肮脏淫荡的女人 九木觉得说的是自己 默不作声 林子叹了口气又说 还说 恨你 但不分手 九木一时不明白林子说的意思 不明白借林子之口表达的林子丈夫的心情 假如曾无妻子 那么岂不应在痛骂一顿之后早遭地分手才是 为什么还一如既往维系夫妻的关系呢 这倒不明白了 九木嘟图着 我也不明白 不过他是在用这个来报复吧 报复 报复你 因为觉得可恶 不可原谅 所以不离婚 想用婚姻这个框框 永远把我困在里面 居然有这样的报复方式 九木半是惊恶 半是认可 但还是不明白 男人一般都是要怒骂 殴打什么的吧 那个人不会那么做的 那么说 不管你怎么在外面玩 都一声不吭 视而不见 与其说视而不见 不如说想关在家里 冷冷地看着 况且 就算他视而不见 我到处循环作乐 也会给周围的人说三道四的吧 母亲哥哥就不用说了 他那边的父母和亲戚们也 反正只要不离婚 妻子就还是妻子 这么说来 林子丈夫考虑的 报复用意 也不是不能明白 可是到了那个地步 住在同一屋檐下 又有什么意思呢 你没心思为他做家务 他也很难在家里吃饭的吧 这点不要紧的 他父母家在中野 这以前也常在父母那儿吃饭 而且学校里有他自己的房间 何况家里也是卧室分开的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有一年多了 说起一年前 正是九木和林子关系 直显升温的时候 莫非从那时候开始 林子夫妻关系就岂岂可危了 那怎么办呢 就这样下去 你怎么办 给林子反过来一问 九木不由得屏住了呼吸 当场给对方一满意回答 固然不大可能 但不用说 两人的关系 早已到了别无退路的最后关头 沉默当中 九木再次回想 被困在中禅四湖之后 回到家里的长篇小说 诗乐园 九木再次回想起 被困在中禅四湖之后 回到家里时的情形 那天夜里 九木回到家也十一点多了 妻子还没睡 虽然没睡 但妻子没有像往常那样出来相迎 于是自己直接走进 兼坐书房的自己的房间 脱去上衣 边换宽松的睡衣 边左思右想 马上就要去客厅 同妻子见面 昨晚的事 难免造成尴尬的气氛 争吵起来也说不定 与其那样 莫如索性 就这么做出疲惫的样子休息 实际上 新事后也累了 况且 这就解释为何没回来 也实在上不来情绪 可是 就算现在洋装无事 到了明天 也还是要面对面 把问题拖下去 只能招致麻烦 相比之下 还是今晚就说忙什么的道个歉 反倒可能化险为夷 九木打起精神 起身看了眼镜子 确认没什么特别之处 然后走去客厅 不出所料 妻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看见九木小声说 你回来了 九木一边点头作答 一边为妻子意外平和放下心来 坐在旁边的椅子上 说得好累 伸了个懒腰 昨晚本来打算回来的 但是工作怎么也完不了 连今天都好掉了 她告诉妻子到京都的寺院和博物馆找资料去了 不过她有些心虚 毕竟以这一名木同林子短途旅行好几次了 昨天还想联系来着 奈何喝醉睡了过去 说到这里 九木再次轻轻地伸了个懒腰 伸手去拿茶几上的香烟 这时妻子关掉电视 回过头来 不那么勉强也可以的吧 勉强 妻子缓缓点头 双手捧起茶几上的茶碗 我们分手吧 还是分手好吧 这一句犹如晴天霹雳 全人始料未及的话 从妻子的口中透露了出来 现在分手 我好受 你也痛快 是吧 听妻子这么说 九木仍以为开玩笑和调侃 但妻子继续下文 都到了这把年纪了 就没必要互相勉强了 妻子平时就不大吵大闹 即使有所不满 也只是三言两语说明要点 说完就一副默默关心的态度 九木以为妻子生来宽宏大度 但是今晚多少有些不同 说得比以往更冷静 更平和 其中似乎含有深思熟虑后 做出的艰难决断 但是为什么呢 九木忘了给手中的香烟点火 反问妻子 忽然跟你这么说 这可不好办 没什么不好办的吧 原因你再清楚不过了 妻子定定地注视着 九木不由地背过脸去 本来心存侥幸 而妻子到底知道了临死不成 反正这以前完全没有类似的反应 而始终采取淡薄的态度 仿佛在说你是你我是我 本来就以为这也未尝不好 而若一切都被妻子看在眼里 那么就等于说自己太天真了 可是何苦这么风风火火 不是风风火火 而是太晚了 如果现在不分手 让你和她在一起 她也怪可怜的 她 你着迷到这个程度 应该相当喜欢的吧 妻子的语声平和镇静地令人气导 我这方面你别担心 不要紧的 九木此前也不是没有考虑过 同妻子离婚 结婚过了七八年 差不多到了倦怠期 后来和别的女性要好时 也曾想过假如同妻子离婚 而落得孤身一人 尤其认识林子后 考虑的就更具体了 甚至在脑海里勾勒出 和她离婚的情景 然而一旦真的要离婚 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挡在面前 首先 如何向并没有说得出口的 缺点的妻子提出离婚呢 其次 如何能取得独生女之家的理解呢 再次 自己有足够的精力彻底摧毁 迄今构建的家庭 和丛林建立的新家吗 而且年龄是不是 也有些过大了 对眼下的生活 是不是过于习惯了 况且 林子肯离婚 跟自己在一起吗 这一点 再重要不过了 想到这些 一时的冲动 也就冷却下来 觉得最好还是 背负现有的家庭 这个枷锁 想优惠是优惠为好 这样也不至于给周围的人添麻烦 结果这半年时间里 恨不得离婚和林子在一起的冲动 不可像小孩那样轻率地冷静 二者总是僵持不下 总有一方 来而复去 去而复来 但是 在这种僵持状态中 自己忘记了妻子的心情 这一最大的因素 不 准确说来较之忘记 莫如说不以为意 以为她的心情 一如从前 一成未变 不错 细想之下 迄今自己之所以 未能向妻子提出分手 和认为离婚困难 也是因为自己坚信 妻子爱着自己 不愿分手 坚信唯独这一点 始终如一 然而这样的妻子口中 居然说出分手吧 这彻底颠覆了 久木迄今为止的想法 久木做梦也没想到 妻子会主动提出分手 可以吧 敦促离婚的妻子的声音 是那样的爽朗 全然没有迟疑 没有音译 作为妻子 或许是深思熟虑后的结论 但对于久木 则过于突如其来 无法即可回答 总之 这天夜里 就那样不了了之地休息了 第二天早上 略微早起 打量妻子的表情 表情一如平日 平平静静地 在准备早餐 没准昨天晚上说的是 用开玩笑 来劝诫 玩过活的丈夫 这么想着 吃完早餐 刚一起身准备上班 妻子低声提醒 昨晚的事 可别忘了 久木马上回头 妻子则若无其事地把餐具 拿去厨房 久木刚想定位 是不是真心话 但妻子已经拧开水龙头 开始洗餐具了 于是作罢 走去门口 在那里穿好鞋 回头一看 妻子没有出来相送的动静 只好开门 走到了外面 天空一片晴朗 但空气微微带有潮气 令人联想 伴随帽牙的枝头 临近的春天的脚步 在这样的清晨空气中 久木慢慢地 向私营地铁站走去 一边走 一边再次想起 自己正被逼离婚 老实说 自己一向认为 离婚与己无关 而回过神时 却不知不觉 成了当事人 久木为自身处境的 急转直下感到狼狈 心中自言自语 话虽这么说 可能是妻子的真心话吗 半信半疑之间 被地铁车厢摇晃着 赶往出版社 久木越想越不明白 到站下之后 决定用公用电话 往女儿那里打电话 女儿之家结婚两年了 没出去工作 这个时间应该在家 走进电话亭 平静一下心情后 按下号码 女儿的声音当即传来 怎么回事 这么早 啊 有点事 久木随口应付了一句 而后突然想起 试着试着问道 对了 你妈妈提出了分手 妈妈到底说了 本以为女儿会吃惊 而女儿声音意外的平静 何止平静 还说了到底 由此听来 女儿恐怕已经听妻子说过了 久木觉得 唯独自己被当成了局外人 反问 你知道的 当然 从妈妈那里 这个那个的听了不少 那么 爸爸你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 妈妈可是真心想分手的 听女儿说的这么轻松 久木更慌了 你是说 妈妈和爸爸分手也无所谓 当然希望你们永远好下去 可是 爸爸不爱妈妈了吧 外面有了相好 其实是想和那个人在一起的吧 得知妻子对女儿说到这个程度 久木再次惊察不已 不爱了 还在一起 不好的吗 芝家说的当然明白 但现实中的很多夫妻 既不相爱又不相悦 其中 有相当多一部分 已经相当的逆反或冷漠 然而 并不能因此而马上分手 也就是 所谓的夫妻 那么 你也赞成 这样 对双方都有利吧 可是 毕竟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话是这么说 问题是爸爸你不好 有什么办法呢 这么一说 久木没了反驳的余地 妈妈已经累了 可是 往下她打算一个人过下去 当然是妈妈一个人 你可尽可能都要把房子钱留下来 虽说 虽说理所当然 但久木还是生出了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到了这种事态 女儿到底向着母亲 于是她说道 本来 以为你会反对的 那毕竟是爸爸妈妈的事吧 确实 对于嫁出去的女儿 父母的事 基本没多少关系了 我妈 只管放心 没什么的 自己忘了家庭四处游耍当中 无论妻子还是女儿 都好像变得强大起来了 施乐园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继续收听 日本作家杜边淳一的长篇小说 施乐园 由江峰播讲 林子和久木 听把对方的告白 两人不由得相对苦笑 实际上 实至如今 叹息也好 悲伤也好 都已无从谈起 大声笑 就更笑不出了 总之 此刻两人都似乎处于 全然始料未及的岔路口 然而 微妙而奇异的是 两人的处境 截然相反 说到底 久木本来才想 林子回家后 很可能受到丈夫的大声呵斥 甚至要求离婚 不但久木 林子也有此预想 并在一定程度上 做好了心理准备 结果 却完全相反 丈夫没发火 没说分手 不仅如此 还宣称 绝不离婚 要把林子 牢牢套在 婚姻的枷锁里 坦率地说 别说久木 就连林子 也没想到 会出现这种局面 如此出乎意料 致使林子 狼狈不堪 这点在久木身上 也如出一辙 晚归时 乐观地猜想 今晚妻子 也只多大发脾气 大吵一顿 结果别说吵 反倒是极为温和 而又坚定地 提出了离婚 惊慌的是久木这方面 久木以为不至于 怀疑是在开玩笑 然而回过神时 提出离婚 已经是既成事实 无论妻子还是女儿 都直言不讳 不过 奇怪啊 此刻久木 只能如此地表示 我们两个人 好像正相反 估计说的是 丈夫提出离婚的林子 被套进 结婚这个枷锁 以为很难离婚的久木 反过来 被要求离婚 简直莫名其妙 听着久木 喃喃有声 林子静静地问 你 莫不是后悔了 你这是从何讲起 被林子问 莫不是后悔了 不可能回答正事 两人的关系 已经这么深了 示弱是不可能的 可是 由此后退一步 扣问自己的心情 多少灰心丧气 也是事实 对离婚的那一状态 原本是那般的渴望 而一旦可以自由了 却又马上不知所措 犹豫不决 这是为什么呢 说千道万 莫非是为摆脱婚姻 这一被社会认同的框架 而感到不安 还是由对方 而不是自己突然提出 这是自己 没有心理准备的结果呢 林子似乎察觉出了 久慕内心的动摇 小声说道 如果你后悔了 回去也可以的 回去 回哪里 家 回家 这就回去 你不是觉得 对不住太太的吗 家 也不再留恋了 你说的当真 久慕慌忙点头 绝不回家 我也不回 久慕点头 同时想起林子 仍被紧紧束缚在 婚姻的框框里 可你 我就这样了 回家 也无法可想 但是离不了 婚 那怎么都无所谓 即使离不了 身体也是自由的 那周围人如果说三道四呢 谁怎么说 都不在乎 林子毅然决然 在她的影响下 久慕也鼓励自己 那时那时 二月末至三月间 久慕一天天在不安中度过 妻子提出离婚后 久慕也失而回家 回家也没怎么争执和吵骂 表面上平平淡淡 一如既往 有时甚至忘了对方的离婚要求 这种时候 久慕疏然心想 妻子固然提出了离婚 可现在后悔了也说不定啊 可是即使表面上风平朗静 妻子的心情也好像没有改变 三月初刚回到家 就发现桌面上放着离婚协议书 协议书大概是妻子 自己特意从屈正府取来的 离婚协议书的一角 写有自己的姓名 久慕文芝 盖了印章 久慕只要在旁边 写上自己的姓名盖上印章 离婚 极高成立 事情 竟如此简单 久慕 惊获不已 如果只要在此签名即可分手 那么二十五年来 孜孜不倦营造出来的一切 算是什么呢 相对于久慕 迟迟拿不定主意 妻子依然干脆利落 依附事务性的态度 第二天早上 在临出门时又听到 妻子淡淡地说 脑 放在桌子上了 请签名好了 久慕受到新的冲击 妻子究竟有没有类似留恋的心情呢 看这样子 岂不成了冰一样毫无温情可言的女人 久慕忍不住给女儿芝加打去电话 女儿则同情妻子方面 芝加说 不过在下决心之前 妈妈可是一直纠结的 情况似乎是妻子苦闷期间 自己一直到处寻花问柳 而察觉到时 妻子已然下定了决心 哪怕在她苦闷时 朝她走近一点点 情况也不至于如此 而现在 空已错过时机 修复起来 太迟了 想来想去 久慕到底没能产生 按妻子要求签字的心情 而将离婚协议书 收集了抽屉 一天天得过且过 妻子拿出离婚协议书的事 还没讲给林子听 这种得过且过的心情 很可能同犯罪无益 明知早晚要被收刑 却日复一日的能拖就拖 而另一方面 久慕也觉得这样拖着 毕竟让人心神不宁 对工作也可能有影响 索性签字算了 老大不小的男人 被逼迫离婚 却总是恋恋不舍 总是不置可否 这实在是算不得好害 久慕固然这样 说给自己听 可一旦把离婚协议书 拿在手里准备签字 有美美心想 再拖延一天 也并不碍事 同这种摇摆不定的心情相反 离婚说法出现以来 现实生活发生了 实实在在的变化 例如 即使两人在色谷套间优惠 并直接住下之时 以往难免要琢磨种种理由 总相有罪孽深重之感 而现在则不怎么在意了 软而心想 反正要分手了 也无所谓 理所当然 随着在外面流速次数的增多 久慕本人的内衣 袜子 以至衬衫 领带等随身衣物 也渐渐从家里转来色谷这边 这变化 同样表现在林子身上 替换的衣服越来越多 要有地方收纳才行 于是新买了立柜 进而添置了洗衣机 微波炉等家用电器 从舍里回来时 久慕的脚步 不知不觉 迈往色谷这边 漠然回神 已经开门 进入了两人空间 林子还没来 自己一个人 坐在家居食物 日益增多的房间里 既有甜饰质感 又有某种 似乎无可排遣的无奈 不由得自言自语 往下如何是好呢 沾念前程 心中隐隐不安 却又沉溺于 近乎自暴自弃的心情 听之认之吧 车到山前必有路 如此又过了一些时日 请继续收听 杜边淳一的长篇小说 诗乐园 三月过去一半 九木心里七上八下的状态 也没有转机 这固然同妻子要求离婚 而自己仍下不了决心的 暧昧态度有关 但另一方面 同春天特有的阴沉天气 也似乎不无关联 进一步说来 探视卧病在床的水口仪式 也可能有影响 九木探视水口 是在三月中旬 一个日历上标为 桃屎孝的日子 一如桃花开始战校 含义所在 正是桃花开始绽放的时节 水口锁住医院的门口 红眉白眉 交相绽放 午后三时 按照水口妻子指定的时间 来到医院 对方已站在走廊等候 当即把九木 领去旁边的休息室 九木很早就想去探视 但由于水口妻子 希望等等 就没再坚持 手术做完了 才有精神啊 水口妻子这样解释 让九木等待的缘由 但是表情黯淡 九木有一种不祥预感 再问病情 得知医生说 做的是肺癌手术 由于已经转移 最多只能活半年 那他本人知道吗 还没说到那个程度 只说不好的部位已经摘除了 不要紧了 水口妻子把九木叫来休息室 想必就是想在探视前交代一下各种缘由 那就拜托了 九木对水口妻子点了下头 走进了病房 水口显得比预想的精神 点头道 来得好啊 好久没见了 水口献出微笑的脸庞 除了看上去 约略苍白 和以前几乎没有不同 本想早来的 听说做手术就没敢来 哎呀 真是不行 不过不要紧了 放心就是 在水口劝说下 九木又往枕边靠了靠 这不是蛮精神的吧 光是手术倒没什么 问题是抗癌药弄得我没多少食欲 也以为下个月就能出院的 九木顿时想起水口妻子说的 转移了顶多能活半年的话来 但马上又若无其事地说 那快快回来才行啊 你不在马龙社怕也不好办 哪里 无所谓好办不好办 公司嘛 本来就是少一两个人 也不至于不好办的玩意儿 水口的说法意外清醒 然后说道 不过 病这东西也真是不可思议 总是在 情绪消沉的时候找上门来 是去年年底 那时也跟你说了 老是讲万年俱灰 觉得自己的一切都被否定了 就在闷闷不乐的时间里 身体情况不妙 到医院一查 癌症 水口从总社董事下到分社 是去年十二月的事 转年正式成为分社的社长 正式在当口发病的 很可能因为下派 才得上这种病的 不至于吧 毕竟那以前 哪里都好好的 果真那样 莫不是对工作的热情和紧张感阻止了癌的发展 不过你还好 看上去总是春风满面 水口从床上用生气的眼神向上看着久木 我也像你那样 我也像你那样玩玩就好了 敢说敢做就好了 现在开始也不晚呢 都这个样子了 晚了 人反正都要老要死的 一定要在想做的时候 做自己想做的事才行啊 细看之下 水口皱纹约略增多的眼角 隐隐地浸出了眼泪 三十分钟左右 结束探视走出病房的久木 仿佛被某种迫切的燃烧般的感触俘虏了 所谓迫切 来自面对和自己同代之人得了癌症 死期临近这一事实 当然 迄今为止并非没有目睹和自己同龄 或比自己年轻之人的死 但刚才这位毕竟是早有交往 且入社以来和自己同路走过来的朋友 所受的冲击也就格外的强烈 想到自己也到了那样的年龄 也已不再年轻 就有一种迫切感 悠然泛起 另一点 自己之所以心中涌起一股燃烧感 是因为对水口说的 人一定要在能做的时候 赶快做那句话 感同身受 就在刚才 水口面对自己的死 后悔以往的人生 至少在旁人眼里 他送走的算是 一路拼搏的充实人生 尽管如此 似乎仍有未尽之念 挥之不去 至于那是工作上的 还是同女性爱情上的 内容另当别论 但感到后悔 是确切无疑的 人的一生 纵是看上去波澜壮阔 而若从终点回头看 或者意外平庸 也未可知 在这个意义上 无论怎么火 都可能留下懊悔 话虽这么说 但还是不想在临终之际 哀叹失败或后悔 该做的没有做 眼下同林子的恋情 对九木恰恰是 最大且唯一的生存价值 也许有人说 自己像女人那样 一往情深 可是工作也好 情恋也好 对人的一生同样重要 同样值得付出 整个生涯 而现在 自己正在为热恋 和独占一个女性 这桩大事业 倾注全部的经历 想到这里 一股热血自然而然 从体内涌起 一颗心不由自主地 飞向林子等待的房间 樱花世界 一个天空微阴 约略抑郁的午后 莫非这就是 所谓的春阴 花开还为时尚早 但由于天气暖和 樱花的花蕾 看上去更加 涨鼓鼓的了 在如此气氛的 街头风景中 九木抓着电车吊环 赶往林子等待的 涩谷桃间 时间才四点半 但离开设立时 说下午去看水口 没必要再返回设立 今天早上 这样告诉林子时 他说他也顺便 去横滨娘家 大约五点左右 回到涩谷桃间 虽然是太阳 还高的时候优惠 但无需顾忌谁 毕竟有两个人 单独的房间 下着电车 九木走到公寓 他一沿着走廊 欢呼雀跃的感觉 来到桃间打开门 林子并不在 五点已经到了 也许多少会晚来一会儿 九木拉开窗帘 打开暖气 坐进了沙发 社里几乎所有人 还都在工作 单单自己一个人 从冰黄马乱中溜出来 在全人无人知晓的房间里 等着林子 九木对这种私密氛围 感到心满意足 打开电视 里面正重播电视剧 如此时间里 有男女私情剧这点 也让九木觉得新鲜 半看不看之间 时间到了五点半 又到了五点四十五 林子怎么回事呢 他很少迟到的 难道是路上 买晚饭食材了 九木一边这么想象着 一边考虑林子进房时 如何的处置 看这情形 要晚三十分钟到一个小时 该给他来点惩罚才是 他进门时 自己躲在门后 猛一下子吻他的嘴唇 还是直接摁倒在沙发上好呢 正独自响入飞飞 门铃响了 传来拧动门拉手的声音 林子总算出现了 晚了近一个小时 本想一见面就来个种种的惩罚 但真见了就没了焦躁 只用话语敲打了一下 今天姗姗来迟吗 对不起 在娘家耽搁了 今天的林子穿的是 带有春天气息的 淡黄色西式套裙 林口为一条印花维巾 手臂搭着白色风衣 提一个大些的纸袋 九木说 那晚饭怎么办呢 咱们出去吃吧 林子打开纸袋 我在车站商店买了一点回来 在这儿对付一顿好了 九木自然没有异议 同匆忙外出相比 还是在这里舒心 又能同林子调笑 九木正要从背后 一把搂过站在厨房的林子 林子用手制止住了 我今天给猫找地方来着 去你母亲那里 林子点头 从纸袋里拿东西出来 我被母亲骂了 因为猫 林子说 既然离家时候多了 猫孤苦伶伶怪可怜的 而又不乐意求丈夫 就想寄养在横滨的母亲家里 母亲也喜欢猫 寄养是没问题的 可是问我为什么要这样 是不是地方小禁止养宠物啊 不是那样 是问我为什么离家 离到了必须寄养猫的程度 的确 自己有家 却要寄养猫是不自然的 母亲知道我时不时地离家 说前两三天晚上还往家里打电话 可我不在 问我那么忙 去了哪里 看来 问题已经波及林子的娘家 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 诗乐园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继续收听 日本作家杜边淳一的长篇小说 诗乐园 由江峰播讲 林子的母亲问林子 为什么晚上总不在家 看来 问题已经波及林子的娘家 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 林子说 几次都想跟母亲说来着 却一直没说 想必是因为父亲去世 还没过多长时间 林子毕竟不好说 夫妻不和的事 不过 母亲知道的 知道 知道我们的事 好像从去年秋天开始 就觉得有什么不对头 正月见你之后 她也提醒我来着 她怎么说的 说 总不至于另有喜欢的人了吧 那你 我当然说没有 可母亲是直觉 敏感的人 久木还没见过林子的母亲 但从话中听来 似乎是一位 有旧式商家教养的 优雅 而有主见的女性 上次不是没参加侠女的婚宴吗 那以后 也这个那个的说了不少 三天前夜里 又往家里打电话 我又不在 说起三天前的夜晚 是两人仍住在色谷套间的时候 她说 晴燕替我接起电话 晴燕 哦 是那个人的名字 久木这才知道林子丈夫的名字 觉得颇有些不可思议 那个人对我母亲说 今晚也可能很晚才回来 她说很晚 在外留宿倒好像没说 但母亲好像从她的说法 明白了什么 林子从晚处拿出茶叶和茶壶 母亲对那个人是相当中意的 说万一我在外面做出 莫名其妙的事来 就没脸见父亲 久木无言以对 重新折回沙发 可是 不可能永远瞒着母亲吧 虽然不好受 但如果说了 也许能得到理解 说了 那么 已经明确了 林子大大点了下头 让刚刚失去丈夫的母亲伤心 是很不好受 但是今天 我全都说了 那怎么样 母亲起初 平静地听着 后来发了脾气 哭了起来 从断断续续的话语中 久木不难想象 林子母亲 狼狈的面色 母亲原本只是怀疑 因为一一交代后 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说自己没养过 这么不减脸的女儿 久木什么也说不出来 只是一味地低头听着 母亲说 这么伤风败俗的事 对哥哥也好 对亲戚也好 对谁都是说不出口的 父亲肯定在墓里面伤心 说到这儿 母亲就哭了起来 问我对那个人 哪里不忠意 林子略以停顿 可那种理由 对母亲说 也不可能得到理解 我就没有吭声 他又问我 对方是谁 是哪里的 那你说了 你的事 我也说了 这种事隐瞒 也隐瞒不下去的吧 回过头来的林子眼睛里 闪着泪花 这样 我什么都失去了 听得此言 久木情不自禁地 搂起了林子 林子早已失去了 可回的家 失去了丈夫 现在又失去了 娘家的母亲 这个最后的堡垒 能够依靠的 只有自己 这么想的一瞬间 久木心中涌起了 滚烫的情思 为了保护这个女人 死也在所不惜 而此时的林子 也坚信 现在为此 一人可以依靠 主动把整个身子 投下了久木 在这种连带感中 紧紧拥抱的两个人 脚步亮腔的 移去 仅此一处的卧室 像跳水一样 躬身 往床上 栽了进去 男人随着轻度反弹 最先捕捉的是 女方的嘴唇 却又马上转念 擒住了 刚才浸出泪水的眼瞼 嘴唇静止压在上面 女方一时 像遭遇偷袭式地 转过脸去 男人悠然劈头盖脸 一会儿 颤抖的睫毛收敛下来 刚流出的眼泪 稍稍带着咸味 传进了男人的嘴唇 久木瞬息的女方 积在眼睛里的泪水 打算以此冲淡 林子的悲伤 纵然不具有足以改变 现实困境的力量 也会在治愈 心底潜伏的悲伤和苦闷方面 显现足够的效果 本来就不是多么 棱角分明的脸庞 眼睛 鼻子 嘴巴 都那么小巧玲珑 而又端庄秀丽 那刺激男人 好奇心的甜美表情 时而如气如素 时而如笑如歌 时而如死如活 如此千变万化着 熊熊燃烧 可以说 男人正是为了目睹 这柔和妻切的表情 而竭尽全力 而孤注一掷 久木正在如此的沉思 林子小声说 我 好怕的 以前就说过可怕 林子痛快地点头 不过 现在怕得又不一样 这么不动 就好像真的要死掉 自然而然地这么想 嗯 已经怎么都无所谓了 这便是再好不过了 死一点也不可怕 怕的是这样的自己 林子说的好像是自相矛盾 不过在性爱高潮 受到死亡诱惑这点 似乎是千真万确 死了可不好办 可我 已经可以了 活到这足够了 如此说吧 林子是以唱歌的调调说 我 现在最幸福 人生途中 现在是最幸福的 久木还没有反应过来 又听林子继续说 还不是我 是这么爱你 从身体里面感受着你 知道了这个 心想死也可以了 可你才三十八岁吧 所以说 现在这个年纪 可以了 足够了 林子以前就执着于年龄 说三十八岁够老了 死了也无所谓了 但在年过五十的久木眼里 他还相当的年轻 人生则刚刚开始 而林子本人 或许有别的感慨 这么想着久木说 上年级 自有上年级的好处 林子断然摇头 也有人这么说 可我认为这个年龄 倒顶了 再多活 也不外乎是走下坡路罢了 不仅仅是外表的问题吧 那倒是 不过上了年纪 对于女人到底不是滋味 哪怕在挖空心思 也总有一天掩饰不住 可现在 总还是能掩饰的 你没必要想得那么严重吧 当然我也不愿意那么想 可是天天要照镜子的吧 照一次 眼角皱纹就多一条 皮肤松弛 化妆也不好画 自己比谁都清楚 只是不愿意说出口来 尤其面对喜欢的人 就更难说出口了 可你不是在说吗 我当然也不情愿说 但我希望你知道 我现在是最好的 这种话自己说 可能不太合适 可我觉得 自己现在是最漂亮的 由于你的关系 头发和皮肤都光艳艳的 确实 这段时间 林子皮肤更白了 洋溢着 二三十岁女性 所没有的甘美和夜艳 我在你怀里变了 所以 希望你不要忘记 林子的话 既像一语重地 又似乎哪里自相矛盾 比如说 一边说自己当下最为漂亮 正值人生顶峰 一边说死也无妨 一边说皱纹日益增多 皮肤日益松弛 一边说现在再好不过 希望久木看在眼里 别忘记 刚刚强调如何如何好 而下一瞬间 又说出否定的话语 既然认为当下最好最漂亮 那么岂不应该考虑 如何支撑和保持才对吗 那为什么 只在意当下呢 林子 以不无倦怠的语气说 倒也不是多么有益 莫不是所谓的 刹那性 久木在脑海里 推出刹那性的字样 虽说会有那样的感觉 可对我来说 当下太宝贵了 如果当下这一瞬间不好 往下好了也没用 人生 就是这样吧 那或许是的 不过 我不认为 你是那么刹那性的 那也是因为你 因为我 还不是因为你 身体才变成这样 后来就都变了 你是说 只要当下好就行了 是啊 就是为当下这一瞬间 燃尽所有的能量 所以只有当下最宝贵 当下就是一切 是吧 如此说来 林子的刹那主意 是性爱深化的结果 是由此产生的不成吗 久木正在思索 林子继续 难难低语 丢开当下 谈明天如何 来年如何 可能就什么都做不成了 我可不愿意 为这个后悔 听林子的话当中 久木 想起了水口 请继续收听 杜边淳一的长篇小说 诗乐园 从当下 现在最宝贵的这种 林子式刹那主意来看 纸质闷头工作的水口的活法 算怎么回事呢 久木简单介绍 水口的病情之后说道 探望他的时候 他后悔没有 好好的循环作乐 那种心情 实在太能理解了 林子把脸轻轻地 贴在久木的胸口 你 后悔了 哪里 没那回事 那就好 我们不后悔 当然 还是当下宝贵啊 久木一边点头 一边想自己的年龄 不错 自己已经年过五十 比林子大不少 作为男人 这个年龄段 怕是最后的舞台 往下 纵使地位和收入 上升的空间也可想而知 不至于有多么开心 较之作为一个男人 还是要作为一只雄兽 追逐爱情 品味热烈人生的真正滋味才对啊 而当下 无疑是留给 自己最后的机会 林子接着说 我也变了 什么变了 嗯 很多方面呢 在同自己恋爱之后 林子或许变了 比如性方面 她原本不是这么送欲的女人 她说过 以前对性几乎漠不关心 从现在比 几乎是淡薄 清纯的难以置信 因为自己才变成了这个样子 林子半是羞难 半是懊恼地抱怨过 是的 在性方面 林子变得派若两人 这是事实 清纯这一说法 是否得当铃铛别论 但以前确实是淡薄的 性还不成熟 不开窍 如果说 让如此女人的身体盛开怒放 得知性的快乐奥秘 是因了你 那么情愿接受 可是 现在稍深一些 回顾自己的内心 似乎自己本身 也受到了林子的很大影响 以性为例 九木原本打算 主导林子 让他由此自觉 不料一时到时 自己也陷于性中 难以自拔 当初的出发点 固然是指教 而半路上 却被其魅力所吸引 如今已被逼入 有进无退的地步 而且不止于性爱天地 从工作到家庭 都已经受到连累 同妻子的关系 所以岌岌可危 说是被林子吸引造成的 也未尝不可 林子越是投注于 他同自己的爱 自己越是割舍不下 而尽可能的愈满足 如此一来二去 默然回神 已然堕入了同一深渊 不仅如此 在生活态度上 倾向于唯有当下宝贵 应全力活在当下的 这种刹那主义 也完完全全 是林子影响的结果 本来以为自己年长 一切由自己主导 即使有所察觉 角度已然颠倒 被主导地反成了自己 林子的那句 我也变了 还营绕在九木的脑海 九木叹息了一声说 是吗 林子责备式地问 怎么了 怎么也不怎么 只是两人正一步不同周围环境疏离开来 陷入到走投无路的困境 本以为自己是在这种实感中拖拽对方 而意识到是自己反被对方拖拽 九木为这样的自己感到惊讶 知道这房间电话号码的 九木一边嘟囊一边考虑家里的情况 妻子不至于知道这个房间的存在 莫非家里发生了不测之事了 自己不在的时间里 家人会不会有病 会不会发生遭遇交通事故的不测 当然 就算夜不归宿 而只要明确告知去处也没问题 但自从和林子一起外出之后 往往隐瞒去处 酒店名称也每每随口谎报 这么想着 万一发生事故时也联系不上 就可能出大乱子 这种情况下 手机最便利不过 但同林子优惠时 几乎都是关机的 他不愿意妻子或社里的人 打电话打到两人在一起的地方惹麻烦 因为不用手机 所以只要自己不主动打过去 那么家里的情况就无忧得知 而有刚才这样的电话打进来 到底让人放心不下 这里的电话号码没有告诉过妻子 他不可能打进来 想虽然这么想 但还是有些担心有什么急事 这样的担心 林子也同样有 已经彻底冷却的丈夫倒也罢了 而若是娘家的母亲那边万一有什么事情 只要林子不打过去 也照样无从确认 这种对方全然无法联系 而只能由自己联系的单行道方式 是不告知去向而在外留宿的男女 最为放心不下的 既然抛弃了家庭了 那么本应该怎么都无所谓才是 而现在仍耿耿于怀 难道是因为尚未完全了断 施乐园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继续收听 日本作家杜边淳一的长篇小说 施乐园 由江峰播讲 等电话不再响了 久木试着问林子 这里的电话 你可告诉过谁 跟谁也没说呀 既然这样 那么很可能是打错了 久木这么说服自己来消除担忧 但是不能否认电话铃声 稀释了一直沉浸其中的姓氏余韵 起来吧 久木这么一说 林子献出了依恋的眼神 哎 最近想再去哪里呀 自二月中旬 两个人去雪田的中蝉四湖以来 两人一直在色谷套间里见面 作为两人优惠的地点固然在合适不过 可是一旦有刚才这样的电话进来 就觉得好像被人监视着 变得心神不定 那么樱花快开了 去看樱花 住樱花酒店 好啊 太靠心了 林子啪哒啪哒拍着久木胸口表达的欣喜 随即一下子把手伸到了久木的喉头说 说了不算 就卡脖子要 被你卡死 死而无憾 那我卡了 林子双手比划着要卡久木的脖子 却又马上作罢 收回手问 那么说来 那叫阿不定吧 那本书还没给我看呢 归纳阿不定对审讯刑警讲述的内容的那本书 在调查室也很受欢迎 现在正被一位同事带回家里看 久木转而说道 这回看樱花室我就带去好了 不过 我也有个要求 什么要求 久木笑声说 准备一件红色贴身长衫带去 我穿 是的 颜色要鲜红鲜红的 久木下令式的对困惑不解的林子说 这是 领你去的条件哦 明白了 林子略意沉吟点头道 声音总好像有些懒洋洋的 嘴唇微微的张开 宛如春日 微阴的天气中 飘零的 樱花般 想来恐怕再没有比樱花更幸运的花了 早在平安时期 樱花就是百花之王 千家流传集也记载说 樱花乃花中第一 阳春三月 盛开怒放 争袭斗艳的樱花 不折不扣 是花中的王者 不仅华丽 而且飘零之际的 毅然决然 也分外引人入胜 撩拨着人们的 西花之情 一如七日樱花所说 樱花生命短暂 只多一个星期 但作为花的表现力 实在非同一般 作为插花使用时 也被高看一眼 毕刊 仅至此一品为宜 倘若其他的花相伴 也要把樱花置于上座 正因为如此 时而也有人讨厌樱花 比如 日本千家流茶道的创始人 千丽修就禁止樱花 进入茶道 茶室不茶过于妖艳之花 茶室不可以茶季为宗旨 势必认为不宜过于华丽 而这也正是千丽修特有的 不同凡响之处 不管怎样 樱花培育了日本人的审美意识 激发了丰富多彩的情思 这是毫不含糊的事实 九木本身对樱花的感受 除了为其美丽所吸引 心田的异域 还有类似忧郁 和嫌弃吵闹的情绪 开匆匆 落匆匆 自己跟随不上 同自身从容的生活 大约了不相干 每年随着樱花时节的临近 都要发布樱花前线的消息 电视上也推出 哪里樱花开了几分 哪里已经盛开等 赏映景点 五彩缤纷的图像 可是迄今为止 九木几乎不曾充分 欣赏过那些樱花 虽然很想去樱花开的正盛的地方 悠悠然的一包眼福 但中阴工作忙而未能成行 仅仅是看了几眼 住处附近路边的樱花 和城内的樱花 草草了事 正如了无静心这句话所说的 樱花无暇心境 留下的只有匆忙之感 花开完了反倒让人释然 或许如此周而复始之间 产生了对樱花的焦躁情绪 不过今年较往年略有不同 看来由于转为闲职 这个春天似乎也可以充分领略 樱花之美了 提起樱花 最先想起的是京都的樱花 如平安神宫的垂枝樱 灯光辉映下的白川沿岸的夜樱 以及醍湖寺 仁和寺 城南宫等 以樱花文明的寺院数不胜数 久慕过去曾利用去关西采访 和商量事情的机会 匆匆忙忙地观赏了几处樱花 樱花全都那么好看 有时华丽的几乎让人不敢呼吸 但换个角度 未免觉得有些过于搔手弄姿 竟然有序 这也是因为京都的樱花 过于同周围的古寺和庭院等 达成一片了 何况背后还有苍翠的山巒 励阵以带 樱花诚然好看 但也有其背景提供绝妙支撑的因素 在这方面 不方说同以附加值吸引眼球的名牌货 有些类似 这种使得大家心悦诚服 赞不绝口的樱花诚然可观 而仅以樱花自身之美 凌然挺立的樱花 也让人依依不舍 进而言之 没多少人围观的 静静独处的樱花 也是憋剧风情的 想来想去 久慕最后想到的是 伊豆的修善寺 若去那里 一来离东京不很远 二来毕竟是群山环绕的温泉古镇 樱花也好 旅馆也好 都足够安然静谧 久慕如此决定后 佟林子一道出发 是在四月第二周的周日夜晚 以往年赏英佳期来看 多少有些迟了 但是今年进入四月后的寒潮 延长了花期 伊豆一带 眼下似乎开得正盛 真可谓春深世界 不过同样春深也有 憨蓝之分 时下更是近乎蓝的烂熟春光了 久慕在这样的一天 同林子一起离开色谷桃间 他轻装上阵 身穿浅褐色开领衫和同一色调而烧身一些的夹克 林子一身淡粉色的西式套裙 领口夹了一条印花围巾 头戴灰色的帽子 手提略大一些的体包 动身的前一天 林子去家里取了春季的衣物 应该也见到了丈夫 但她还是只字未提 林子的家庭后来究竟怎么样了呢 从计划这次旅行式开始 久慕就放心不下 但是没有主动过问 林子也沉默不语 由此看来 估计是不大想说 只是在她四月初回横滨娘家后 曾不经意地说过 妈妈要我把事情说清楚 不用问 也知道是林子和先生的关系 林子母亲早已知晓 女儿同丈夫的关系不好 对林子一再出轨这点 也应该有所了解 为此还大发脾气 严厉斥责林子 说使她无法见人 见亲戚就更不用说了 这是三月中旬的事 自那一来 林子母亲似乎认为不能对女儿的一再出轨做事不理 而要求她尽快了结 可是据久慕从林子口中听得的情况 拒绝离婚的莫如说是林子丈夫一方 而用意似乎是对妻子的报复 那么林子母亲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问起这一点 林子只回答跟母亲说 也得不到理解 全然不得要领 确实 林子传统式的母亲恐怕很难理解 世间居然存在着 明知妻子有外遇 而又不肯离婚 这样的丈夫 林子说 母亲倒是说了着 三个人见面好好谈谈 所谓三个人 想必是林子 她的丈夫 和林子母亲三个人 母亲是中意她的 见面谈谈 估计总会有个结果 可是我做不到 如此说吧 林子补充了一句 总不至于 在那样的场合 提起性生活吧 林子对丈夫的不满 归根结底 由性格不合 发展到了性问题 林子指的就是这个 而她的本意似乎是 即使最后同意分手 也不愿意把话 说到这个地步 请继续收听 杜边淳一的长篇小说 《诗乐园》 而九木这边则相反 是妻子方面逼得她离婚 但她尚未明确响应 既然同林子的关系 如此之深 响应 死也并无不可 但是一旦真要离婚 心里总有些顾忌 那当然不是简单的事 其中有对自己 一意孤行导致离婚的愧疚 也有向社里和亲朋固友 告知和解释的郁闷 进一步说来 也有对林子 尚未利利索索分手 而自己提前分手的不安 更主要的是 彻底颠覆 差不多持续 三十年之久的生活形态 这点上 也让她提不起精神 或者莫如说是 望而却步 总之 离婚是最终的手段 无需操之过急 这样的心情 使得她在进入 决定性状态的 最后一道门前 止步不前 而妻子的心情 是怎样的呢 近来即使回家 也几乎不跟妻子说话 说话也仅限于当务之急 说完就匆匆地离开 并没有什么争执 莫非人一旦 进入相应的环境 就相应的习以为常了 这么着 两人的关系 在彻底僵冷之中 保持着奇妙的平和 话虽这么说 但并不意味着 妻子的态度 有所软化 作为证据 四月初 九木回家时 妻子还是再次定问 那个 你没忘吧 九木当即意识到 是指离婚协议书签字的事 但只是 阿里一声 轻轻点头 没有回答什么时候签 正要直接出门 妻子追赶式地说 明天开始 我也不在的 你去哪里 脱口问吧 这才发觉自己并不处于 足以追问妻子行踪的立场 这和你没什么关系吧 不出所料 妻子的态度斩钉截铁 冷若冰霜 无法继续下去 什么时候 都是女方态度过断 这点在要分手时 表现得尤其突出 林子也好 妻子闻之也好 一旦决定分手 就绝对的坚定不移 相比之下 男人是何等的 摸灵两可 优柔寡断 这不限于九木 而是所有男性的共通点 总好像拖泥带水 犹豫不决 到了这个阶段 同妻子之间 或许也还是一了百了的好 九木一边这么思索着 一边赶来东京站 同林子并排而坐 电车是新干线的回升号 先去三岛 在那里换成一斗香根铁道 去修缮寺 虽然是赏银的季节 但也许是周日午后 车厢里空荡荡的 以前大多是周六出门 周日返回 这次为了避开人多的周末 就周日出门 周一返回 得以享受这么优雅的旅行 也是工作清闲之故 近来的九木 与其说 为身居贤职而哀声叹气 莫如说 为有余霞而暗自庆幸 三岛始发的电车 也很空 经长纲大人 向忠一斗腹地一路驶去 人家在逐渐的减少 山乱逼近 樱花在山坡上盛开怒放 似乎多是燃井及野樱 但正因为正值花期 看上去好像只有开花了一处 从绿色山体悦然而出 俨然粉红色的花冠 我很想坐这样的电车 如林子所说 电车繁战皆停 有时停下挫车 听战武员的哨声启动 这是一条同悠闲的春日午后 正相符合的地方铁路 电车继续山边河流平行前进 汇集天城山脉水流 注入郡河湾的寿野川上 点点处处有钓鱼的人在垂钓 钓香鱼估计还为时尚早 但河水清澈 难怪这一带作为腊根的产地 也很有名 山巒 樱花 清溪 正看着这些城里 没有的风景忘乎所以 电车到了终点站 修善寺 所用时间不到三十分钟 据说一千多年前 由洪法大师发现的这座 古老的温泉直乡 也以修善寺物语文明 也是同原室有渊源的土地 想必是温泉的关系 樱花早早泄了 花瓣偏然飘落在 九木和林子两人的尖上 提起修善寺 不少人以为是 伊豆的温泉直乡 这诚然不错 但与此同时 这里还有修善寺 这座由洪法大师 也就是本名空海的 真言宗创始人 所开创的历史悠久的寺院 寺院位于从车站 往西南方向 驱车只需几分钟的地方 同珠红色 虎西桥一路之隔 登上正面陡峭的时机 钻过山门 就能看见竹林眼映的 院内前面的正点了 距今八百年前 袁范赖被兄长赖朝 幽禁在这座寺院 后来受到委员警时偷袭 而自杀绝命 接着赖朝之子赖家 也被北条时政杀死在 虎西桥畔 刚本祈堂的修禅寺物语 就是据此悲剧创作而成 后来北条政子哀悼亲生儿子赖家之死 在附近山路上建造了纸月殿 同关于修禅寺的这种血腥事件 形成鲜明对比的事 寺院那颇有纵深的正殿 缓缓起伏的顶挤 同后山树林相得一章 自有一种仿佛高贵的女性 莉姿般妙不可言的 优雅与妩媚 九木和林子 在此参拜之后 又过桥参拜了山路的 纸月殿和赖家墓 然后回到车上 五点已过 天色暗淡了下来 但春日明亮的天光仍未褪去 沿河边狭长的温泉街行驶之间 路面很快开阔起来 前面闪出今天要住的酒店 入口又敦敦实实的大宅门 里面现出了带有山形 丰岩版的宽阔门厅 车在门前停下 出营的女领班 当起把两人领进门去 门厅足够大 放着刻意表现 木纹之美的茶几和藤椅 林子小声赞叹好漂亮 是在他看见 浮在水池上的能聚舞台的时候 面积有五六百平 朝左右伸展的水池的另一端 映出西山顶建筑风格的 能聚舞台那幽深迷离的姿影 其尽头处的山崖上 林木郁郁郁郁 对于川山素流之后 眼前豁然出现的另一天地 林子目不转睛地 看得忘乎所以 女领班领入的是 二楼尽头拐角的房间 迎门是四张半 塔塔米大的客厅 里面是铺有十张塔塔米的盒室 再往里是隔离开来的 临窗木板房间 地面明显低了下去 从这里可以俯视水池的一部分 哎 看呐 樱花全都开了 林子招呼 九木来到窗前 左侧盛开的樱花和眼睛一般高 几乎伸手可触 我想说看樱花 大概就留给了这个房间 这家酒店 九木也是第一次来 听说修善寺有一家附带能剧场的幽静的酒店 就请曾经在出版部工作的同事介绍过来 呢 花瓣都飘落了 大概傍晚有微风 一片花瓣落在林子深处的手上 而后落入眼前的水池 这里好近啊 到了这里 工作也罢 家庭也罢 离婚也罢 都好像是遥远的另一个世界的事了 九木吸了一口山谷的空气 从背后轻轻抱住 看樱花看得出神的林子 也许胖人看见 林子转过脸去 但眼前有的只是盛开的樱花和 继无声息的池面 诗乐园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继续收听 日本作家杜边淳一的长篇小说 诗乐园 由江峰播讲 来到了窗前 九木轻轻吻了林子一下 耳语说 那东西带来了 带来什么 红长山呢 哦 遵命带来了 如此说吧 林子即离开窗前 消失在浴室里 九木一个人 留在窗外 樱花飘落的房间 点燃了一支烟 窗开着 但并没有觉得冷 樱花世界的阳光与热 似乎还在打开的窗口内外 低回流连 星矿神怡 却又有莫名的倦怠感 九木随口引道 但愿春莹花下死 正是二月 望月时 这是自行词观 在大自然漂泊当中 终了一生的 连藏初期的歌僧 悉行的和歌 两个人在房间 喝着女领般泡好的茶 休息片刻 然后一起走去温泉浴场 下到一楼 走廊旁边 好像有男女 分开的浴场 九木看了一眼 前面的露天浴场 晚上六点过了 暮色上来的天空 游蓝变清 不过尚未黑进 正是入夜前的瞬间 露天浴池里 一个人也没有 毕竟是周日的夜晚 流速的客人 想必也很少 静悄悄的浴池 只有顺着食言流淌的泉水 单调地回想着 九木劝道 哎 进来吧 林子献出困惑的表情 没关系的 即使有谁来 看见两人在里面 也可能会客气地走开 九木又劝了一次 林子这才好像下了决心 开始在悄悄离开的位置 背对着这边脱衣服 浴池的面积估计有石平 椭圆形 岩石结构 天花板复以网状尾边 四周围着尾帘 似乎漫不经心地 遮挡了人的视线 而又保留了自然的风情 令人依然自得 九木刚刚背靠岩石伸展四肢 林子就手拿毛巾进来了 一步步慢慢地把脚尖 进入水中 小心翼翼 九木等林子全身泡进池里 把他叫来池边 你看看天 身体携以露天玉池边缘 往上一看 由于那里没有尾边天花板 可以直接望见夜空 刚才盛开的樱花 在正上方花枝招展 浩瀚的夜空 往花枝上投下了一抹淡蓝 这样颜色的天空 还是第一次看 樱花从星夜街舞的夜空 骗然落下 林子伸手要抓住那花瓣 很快又有另一枚花瓣飘来 夜色姗姗来迟的天空下 林子追逐花瓣的白嫩的腰枝 宛如夜空中飞舞的蝴蝶一样 腰也迷人 从浴池上来 很快要在房间里吃饭 多少有些寒意 九木和林子都在浴衣外 披了短褂 关上窗扇 灯光灰映的樱花 从一端探出脸来 樱花相伴的晚餐 菜式也洋溢着季节感 青煮风斗叶 芝麻凉拌土当归等等 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 九木一开始要来啤酒 紧接着换成烫过的当地 偏辣的清酒 女服务员只蒸了第一杯就离开了 往下 林子表现得很乖绝 九木喝干一杯 林子就赶紧蒸上 带鱼擒菜火锅上来后 林子注意火候 热得掐到好处后 及时扎到九木的碗里 看着林子勤快得体的一举一动 九木不由他想起在家里吃饭的情形 再往前倒也罢了 而最近几年 即使和妻子吃饭 对方也不曾如此勤快得体的用心找料 虽说是经年累月的倦怠和感情相佐的结果 但差异竟然如此之大 九木现在才恍然大悟时地决出有爱与无爱的不同 那么林子的家庭情况又如何呢 同丈夫两人吃饭时 林子也同样冷冷地对待丈夫吗 不 大概比这还要严重 林子已经不再同丈夫一起吃饭了 是这样的吧 九木一边漫无边际地想着 一边给林子斟酒 两个人吃 饭都觉得好吃了 我也是 哪怕东西再丰盛 去的地方再好 而若不是跟喜欢的人在一起 就没意思了 九木再次深感 移情别恋的可怕 对妻子满怀激情和向往的时候也曾有过 然而现在两人关系已降到了冰点 就差离婚了 想必林子也曾以自己的方式 相信丈夫也曾海誓山盟 现在却要分道扬镳 这么想来 眼下两人的婚姻状况 可谓是彼此彼此 一个是最终醒来的男人 一个是最终醒来的女人 如此这般 两人在对酌对饮当中逐渐地躲入心醉之中 虽然只喝了一瓶啤酒几壶清酒 但九木已有危罪之感 醉得这么快 恐怕到底是和林子在一起心情放松的缘故 看窗外 窗口左端仍有盛开的樱花 探头探脑 我们去下面看看 去楼下大厅应该可以隔驰 看见能聚的舞台 等女服务员撤去餐具 两人拿起毛巾走出了房间 走下楼梯 走过刚才经过的通往露天浴池的门口 沿地面更低的走廊前行不远 正面就是大厅 右边的门已经大场撕开 水池上的木板舞台凸显出来 九木和林子并坐在露天椅子上 情不自禁地踏了口气 刚到酒店时 看见从大厅浮现的池面的能乐堂 就踏了口气 但此时和那时又有不同 入夜后 露台栏杆的边边角角都被招得一片雪亮 舞台为三进方形 地板满如镜面 灿然生辉 里面大幅的木板墙上画着一棵老松树 能聚舞台的左侧 有同是西山顶风格 没有白色木格纸拉窗的中国式房间 浮在水池上的桥式通道将二者联系起来 而这一切都上下对称地硬在池面 真的是一幅美妙的绘画 不过 这能聚舞台原本在加赫前天家的院子里 大约明治末年 经由富刚八番宫已建到现在的这里 自那一来 这里就在环绕水池的篝火照耀下 以能聚为主表演传统舞蹈 琵琶 心内节等许多节目 今晚虽然没有节目表演 但安安静静的舞台 在山间清冷的大气中 愈发显出优悬之趣 久木和林子 肩靠肩一个劲注视着舞台 注视之间 静置陷入的错觉之中 仿佛舞台黑漆漆的深处 即将有人戴着狂人面具的男女 赫然出现 请继续收听杜边淳一的长篇小说 《诗乐园》 两人看心能是在去年的秋天 去连仓时看了大塔公院内表演的能剧 之后在七里滨附近的酒店住了一晚 当时两人恰如干柴烈火 不过老实说 处境还没有如此的窘迫 优惠完后 林子返还家里 久木也回去了 尽管对妻子的反应坦塌不安 那以来仅仅过了半年 而两人的家庭却已经濒临崩溃 那时戴的是天狗面具吧 久木提起了在连仓看的狂言具 当时还有一起说笑助兴的余地 不过这里好像不大适合眼眶眼具 这深深老林优选的舞台 似乎适合表演 更能深入肺腑和发觉心底情念那样的剧目 不过 真是不可思议啊 久木望着驰面摇曳不定的露台灯光说 难道古人到了这里就以为再也不会被发现了 也有两个人一起私奔来的吧 男人和女人 说着久木掩望能具舞台后头 黑区区静悄悄的山来说 就算和你单独住在那儿 怕也是一回事 你是说迟早有一天会厌烦吗 一男一女相受 一开始就有带多这种病 偷偷地染上身来的 实不相瞒 久木现在对爱情持怀疑态度 至少不像年轻时那么单纯 那时深信只要相爱 两人的爱就会天长地久 或者爱情燃烧期间 没那么长也说不定 我也是那么想的 得到林子的认可 久木反倒感到尴尬 你也这么想 所以想在燃烧时了结 大约受到灯光中矗立的能具舞台气氛的影响 林子说出的话带有些许的妖气 令人有些恐惧 久木属然觉得皮肤发冷 把手插进怀里 大概是所谓的櫻花时节的低温吧 入夜后多少冷了下来 走吧 这么待下去 说不定被舞台的妖气俘虏不放 被拖进远古世界了 久木站起身 想要告别舞台似的又一次回头看了看 然后离开了露台 折回房间 暖蓉蓉恰到好处 被褥已经靠里面窗前铺好 久木暂且在铺好的被褥上仰面躺倒 默得向上一看 窗口的樱花仿佛正在看着这边 久木觉得 没准今夜的事都要被樱花一一地看在眼里 他叫林子没有回音 清河双眼继续仰摩的时间里 林子从浴室出来了 短挂脱掉了 只穿着浴衣 向上卷起的头发 像松开发际一样 左右地分拼下来 久木闻 长衫没穿 问得林子站住不动 真要穿哪 不是带来了吗 林子寺有所悟 默默消失在休息室 久木只留枕边的台灯 再次掩望夜幕下的窗口 在深山酒店里 看把气氛优悬的能聚舞台 此刻正静等女友 换上红色贴身的长衫 表面上似乎在追求 优悬与淫荡这种毫不相容的背反 而实际上又觉得二者之间有意外共通的因素 例如 能聚有所谓神 男 女 狂 鬼 五种角色 其中自然也含男女情欲 就在刚才 久木目睹舞台还油然生出庄严心境 而后来被激起某种诡异的色情感觉 也是事实 万物皆有一表一理 庄严里面潜伏的淫荡 静谧之中隐秘的痴态 道德背后栖息的背叛 这才是人生至高无上的甜事与快乐 久木的思绪正在信马游江 纸隔扇开了 深过飞红色贴身长衫的林子出现了 刹那间 久木从被褥上立起 瞠目结舌 此刻 打开纸隔扇现身的林子 穿的固然是一色飞红的贴身长衫 但其脸庞带有童女般的天真无邪 被低位置台灯淡淡照出的林子身影 变得高大起来 高大天花板 一瞬间 久木恍惚觉得女主角出现在能剧舞台 久木心声诧异 进而定睛细看 林子的脸庞 渐变得像女面具孙次郎那样 含有成熟女性的娇美 忧郁和妖野 久木就那样欲言不得地正正看着 身穿飞红色贴身长衫 戴着面具的女人 缓步走到这样的久木眼前 伸出双手 要搂她的脖子 久木不由她缩起身子 左右摇头 这才像清醒过来似的 大大的吸了口气 吓我一跳 听着久木喃喃自语 戴着能具面具的林子浅浅一笑 平日林子柔和的表情终于视而复回 感觉像是看见了能具中登台的女子 因为刚才看舞台了嘛 不过也太想了 久木以前在画上看过 出现在黑底色上的名为孙次郎的女子面具 觉得那闲雅柔和的表情下 潜伏着汹涌的情欲和隐念 而现在的林子面旁也与之两相仿佛 闲静内敛而有淫荡 你说谁呢 啊 面具嘛 说吧 久木猛地搂过林子 事出意外 林子向前扑倒 久木不予理会 从上面整个压上身去 在她的耳边巧声说道 拨掉你的面具 男子现在成了恶魔 要把女方贴身长衫下 千仓的银念挖掘出来 不过非红色的确是不可思议的颜色 诚然是鲜艳浓郁的珠色 但同时又是血色 致使看的人产生一种异样的亢奋 其中有以非红色贴身长衫特别 皮肤白皙 闲雅矜持的女子串在身上 具有雄性动物性脾的男人们 无不两眼放光 跃跃于世 此刻 久木把身着非红色贴身长衫的林子 从上面紧紧的压住 以铺石鲜红嫩肉的野兽胸向 死死 搂住不放 这固然有看见非红色的亢奋 但同时又含有 对接受男人好色要求 而乖乖做一件贴身长衫 带来的女人感谢之情 久木就这样受用皮肤 接触非红色皱稠的舒适感 而后渐渐减缓力度 把手伸进凌乱不堪的领口 时饮时现的乳沟 等等 虽然明知迟早要被剥光 但操之过急 还是使得林子闪身 摁住他伸进来的手 缓过一口气说道 这东西可麻烦大了 久木一只手仍在林子胸部游异 反问林子 只做麻烦 和服店做好了 送到家里时我不在 是那个人收的 林子进来把丈夫叫那个人 他看出来了 我意中看了一眼 原来是红色贴身长衫 我想那个人肯定吃了一惊 就一个劲地问我干什么用 平时也穿的吧 在和服下面 可那个人好像看出来了 是要穿这个东西 跟别的男人上床 林子说 已经有几年时间 同丈夫完全没有性关系了 而丈夫看见妻子的 飞色长衫 还是会暴跳如雷 久木问 那么 他说我是淫妇 一瞬间 久木觉得骂声 朝自己头上落来 不由地把手 从林子的胸部抽出 听得林子的丈夫 说林子是淫妇 一瞬间 久木觉得骂声 朝自己头上落来 不由得把手 从林子的胸部抽出 的确 红色贴身长衫 是妓女穿的东西 卖身女 为了引起男人的注意 使之兴奋 才身穿 深红色贴身长衫 卖弄风扫 在这点上 说是下留衣服 也情有可原 尽管如此 说淫妇 也够过分的了 但是 站在林子丈夫 位置上看 想那么说的心情 并非不能理解 长时间回避丈夫 不愿意发生 性关系的妻子 为了满足 其他男人的要求 而定做 红色贴身长衫 也难怪丈夫 在如此察觉的 刹那间 大发雷霆 九木一类似 越怕越想看的 心情问道 那么 他打你了 打倒没打 只是 突然说要撕开 撕着长衫 我说住手 这回他一把抓住我 绑我的双手 说到这里 林子不胜厌恶地 左右摇头 我实在说不出口 九木求他说下去 只说好了 林子轻咬嘴唇 然后说道 他硬把我脱光 要了你 那个人 不做那种事的 不可能对 说成淫妇的女人 做那种事的吧 另一方面 就以那样的姿势 九木屏息脸器 等待林子的下文 说这么惩罚 淫乱的女人好了 就拿来了照相机 他拍照了 看见林子点头 九木仿佛看见了 色情图像 场面的确够 异常凄惨的 但也似乎 浸出了 度火中烧的 男人的憎恶和情欲 我 受够了 我绝不回家了 林子断然说 把紧闭的眼瞼间 细细地渗出泪来 虽然察觉妻子的不真 但丈夫绑起妻子双手 剥光也非比寻常 尤其并不直接触及身体 而仅仅拍摄下来 加以侮辱的做法 分明是冷酷的科学工作者 才会失行的报复 这样一来 林子再不回家 也在情理之中 绝不应该返回 那种男人的身边 绝不 这么想着 听林子讲述的时间里 九木心间 涌起了某种一念 也不能否认 他固然认为 林子丈夫的做法惨无人道 但一想到林子的受惩形象 脑袋又无端地一阵发热 九木重新抚摸 遮蔽子身体的丝绸贴身长衫 边摸边想 这件薄薄的长衫 居然会激起林子丈夫 和自己这两个男人的 憎恶和执着 为之一路狂奔 说不定 非红色是将男人 引入疯狂世界的 一件凶器 想着想着 或许受了林子丈夫 所作所为的刺激 九木体内燃起了新的浴火 既然林子被丈夫施以那种惩罚 那么自己要做得有过之而无不及 才有道理 九木在心里对自己如此说罢 缓缓起身 看了一会儿飞红色贴身长衫 然后将领口左右封开 此时触摸早已敞开的贴身长衫 往自己这边轻轻地一拉 发现从叶下到袖口有条裂缝 端头有红线托出 衣服坏了 九木从裂缝插进手去 林子把手挡了回来 不 是那个人撕的 他 发怒的时候撕的 就急忙缝了带来了 又一次触摸 飞红色贴身长衫的裂缝当中 九木觉得那似乎是林子夫妻之间 出现的红色伤口 或许贴身长衫破了这点 触动了林子 他起身走去浴室 不出几分钟就慌忙折回 不得了了 糟了 九木以为出了什么事 回头一看 见林子双手捂着贴身长衫的胸口 好厉害的伤啊 是你咬的吧 确实 焦合前一边吻着 一边轻咬 使劲的瞬息来着 你看看 林子坐在九木面前 扒开衣巾露出了胸口 这儿也有 那儿也有是吧 林子说得不错 脖子左侧 前胸锁骨那里 还有前胸的四周 全都有红红渗出血迹的伤痕 这样子 我再也回不去了 你不是说不再回家了吗 家当然不回 可这么多伤痕 出门也出不去吧 那不要紧的 九木用手指摸着林子脖梗上的伤痕说 很快就会消失的 很快 那要什么时候 两三天或者三四天 那就麻烦了 我明天一定要去娘家的 打打坟底什么的遮盖一下吧 那会马上看出来的 何苦搞这种名堂 不用问 有警到兄留下的 谁都能一眼看出的 基本痕迹的目的 无非是为了 不让林子返回丈夫的身边 同时也是出于对林子 贪婪的一连几次冲顶的嫉妒 仅就这方面来说 九木确实正如下怀 当他又一次从林子口中听得不回家时 不能不深感事态 已经发展到了有进无退的地步 那我明天就不见母亲了 不是已经定好了吗 母亲本来要我再同那个人谈一次的 明天我明确拒绝母亲就是了 看来林子现在已经彻底切断了通帐 丈夫之间扔多少存续的纽带 哎 你怎么办呢 这回矛头朝九木指来 你也不回去的吧 当然不回去 可你不是时不时要回去的吗 那只是去拿替换的衣服 和寄到家里的邮件什么的 那也不成 不允许 说着林子把脸凑到九木的胸口 猛一下子咬在了胸口上 疼 九木慌忙后退 林子又扑了上来 也要让你不能回去 即便不这样我也不回去的 不 男人的心情说变就变 林子的嘴唇又贴了上来 还用牙咬 九木一边忍耐着轻微的痛感 一边在心里告诉自己 只能和林子一起走到哪儿 算哪儿了 一会儿 林子嘴唇从九木的胸口慢慢离开 用指尖静静地摸索齿痕 本来我咬得那么用力的 似乎是在抱怨 同他自己柔嫩的肌肤相比 留在九木身上的痕迹相对较浅 可是细看下来 胸口还是红红地渗出了齿痕 喂 老师听我的 九木按林子的吩咐 仰面躺倒 林子手拿贴身长衫的红袋子 从九木的脖子下穿过 就这样 你动别动 林子哄劝试着说吧 这回从两侧慢慢拉紧 缠在脖子上的红袋 喂 喂 九木仍以为是开玩笑 不让林子不管不顾的越拉越紧 松开 那要死人的 别怕 死不了的 林子呼一下子 骑在了九木身上 紧握红袋的两端笔笔 听着 真不回家了 刚才说了吗 不回了 九木把指尖勉强插进脖梗和红袋之间 以防继续勒紧 你要是胆敢瞒着我回去 真就怕你勒死 不回去 不回去 九木拼命发誓 最后竟透不过气来 磕个不止 放手 可别像阿布丁那样 林子马上不再累了 就那样打了一个结 那本书 该给我看了吧 我带来了 那么 这就给我看 就这么看 当然 无可奈何 九木只好 脖子上拴着红袋 爬去皮包那里 从中拿出了那本书 折回到铺位上 脖子上的袋子 解掉可以吧 不行 就这么念 林子手钻红袋的端头 继续惩罚者那样的口气下令 躺下 念你最兴奋的地方 请继续收听杜边淳一的长篇小说 诗乐园 这样子总有些莫名其妙 深更半夜 在修缮寺一家酒店的仪式 一对男女隔着一本书 面对面躺着 男的脖子上缠着红袋 手拿着书 女的攥着红袋的一端 侧耳倾听 书的内容是审讯记录 女的因沉溺于性爱难以自拔 而将男的勒脖子勒死 又切掉那条关键物件逃走 于是女的接受刑警审讯 这可够长的 只念一开始那部分 审讯记录多达五万六千字 最出彩的地方 较至阿不定老老实实 不害羞的供述 不用说 更是关于阿不定这个女子 活生生的内容 以及对于爱之深切 之沉重的生动描写 那可以念了 九木侧身翻开书页 林子贴近九木的胸口 审讯记录 首先是检察官将如此事实 作为杀人及尸体损坏案件 对被告提起诉讼 讯问被告对这事实 有无陈述事项 被告回答事实 一如宣读的内容 大概没有什么出入 下面是由此开始的 一问一答 问 被告 为什么产生杀死脊脏的念头 我喜欢那个人 喜欢得不得了 就一门心思地 想据为己有 可那个人和我不是夫妻 所以只要他活着 就难免接触别的女人 如果杀了他 别的女人 就一根指头也碰不着他了 所以就杀了 接着问 急葬也喜欢被告吗 我想还是喜欢的 如果放在天平上 那么就是四比六 喜欢我的分量更多一些 石田总是说家庭是家庭 你是你 家里有两个小孩 我年龄也大了 实至如今 不可能跟你私奔 还说 哪怕再穷 也要让你有个家 或者开个酒馆什么的 永远快快乐乐的 可是 我受不了那种 温吞水式的许诺 九木尽可能淡淡地念 但林子似乎听得大气不敢出 看他这样子 九木继续按着刑警的审讯记录 念阿不定 对石田急葬 一往情深的过程 警察接着问 被告 为什么如此 爱慕石田 你问石田 哪里好 我也答不出 好在哪里 不过 无论长相 还是心地 我从未见过像石田这样 无可挑剔的情种 看上去 无论如何 都不像四十二岁 至多二十七八 心地也非常的单纯 为一点点小事就乐不可知 而且感情丰富 有什么马上就表现出来 像小孩子一样天真烂漫 不管我做什么他都高兴 百一百顺的 还有 石田在卧室里手段高超 做那种事实 非常了解女方的心情 自己久久忍耐 让我情绪充分上来 精力也充沛 交合一次后 很快 他就能恢复 我试过石田一次 看他是不是真的 因为迷上我 才跟我做那种事 而不是单纯地玩弄技巧 说出来真是失礼不好意思 四月二十三号 我离开吉田家时 因为月经身上不太干净 可是石田并不嫌弃 我觉得这样的石田真是可爱 就一把搂住他说 我想杀了你 好让你跟谁也做不成好事 石田说 为了你 死也情愿 警察接着问 那期间 你们一直在酒店里 五月四五号那时候 在门左喜来着 但因为钱接续不上得回家 我说要把他的那个东西拿掉 石田说 回家也不做的 只和你做 分开后 剩下我一个人 又是嫉妒 又是焦躁 差点发疯 十号晚上去了 石田开店的 中野见他 用他带出来的 二十元钱 在车站附近的 关东主餐馆 吃饭了 然后又去了 满左喜 又住了下来 独着独着 久木觉得身上有些发热 林子也好像同样 其实只是相对而弱 却不知何时 林子紧紧地贴在久木的胸口 用有些含糊的语音 喃喃有声 说的还真是火灵火现呢 的确 阿布丁的公术 说是老师也好 什么也好 反正没有羞羞答答的地方 使得案件更加悦然至上 不过 这个女子怕是个 十分聪明的人 虽说已是事发之后 但讲述两人姓氏 和当时的心情 讲得一气呵成 而且朗静客观 原来 她是做什么的 神田出身 本来是个早熟的 世上少女 可惜经营塔塔米的娘家呢 嫁到中落 就出来当遗迹 好像东南西北 转了好多个地方 近十天开的小餐馆呢 是作为女招待进去的 名字叫做家带 哎 想看那个人的照片 久木封开书前面 有阿布丁照片那页 似乎是事发后不久招的 书着圆发迹 椭圆脸 眉清目秀 沉静的眼神中 透出一丝奇迹 还挺好看的 像你啊 久木本意是开玩笑 不过就绵柔中 含带让男人心动的甜美 这点来说 和林子不互相像 我可没有那么美 你当然更优雅 久木赶紧补充一句 说不定美貌里面 隐藏着女人的魔性 案件发生的时候呢 阿布丁三十一岁 久木一只手 再次拿着书念了起来 刑警的询问 开始逼近案件的核心 问 那你讲一下 五月十六号 勒着石田博梗 发生关系的情形 之前 十二三号那时候 石田说 听说勒脖子们好玩的 我说 那好 勒我好了 就让他勒 他说 你怪可怜的 算了 这回有我在上面 勒石田的脖子 他说 痒痒的别勒了 十六号晚上 给石田搂在怀里时 觉得他可爱的实在让人 不知怎么好 我就咬他 咬着咬着 想起搂得几乎透不过气来 我说 这回 我可用带子勒哦 就把枕头下 我的腰带 缠在石田的脖子上 一边交合 一边勒 紧一下 松一下的 起初石田觉得有意思 还做出伸舌头那样的鬼脸下火 再一使劲 肚子就挺了起来 我还觉得怪好玩的 我这么一说 石田说 只要你觉得好玩 自己就算痛苦点 也忍着就是 可是石田很快就累了 睡眼惺忪 我就问他 烦了吧 石田说 不烦 我的身体随你怎么样 往下又用带子 时紧时松 勒着玩了两个小时 已经是 十七号的凌晨两点了 我只顾着下面 不觉间 加了点力气 脖子一下子勒紧了 石田叫了一声 于是我慌慌松开带子 石田说 夹带 抱住我 有点想哭的样子 我就给他擦胸 可是石田脖子上 仍然有带子发红的痕迹 眼睛多少肿了 说脖子发烫 我把他领去浴池 洗他的脖子 当时脸又红又肿 不过石田照镜子 也只是说 事情麻烦了 并没有发脾气 那你找医生了 想去看来着 但是石田说 弄不好会报警的 算了 就给他用冷毛巾敷脸 揉身子 可是一点也不见好 傍晚去了药店 说客人吵架 卡了喉咙 脖子红了 药店就给了 秀米娜真镜片 告诉一次浮量 不能超过三片 林子突然伸出手 开始借九木脖子上的红带结 可能是因为 听着阿布丁供述 把心上人的脖子勒过头 以至脸部红肿 而心里害怕起来 施乐园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继续收听 日本作家杜边淳一的长篇小说 施乐园 由江峰播讲 九木等林子解开 他脖子上的带结 继续下文 刑警问 事发前一天夜里 也一直在酒店 施田 那天连肿得出不了门 早上只吃了柳川 晚上出去买药的时候 顺便买了西瓜回来让他吃 之后给他要了素汤面 我要了紫菜 卷寿司 要马上给他吃了三片 他说三片不管用 就让他吃了六片 石田倒是睡眼惺忪 却还是不睡 说钱没了只能回去了 我说不愿意回去 他说留在这儿 给女佣瞧见 这张脸难为情 无论如何都得回去 你在下谷 或在哪儿待着 我说反正不愿意回去 他说 什么都不愿意可不好办 一开始你就知道 我是个有孩子的人 不可能总和你在一起 为了将来 两个人长久快乐相守 这点事都不忍耐 是不好办的 想到石田要打定主意 暂时分手 我就低声哭了出来 石田眼泪汪汪的 这个那个的 和我说了很多好话 问题是 他越说好话 越让我来气 脑袋里想的全是 怎么样才能 石田在一起 对他说的话 多半心不在焉 那那天晚上 终归你们还是住下了 因为这个 磨磨蹭蹭的时间里 女佣把要的鸡汤 团来了 我就让石田喝了 十二点左右 两个人睡下了 石田脸上 还肿得无精打采 石田很快就说 困 要睡了 让我别睡 看他的脸 我说看着就是 好好睡吧 我把脸颊 蹭在石田的脸上 他开始迷糊起来 久木忽然想碰林子 一只手相互握着 继续念审讯报告 那下决心杀他是在什么时候 5月7号到10号 一个人独处当中 总是想石田 心里很不好受 就开始 索性杀了他算了 不过那时 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 石田说 一来要治脖子 二来 即使将来两人能在一起 也要分开一段时间 那往下 看石田睡下的时间里 心想 石田回到家 老板娘一定会像自己这样照料他 这次一别 一两个月都见不着 就连眼下都这么难受 一两个月肯定忍受不了 无论如何 都不愿意放石田回去 在这以前 即使我说一块死了 或者逃去哪里 他也不真正当回事 只是说开个酒馆什么的 长远地快活下去 于是我就下了决心 只有杀了石田 才能把他永远地据为己有 刑警接着问 那你说一下十七号夜 你用被告的腰带 勒紧睡书当中的 石田的脖子的经过 石田迷迷糊糊的时候 我用左手捧着石田脑袋 就以那样的姿势 看他的睡相 石田一下子睁开眼睛 见我在 就又放心地闭起了眼睛 说家带 我睡着了 你又要勒我了吧 我摁了一声笑笑 他说 要是勒 中间可别松手又 不然往下很痛苦的 听他这么说 我才想 没准这个人盼望 我把他杀了 但我很快转念认为是开玩笑 一来二去 看样子十天睡着了 我就伸出右手 拿起枕边 我的腰带塞到他脖子下面 缠了两圈 然后 攥着两端使劲的一泪 石田猛地睁开眼睛 叫一声夹带 稍稍欠身往我身上扑 我用自己的脸 蹭着石田的胸口 一边哭着说 原谅我吧 一边拼着浑身的力气 勒紧了腰带的两段 石田一声声吟 双手急速颤抖不止 但很快就瘫软了 我松开腰带 这回轮到我发抖了 我一大口喝干了桌子上的酒壶里剩的酒 又勒了勒 防止石田活过来 然后把剩下的腰带 藏在了枕头下面 接下去 我就去查看楼下的动静 站台静悄悄的 那里的挂钟 刚过后半夜两点 莫的 林子长叹一声 想必在听阿布丁勒死心爱男人的逼真场景当中 心情亢奋起来 酒目勒停顿 继续念下去 刑警问 其后被告切掉石田的阴京阴囊 在他左臂刻写自己的名字 在尸体和电路上 写书满座喜后逃走 讲一下这个情况 累死石田后 我彻底放下心来 感觉如释重负 心情豁然开朗 我马上喝光了一瓶啤酒 躺在石田的身边 见他嘴唇发干 就用舌头舔湿 或擦拭他的脸 我没觉得是守在尸体的旁边 石田比活着的时候还可爱 就一起躺到了早上 这当中 我心想既然勒死石田 那么自己也必须死掉才对 反正他离开这里 我想边摸石田那件东西的时间里 忽然心生一念 切掉带走好了 以前说 要切石田那件东西时 给他看的牛刀 还藏在画框后面 就拿下来 贴在根上试试 但一下子切不下来 花了相当长的时间 切的当中 牛刀滑落在大腿根那里 划出了伤口 我把切下的东西放在卫生纸上 但是伤口流出了好多血 我就一边用卫生纸捂着 一边用左手食指 沾血 抹在自己穿的贴身长袖口 和领口上 又在石田左腿血下 只定计两人 床单上也写了 然后用牛刀割下 定这个自己的名字 在窗台铁盆里洗了手 撕下枕边一本杂志的封皮 包了那宝贝物件 又把拖在一楼里的 石田六尺兜当布 缠在了腰间 把那宝贝包好 塞进了里面 之后 穿上石田的衬衫和内裤 外面穿上自己的衣服 扎上腰带 收拾好房间 沾洗的卫生纸什么的 都扔进了二楼的厕所 准备妥当后 只把牛刀用报纸包了 带在身上 吻别了石田 石田搭上毛毯 脸用手帕盖上 上午八点左右 下楼对女佣说 出去买点东西 不到中午 别叫醒她 自己就叫了辆出租车 钻了进去 阿布定 绞杀心爱男人 又切割其局部 这点 两人困在雪天中蝉四湖时 对林子讲过 多少有所重复 但久木还是照念 审讯记录给她听 刑警问 为什么要把石田的 阴巾和阴囊 切掉带走呢 作为原因 医生那是 再宝贝不过的物件 留在她身上 入链擦洗尸体时 老板娘肯定要碰的 而我不想让任何人碰她 二是 反正要把石田的尸体 留在那逃跑 若是有石田身上的东西 在自己身上 我会觉得仍然和她在一起 不会孤单 至于为什么 在石田的腿上和床单上写下 只要定级两人 意思是说 我通过累死石田 而得以把她完全的据为己有 我觉得应该把这点告诉世人 就从我和石田的名字中 各取一个字 写下了 只要定级两人 那为什么在石田的左臂上 也刻写定字 我想 让石田身体带着我 所以把自己的名字刻上了 为什么把石田的兜当布 和内衣穿在里面呢 因为兜当布 和内衣有男人的气味 我可以闻得到石田的味儿 也算是把石田的纪念物 带在身上了 那你再讲一下 作案后逃跑的路线 5月18号上午8时左右 离开蛮佐喜酒店时 身上有50来元钱 我决定先换衣服 就把一直穿着的衣服 在上野一家旧一店卖了 卖完 买了单和服 又买了包袱皮 把纸包里的牛刀包了 木鸡也换成了新的铜木鸡 之后给蛮佐喜打电话 告诉接电话的女佣 中午回去 自己回去前 请别叫醒石田 女佣说好的 于是我知道 杀人的事还没被发现 放下心来 我还给以前 关照过我的大公先生 打了电话 在日本瞧见他时 眼泪刷的一下子就出来了 我说无论发生什么 都跟老师您没有关系 说完和他告别 还有 在上野买的单和服太薄 就在新宿买了另一件 鞋纹BG单和服 和鸣鼓乌腰带 坐一元出租车 去到冰厅一座公园 心想反正是一死 就考虑去曾经待过的大阪 从升居山上跳到深谷里 此时审讯记录 即将破进阿布丁 被捕前的状况 请继续收听 杜边淳一的长篇小说 《诗乐园》 九幕接着念下去 被告 杀死石田那晚 你住在哪里 想在大阪寺来着 但没有马上死的勇气 打算留些时间 想想石田 就在夜里十点 去了浅草 名叫上野屋的 以前住过的旅店 在那儿洗了澡 带着宝费纸包 一起去了浴池 然后在二楼的房间躺下 这时候 这个那个的想了很多 边想边哭 觉没睡好 第二天一早 借来账台的报纸一看 满足起的事 连同我年轻时的照片 大大的报道出来 我心想 若是被旅店的人知道了 可就麻烦了 赶紧赴账 因为下雨 就借了木鸡和洋伞 走出了旅店 那说一下你十九号 被捕时的情况 由于下雨 即使去大阪 也要坐夜班车 去浅草 看完夏青石郎的电影 去品川站 买了三等车的车票 到发车还有将近两个小时 就在车站的小卖店 买了五份报纸 放进包里 打算过一会儿看 在站前餐饮店 喝酒喝困了 五点多 去附近名叫品川的旅店 做了按摩 那当中梦见了十天 担心他说什么 但是什么也没说 就放下心来 把按摩打发走后 吃饭 看晚报 一看 把我叫做高桥阿传 写得触目惊心 还说每个车站 都有刑警蹲守 这么着 大阪看来也去不成了 就决心 在这里死掉 可是 栏杆低 估计掉不死 就索性宁肯被捕 直到后半夜 一点也没睡 但是警察没来 只好第二天早上 让女佣 把房间换去厢房 认为在那里上吊时 只要把腿伸到院子里 就能死掉 我借来自来水笔和纸 给大公老师 黑川先生 和死了的石田 写了三封遗书 打算半夜吊死 喝完两瓶啤酒 躺下了 结果下午四点 左右警察就来了 我说 我是阿布丁 就被捕了 久木一直躺着念 有点年累了 但审讯记录 正要进入高潮 那就是阿布丁 被捕后的心境 被告 对本次案件 你是怎么想的 在紧实听时 我还乐意 谈石田的事 到了晚间 我盼望梦见石田 梦见了 就觉得他很可爱 心情好像很高兴 可是随着一天天过去 心情也一点点 发生着变化 近来开始后悔 后悔不该做那样的事 现在想 尽快地忘掉石田 所以往后不想再提这件事了 如果可能 希望最好别在大庭广众面前 问这个问那个的 请尽可能和上司商论一下 决定怎么判刑好了 我不抗诉 甘愿受罚 律师 也好像不需要 那你还有其他 想说明的事项吗 这件事 让我最遗憾的 是我被世人误解 为色情狂 关于这一点 请允许我解释一下 我是不是变态性欲者 只要调查一下我的过去 我想是不难明白的 以往我从未对别的男人 做过和石田同样的事 如果认准对方是自己喜欢的人 不要钱 和他玩的时候也是有的 但发生关系当中 也从未忘掉自己 考虑到时间和场合 都轻易地分手了 做得这么理性 致使男人目瞪口呆的时候 都有过 可是单单十天无可挑剔 勉强说来 是有点品位不够 而我反倒喜欢他这种 物拘无束的地方 全副身心地投了进去 我的事情已经大白于天下了 人们好像 多半当作笑话津津乐道 可我认为 女人喜欢男人的那件东西 是理所当然的 说白了 就算自己讨厌生育片 而若夫君喜欢 那么自己也不知不觉地 就喜欢了 一闻夫君棉外挂的气味 就满心地欢喜 喝自己喜欢的男人 喝剩的茶水 也觉得好喝 即使嘴对嘴 吃自己喜欢的男人 咬过的东西 也觉得幸福 男人让衣迹 脱脊 也是因为想自己独占 由于对男人太痴情了 想做我这回 做的这种事的女人 世上肯定还有的 只是不做罢了 当然 女人也各种各样 同恋爱相比 更看重物质的人 固然也有 但就算由于太喜欢了 而欲罢不能 而闹出 我闹出的这种事来 那也并不全是色情狂 酒目念完审讯记录 回头一看 林子的脸上微微泛红 大概对阿不定 活生生的供述 感到有些兴奋 酒目也觉得喉咙发干 起身从冰箱拿出啤酒 林子也爬起来 和酒目面对面的 坐在桌前 酒目边往杯里 倒啤酒边问 怎么样 真是不得了 林子嘀咕一句后说道 我完全误解了 阿不定这个人 在这以前 听你说把男人 那个地方切掉 觉得他是个 相当低级趣味的人 可根本不是那样 应该是个正直可爱的好人 听林子这么评价 酒目觉得念给他听 也是值得的 不过 居然有这样的资料 我怎么都想看来着 起初去法务省相求 但是被拒绝了 理由呢 是隐私性案件 除了用于学术性的研究 不能出事 你搞的 不就是学术性的 因为策划 从人物方面 回溯昭和史 所以我想是 没有问题的 但是不管怎么相求 都不给看 这种事情 还是好好公开 对阿不定的名誉 有好处吧 本来就是啊 但这方面属于 衙门特有的秘密主义吧 我左找右找当中 原来这种审讯记录 早已经出版了 啊 在哪来着 有一种所谓的秘本 专门收集这种 很难公开的 藏在黑暗里的东西 就是在那里看到的 那么说 也有别人看见了是吧 大概是负责 审讯的刑警 或做记录的书记员 等什么人 拿走了副本 后来呢 私下流传开来 那一来 再隐藏 岂不是也没意思了 不过 隐藏什么 才更像是衙门的吗 不觉之间 久木开始发泄 取材过程当中的不满 林子也好像有点渴了 喝了一口久木道的啤酒 然后 把载有阿不定审讯记录的书 拿在手里 施乐园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继续收听 日本作家杜边淳一的长篇小说 施乐园 由江峰播讲 林子好像也有点渴了 喝了一口久木道的啤酒 然后 把载有阿不定的审讯记录的书 拿在手里 翻开前面几页 有事发后 立即刊登在报纸上的 阿不定和吉赞两人的照片 接下去 是阿不定被捕时的照片 奇异的是 无论被捕的阿不定 还是逮捕他的警察 亦或是所辖警察署的署员们 全都笑眯眯的 活像庆祝什么的纪念照 久木说 可能是因为逮捕的太容易了吧 又是美女 警察们也够开心的 可那时候 不是警察和军人耀武扬威的恐怖时期吗 昭和十一年 往前一点点有二二六事件 日本一步步地跨入军国主义 正是黑暗动荡的年代 想必人们对那种时候还能贯彻 一己之爱的阿不定的行为产生了共鸣 一时有了 获救般的心情 林子点头 继续翻动书页 感觉上倒像是极不一般的猎奇事件 不过那个人的所作所为 并不是什么变态吧 这一句就说得不错 你看 想做我这回做的这种事的女人 身上肯定有 只是不做罢了 久木 半开玩笑地问 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林子当即点头 当然理解了 喜欢到那个地步 产生那样的心情 莫如说是自然而然的 不过 我觉得杀死 倒也好像不必 那方面 属于爱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如果喜欢那个人 喜欢得不得了 而要想完全独占 他也 没有别的选择吧 听得林子寻求自己的认同 久木一下子有些狼狈 但 真的是否实施 还是另当别论吧 的确 另当别论 但是要是真喜欢了 那可是很难说的 我想女人身上 总有那样的心情 久木属然觉得闷热 站起身来 不知是念阿布丁 审讯记录当中兴奋了 还是房间温度 多少身高了 反正 久木轻轻打开窗扇 来凉爽一下 春夜的凉风 舒然掠过脸颊 让人神清气爽 过来看 久木招呼林子 并站在了窗前 紧挨两人左侧 有一棵盛开的樱花树 树下可以看见 灯光照亮的水池 池水绕过露天玉池的前端 同映出幽悬的 能月堂的夜间池面 连在了一起 好安静啊 久木大大的吸了口气 似乎想让自己 从刚才念的阿布丁 那让人仿佛身临其境的 供述中逃脱出来 置身于这深山老林中 万类聚集的酒店 阿布丁案件 恍若发生在极其遥远的 另一个世界 久木抬起眼睛 仰望正面耸立的 黑曲曲的山巒 棱线远方横尘的夜空 正望着林子巧声滴雨 你看 樱花 应声回头 但见盛开的樱花树枝 有花瓣 忽有所思的飘落下来 其中一半落在眼下的池面 另一半随着徐来的夜风 飘来窗前 夜里 樱花也落得呀 林子此言 听了久木 觉得有了意外发现 毫无疑问 两人一起进露天玉池室也好 随后共同沉溺 姓氏室也好 再后来念审讯记录室也好 樱花都在持续的飘落 我们就这么休息时 樱花大概也不休息 落个不停呢 那么 由我们守护着好了 林子的心情固然理解 但久木 觉得有点累了 不知这是过于剧烈的 姓氏的关系 还是由于 年阿布丁供述书带来的亢奋 亦或是 二者混合而成的倦怠之故 反正只有樱花 在这深夜黑暗中 无声无息的 天然飘落 久木把手 悄悄搭在林子的肩头 小声说 休息吧 返回两人刚才弄乱的铺位 多少有些难为情 这次只管静静安睡就是了 久木先钻进了被窝 林子仍站在窗前 喃喃自语 窗子 多少留一点缝吧 确实 那样会有夜晚凉气进来 让人感觉舒适 久木闭着眼睛点头 林子 林子 吸掉了房间灯 钻了进来 久木伸出手去 像亲近 柔润的肌肤 林子 阻挡式的轻轻 按住久木的手 巧声说道 可那一来 女人够可怜的呀 久木一时不解其意 随即明白过来 林子说的是阿不定 换我就不做那样的事 哪怕再喜欢 把对方杀掉 也没意思是吧 久木也认同 是啊 就算杀了他 把他独占了 他以后的人生 是不是幸福 也是个疑问呢 刑满施放后 阿不定好像重新 在浅草一带 一家餐馆打工 但因为有人看见了 阿不定在了餐馆的广告 忠意也罢 不忠意也罢 都好像要暴露在那些人 好奇的目光下 久木说 即使尝了嘴 杀人犯 也还是杀人犯呢 唉 还是活下来的人难受啊 林子说的固然不错 而另一方面 被切去那个部位 死掉的男人 说可怜也足够可怜 唉 对谁都不是好事 是不是呢 只一个剩下来 是不可取的 只一个人 是啊 要死两个人一起死 那样就能永远在一起了 也不至于寂寞 久木有些觉得透不过气 稍稍背过身去 听得林子说一起死 久木颇为困惑 透不过气 想必也是因为这个 但林子并没有明确说死 只是嘀咕 与其闹出阿布丁那样的事件 不如一起死去 久木转念式地回过头 脸颊贴上迎面躺着的林子胸部 被阿布丁累死时 男人同样把脸颊贴在女子的胸部 与与之相同的姿势 接触林子 柔润肌肤过程中 久木的心情 逐渐缓和下来 在夜的静寂中 半是做梦 半是接吻当中 久木属然觉得 有什么轻碰嘴唇 宛如薄薄的薄膜 正感到诧异 嬉戏中又有一个青触过来 是什么呢 久木缓缓把脸凑近纸罩提灯一看 原来是两枚淡粉色的花花 花瓣 是樱花 林子也诧异地往这边看着 你的嘴唇上也是 听林子一说 久木这才发觉 自己嘴唇上也沾着花瓣 于是取下来 放在林子的胸部 花瓣多了一枚 一定是从那儿飘来的 久木眼望稍稍开着的 夜幕下的窗口 要整整飘落一夜的吧 看这光景 樱花不出一两天就要收尾了 就这样别动 久木暗住从红色贴身长衫露出的林子的尖头 一枚又一枚花瓣 随风天然飘来 林子雪白柔润的肌肤 渐渐被樱花瓣染成了樱花色 请继续收听杜边淳一的长篇小说 诗乐园 无论何年何月 樱花都像形色匆匆的行人那样疏忽而逝 惹人生发怜惜之情 再没有花式阑珊世界 看落花更奇迹的事了 季节像同樱花交替一样 转向了初夏 带来了日久天长 同时带来了百花齐放 例如紫藤 杜鹃 玉金香 鱼美人草 牡丹 石南花等等 数不胜数 争气斗艳 树木全都披上了清脆玉滴的新装 万象更新 生机勃勃 理所当然 人们把圣机一时而又若不禁风 装模作样的樱花望去一边 仿佛那一时前尘往事 由此往下 人们再不会像四月初那样 只对樱花患得患失 可以在铺天盖地的花海中 尽情徜徉 不折不扣 继樱花而来的五月 漫山遍野 无处不生花 现在 久木也以整个身心感受着 绚丽多彩的初夏世界 同时 心中犹如随风摇曳的 与美人草 微妙地 遥缠不止 事情发生在今年初 租的色谷的那个套间 在修缮寺 双方决定不再回家以来 两个人就把那里 作为自己的家 住了下来 现在只有这里 是其身之所了 但一试一听 空间未免局促 再说家具和日常用品 也都是急就张 临时凑起来的 多是又小又便宜的东西 到底感到有些不便 如果可能很想搬去宽敞些的地方 可是一来花费不是小数 二来为了一起放心居住 在户籍上也需要一枪而出 近来也许因为在一起的时候多了 公寓管理员和周围的人 似乎把两人看成了夫妇 但也好像有人觉得两人的关系有点蹊跷 理所当然 房子的事 久木也对林子说了 和久木不同 林子一整天都在房间里 理应深感 狭窄的不便 作家务 转不开身 衣服 因小箱里放不下 一部分塞进了塑料箱 那般喜欢的书法 都好像每天都在练 但纸是铺在吃饭用的矮桌上的 久木见了 感觉总有些穷困潦倒 令人不忍 何况这一切都是因为 黎家跟自己在一起 想到这里 久木就想 哪怕多花些钱 也要租多少大一些的房间才是 可是林子却反对 别勉强了 就在这儿好了 心情不难理解 想必不想让本世一介 工心族的久木过于勉强 但不管怎么说 从他不积极这点看来 也有可能对这里相当中意 房子大小无所谓的 只要你每天都回这里就可以了 听林子说的这么大度 久木觉得他更可爱了 不由得紧紧地落在怀里 即使说房子 说来说去 也还是为了两人相守 而意识到时 又已经 双双地贴在了一起 阿布丁的审讯记录上说 两人住酒店期间 只要有空闲 就紧贴紧靠 恨不得把对方 吞进肚里 两人与此完全接近 话虽这么说 但并非总是做爱 更多时候 仅仅是胳膊腿的相互接触 即使久木碰林子的胸 林子碰久木的隐秘处 也只是看着或轻轻地抚摸 相互嬉戏而已 旧事交合的时候也有 但一般来说 察觉到时 已经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休息日午后 等大白天做这样的事 两人美美觉得 仿佛成了被关在 狭小地窖里的性囚犯 林子所以不愿意离开这里 说不定是因为整个身心 都已经被房间中 潜伏的这种 淫荡氛围 彻底感染的缘故 总之有一点可以断定 这段时间 林子对性的好奇心 更加强烈了 例如五月初星期日的傍晚 两人外出购物回来路上 顺便走进了一家小家具店 久木进来 本来是想为林子买一张 练书法的烧大些的桌子 但东看西看时间里 发现有镜子 既有戴 老老实实的 底座的穿衣镜 又有戴简易四框的镜子 看着看着 久木忽然心神荡漾 随口说了一句 那东西 放在床边可好 久木想起年初 在横滨那家酒店 优惠时 让林子在镜前 脱衣服时的清静 就半开玩笑的提议 不料林子 马上就来了兴致问道 那旁边放得下吗 床的一侧是墙壁 不可能靠墙房 如果要贴在墙上 倒是可以的 放那么大的家伙 两个人都会照进去的哦 久木意在威胁 而林子当即小声赞成 买就好了 最终让店里当天就送货上门 夜里送到后 即刻放在了床边 两人双双迫不及待地上床躺下 又拿了台灯 把光打在镜子上 再把镜子稍稍地倾斜 结果两人的下半身 闪现了出来 尤其镜子里的林子的身影 久木一看就兴奋不已 林子所受到的刺激也差不多 两个人梦一式地连声叫道 不得了不得了 对这样的林子 久木诚然觉得可爱 但另一方面 有多少有些害怕 如果天天如此 林子会沉溺到什么地步呢 虽说自己也有责任 但一发不可遏制的林子这个女人 仿佛成了不同于以往的 另一个生命体 况且床边放了镜子 使得两人房间 更像是淫晦不堪的密室了 外出购物 还有个两人第一次去的地方 那就是位于四谷繁华大街旁边 一条小路深处的所谓成人用品店 当时并不是一开始就打定主意去哪儿的 而是漫不经心地在小路闲逛时偶然碰上的 劝诱的当然是久木 我们进去看看 林子好像不大明白是什么店 默默地跟进去一看 里面挂满了花花绿绿俗不可耐的三角裤和皮鞭子一类的东西 林子这才好像意识到 这不是普通的商店 看到形形色色的振动管和环状物 林子似乎察觉 这不是女性来的地方 她拉住久木的袖口 说了声 讨厌 随即低下眼睛 她好像无意回去 反而躲在久木背后细看 看着看着 大概来了兴致 指着振动管门 那个是干什么的 久木 半是恶作剧的拿在手上 对着林子的胯肩 林子慌忙用双手挡住 摇头道 别 别 久木很想寻背过脸去的林子开心 就出不少钱买了下来 但返回住处 当即一个人 看着苦笑 你们男的 买这东西觉得好玩 其实那店里差不多所有的东西 都是为了讨女性欢欣勇的 跟这东西相比 绝对是你那个好 听林子这么说 自是输了一口气 可这样一来 小房间更加成了 两人的私密天地 施乐园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继续收听 日本作家杜边淳一的长篇小说 施乐园 由江峰播讲 说清楚些 该说久木现在被林子拖着才对 镜子也罢 成人用品也罢 久木不过半开玩笑地 说买回来给他看看罢了 但回国神一看 沉浸在银当中尽情享用的 莫如说更是林子 两人息息交合时 也是林子方面不知厌债为何物 直到久木淡尽良觉 疲惫不堪 以致再也无力应战时 一再拖延的银戏 才好歹告终 在性方面 女性本来就咄咄逼人 英勇善战 或者莫如说 女性一旦得知性快感 就像无底洞一样 深不可测 无尽无休 相比之下 男人的冲锋线阵之类 不过像在迟着水面打挺的鱼一样 浅尝辙止 稍纵即逝 就好比有限与无限之争 无论快感的深度 还是获取快感的后续力 男人都根本不是女性的对手 近来 久木再次对此深有感触 心服口服 到了这个地步 像最初那样主导和开刀女性 早已没了意义 不错 久木是耐心而卖力地引导了林子 但察觉到时 自己的学生早已成长起来 成了就连调教者 都已束手无策的强大对手 丈夫之所以为交不交给妻子性快乐而犹豫 就是因为惧怕着强大对手的出现 一旦把妻子领去那里 丈夫就必须不断鞭策自己 以便半永久性地让妻子心满意足 男人一边想让所爱女性变成荡妇 一边迟迟不肯付出实施 无非是因为担心地成为自己日复一日的负担而重重压在自己头上 但是若是对外遇女性就能够断然实施 纵使一起知道了无尽的快乐 而只要止于外遇 就不至于成为每天的功课而压在头上 何况可以酌情地逃之夭夭 然而眼下的久木已被在外面认识 本来可以摆脱的女性死死地勤住不放 一如粘在蜘蛛网上的小飞虫 无论怎么挣扎 都无济于事 尽管如此 同龄子相好已有一年多时间过去了 而自己仍被如此吸引 这又是为什么呢 有的恋人不出一年就烦了割奔东西 然而两人不仅没有割奔东西 反倒愈发一往情深 或者莫如说正在堕入 看不见出口的热恋地狱 最主要的理由还是在于两人都碰上了性爱潜在的深不见底的世界 不用说 这是认识林子这个女性之后才得以抵达的世界 此外 无论同妻子还是同其他女性都未能抵达的深渊 在得到林子这个伙伴之后 终于得以抵达 这点就林子来说也是同样 通过认识九木这个男性 林子才似乎意识到天旋地转的心爱世界 不过 林子的一个吸引力 在于从不把这一切显露于外 迄今见过林子的几乎所有男性 都似乎认为林子优雅贤尽 是一位对性无甚兴趣的严肃女性 其实完全相反 表面上重规重矩 凛然难反 而一旦进入性爱世界 就淫荡的难以置信 这种对比的深度和被得意味 撩拨着男人的好奇心 不料隐藏在体内的淫荡 近来好像有所外现 两人一起走时 男人们时不时向林子头一飞眼 不仅如此 据林子说 他一个人在公园路上等地方行走的时候 经常有人跟他打招呼 就在前几天 还有两个年轻男性接连引诱说 跟我们玩玩好吗 林子说 我 真有魅力不成 九木不中意这种装糊涂的说法 男人是可以凭借直觉 秀出银当女人的 都怪你 把人家弄成这种女人 林子 尾过于人 九木开玩笑说 下次出门的时候 得用铁链把你拴好才行 而实际上 被铁链锁牢的 莫如说 是九木 毫无疑问 九木现在被林子纵横交错的 蜘蛛网彻底围隆起来 当初本应是九木 拉出的蜘蛛网 如今反而成了 缠住九木本人的网 死死地缠住不放 九木不时为处于 如此状态的自己 感到可怜和窝囊 既然是自己 好不容易笼络住的 心爱女性 那么就不能多少 以自己的步调为主吗 如此下去 岂不等于彻底就范 任其随意摆弄不成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 堕入这个地步 自有这个地步的快活 事已至此 再绞尽脑汁 也纯属徒劳 往下听之认知好了 只管堕落好了 这既是一种豁达 又是一种无奈 一种尾身于主动放荡 和堕落的本能 九木的心思 似乎微妙传导给了林子 每次叹气 林子都劝他 别想太多 把他拉进 更加隐秘的 两人世界中 的确 如果认真考虑 两人前程 和生计什么的 就不可能一味沉溺于 眼下怠惰的日日夜夜 总要在哪里 做个了结 对双方的家庭 也该有个交代 可是现在的九木 几乎没有心绪 面对现实中的郁闷 按理 同妻子离婚的事 及其相关的种种问题 本应该尽快处理 但时至如今 就连这个也打不及精神 如果妻子 再提一次分手 自己是打算离婚的 但他不提 就这样也未尝不可 这点林子 也好像一样 任由同丈夫 处于绝缘状态 自己无意积极地 推动离婚的进程 说到底 除了一味沉溺于 二人世界 两人眼下什么都不想 逃避责任 这点心智肚明 可是时至现在 两人即便幡然醒悟 返回家中 也于事无补 大比方说 两人现在恐怕 已彻底陷入了 无名长夜的黑暗中 那黑暗 也是不知所中的 名为 淫荡的地狱 从旁人眼里 那分明是令人 瞠目结舌的颓废行为 但两个当事者 并不认为多么不好 就算是黑暗 也已在肉欲盒中 随波逐流 时而陶醉于 头晕目眩的快感之中 若只看这点 说是在极乐花园中玩耍 也并无不可 两人追求的 早已是挑战 肉体极限的 欢愉顶点 但是 几乎不出房间的林子 倒也罢了 而对于天天上班的酒目 现实与梦幻生活之间 势必会出现破绽 白天来社里 跟同事们见面 服务工作是事实 但二人世界中的 糜烂生活 则近乎似梦非梦的幻觉 往来与这两种 截然不同的世界 而使之浑容无间 几乎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 色谷糜烂生活的气息 在来办公室后 也难免会流露出来 女秘书曾试探到 近来 好像有点疲惫嘛 如果再打个朵 又冷嘲热讽的说 九木君 最好别太勉强哟 男同事 到底没说到那个程度 但也好像看出了 九木的无精打采 和荒废感 要好的村松担忧地问 身体不要紧的 九木每次都堂死了事 但到了五月中旬 连续留宿在外这点 终于瞒不住了 起因是村松有急事 找九木 往九木家里打电话时 妻子的答话 那个人已经好久不住这边了 什么都不知道 与其那般的冷淡 全然不假掩饰 只是吵了几句嘴 没什么的 当场倒是好歹应付过去 但九木外面有女人 并且难以自拔一事 完全成了公开的秘密 请继续收听 杜边淳一的长篇小说 《诗乐园》 作为工心族 通过工作从公司领薪水 从这里来说 个人生活 哪怕多少出格一些 而只要工作圆满完成 就应该没有问题 但实际上 如果私事上面有了麻烦 也还是免不了 给本人在单位的处境 带来微妙的影响 比如 如果由于同妻子 和另一女性 有三角关系 而要好的那个女性 闹到公司来 或夫人找上司投诉 那么就有相当不小的 负面影响 虽说住晚舍 在男女问题上 比银行宽容 但讨厌这类麻烦 事的倾向 也肯定是有的 当然 久木是闲职 并没有承担 那么多重要的工作 而且麻烦事 也没有表面化 只是同伴 从妻子 偶尔接电话时的回应中 得知他可能 和别的女性在一起 但此后不出几天 当办公室里 偏桥只剩两人时 算是市长的林木 漫不经心的大话道 那个 怕是够瘦的吧 久木当即意识到 是在说自己和林子的事 但作为自己 无法应答 啊 这个 久木 含糊其词 林木不挖苦地 接了一句 不过呢 井里充沛 让人羡慕啊 林木的话 只说到这里 也并没有再提醒什么 似乎只是想把 自己也听了的 传闻这点告诉他 可是毫无疑问 调查室里 已经无人不晓了 到了这个时候 就算无人不晓 也无需惊慌失措了 因为离家一事 迟早要被知道的 此时知道 反倒了却了一桩心事 久木这么自言自语 但另一方面 自己在社里 被大家怎么看呢 到底让人耿耿于怀 归根结底 降职加上家庭失和 显而易见 重新出阵的可能性 已经彻底消失了 单位有了烦心事 自然闷在家里不动 而久木并非在社里 有什么不妙的事 不外乎 离家同别的女性 同机这件事 被大家知道罢了 可是每当调查室 同伴们小声在说着什么 她就觉得是在说自己 心里一阵的不安 即使碰见室外的同事 也开始觉得 好像在议论自己了 正所谓疑心深暗鬼 即使自己的处境 愈发变得局促不安 而冲淡这种不安 和提供慰藉的 仍然只有林子 反正一同到色谷小套间 同林子单独相守 什么人世间的常识了 伦理了 就全然的与己无关 得以沉浸在两人世界中 而且只要待在这小套间里 就再也无人说三倒四 无人指击两骨 得以为所欲为 偷懒耍华也好 疯狂纵欲也好 都没有人指手画脚 平头品足 何况旁边总有女性守护 接受自己 所以闷在房间里 也可以说是 视之所趋 不过 九木尽管在两人小套间里 得以稀释外面的疲劳 休整身心 但有时 仍有始料未及的不安 疏然掠过心头 这样日复一日 同林子沉溺于两人世界之间 岂不要疏离社会里的同伴 以致社会 回过神世 只剩两人 面面相去了吗 虽说这样的生活无可厚非 但是长此以往 自己同社会的距离 势必会越来越大 复位会越来越难 九木尤其痛感这点的 是在同一川久别重逢之时 赵丽是一川打来电话 在银座那家熟悉的小餐馆相见 上次直接见面 还是去年秋天 林子书法晚会的事 那一来 快有八年了 没联系的时间是够长的了 那期间九木整个心思都放在林子身上 也是因了这种难为情 九木没有主动联系 一川也似乎体谅各种的情友 避免靠近 久违的一川比以前胖了 也更有气度了 说话也咄咄逼人 一开口就问 一想可好啊 一副像后背问号的语气 啊 还是老样子 九木含含糊糊 一川一口喝干了啤酒 哎 和他越来越妙吧 九木不喜欢那种试探的眼神 背过脸去 一川不予理会 反正那么好的女人呢 是不多的 千万别让他跑掉 加油 说法固然是鼓励 可是不言而喻 其中含有噎鱼和挖苦的成分 不过呢 他居然离家和你在一起 没以为这么有勇气的 你是从哪听来的 这个嘛 知道的 我的情报网 也不是小乔的吧 一川说的倒是洋洋得意 但估计是从文化中心 上课的 同林子要好的书法老师口中得知的 他还在练书法吧 啊 时不时 他那样的人 可够可惜的 今春也没送展吧 确实 林子说无论如何 也进入不了潜心书法的状态 只好放弃参加春季书法展览会 以前 他倒是跟我说过 想离家独立的 久木不置可否的点着头 想起上次求一川 让他当专任中心讲师的事来 不过呢 和你在一起 也用不着工作了 久木听的时间里 得知一川早已 没了为林子工作斡旋的心思 可是呢 那么有才华的人 就这么埋没了 也够可惜的 说到这儿 一川夸张的叹息一声 哎 果着那样的话 可是你的责任哦 见一川还不到三十分钟 久木却觉出一种窒息感 或者莫如说 觉得如坐针针 去年时 见他时还没有这种感觉 这种违和感是什么呢 这半年来 自己一直沉溺于同林子的情恋 一川则作为健全的正常人生活 难道是这两种的感觉 差异不成 一川不止久木正在思索这个 轻轻地探过上半身问道 对了 社里那边怎么样啊 凑合吧 听了这也回答的 魔灵两可 一川多少献出无奈的神色 你的说法总是不清不楚的 九木听了 想起去年年底 一川劝自己去他以前的报社出版局的事 那时没能下定决心 说得含糊其词 而一川后来也没再问过 对你 恐怕还是现在这个地方比较合适 听起来 一川似乎是想把上次的提议 委婉地归零 时至现在 九木当然也无意再动 沉默之间 一川改变了话题 哎 怎么样 不再去中心上上课 算了 现在再去文化中心拿一点酬金 也没什么意思 不过 我那儿 可不是小瞧得了的 近来 也许因为增设了新的讲座 听的人挺多的 在整个中京 那也算是相当有成绩的 那当然好 这么着 前不久呢 我还得了社长奖 七月初 可能当统领东京旅区的本部长 看来 一川今天是为了说这个来见九木的 那可可喜可贺 九木一边给一川倒啤酒 一边想明白了 刚才的违和感 说不定来自即将近生之人 同正在落魄之人的生态差异 诗乐园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继续收听 日本作家杜边纯一的长篇小说 诗乐园 由江峰播讲 见过一川 九木多少有些沮丧 不过 这并非因为听得一川 即将容认统领所有文化中心的本部长 即使他飞黄腾达 也是另一单位的人 同九木没有直接的关系 相比之下 让他在意的是一川 以一川的形式拼命工作 而自己却不正经工作 而沉溺于同林子的情恋 说夸张些 原因在于自己 都为这么我行我素 无言面对世人的自己 感到目瞪口呆 羞愧不已 这样做到底合适不合适呢 这也是自从两人 入住澀谷小桃圈以来 始终思考的一点 而在见了一川后 想的就更多了 不料半个月后 就像等不及六月的梅雨时节似的 传来了更加令人沮丧的消息 一直疗养的水口 与梅雨到来的第三天 在城内一家医院病故 水口虽然年龄大自己一岁 但也是因为同期进入出版社的 两人关系很好 晋升步调也差不多 可是在久木由出版部长 转去调查室后 两人拉开了距离 水口身为董事 起了去年年底 被突然派去分社 之后不久 升为分社的社长 但刚开始施展拳脚 就被肺癌击倒了 三月做了手术 久木也去看过 但听家人说 为时已晚 正当自己犹豫 该不该再去看望之间 病情好像进一步的恶化了 本社董事 马龙分社社长 水口吴郎氏 今晨五十二十分去世 社内通知的后面 标已享年五十四岁 久木看了 想起三个月前 去看望水口时说的话 反正人总是要老 总有一死 所以能干的时候 必须干个尽兴才是 水口直到去世 莫非都再这么想不成 水口守灵之夜 从去世一日午后六十开始 在位于条部的 自家附近的寺院进行 葬礼准备 由社里的年轻人承担 久木稍稍提前去了 一看已经来了许多调研的客人 念经即将开始 灵坛中央 鲜花簇拥着水口脸庞 是两三年前拍摄的 面带笑意 两眼炯炯有神 令人觉出健康时的雄心壮志 虽说去了分社 但毕竟是现役社长 从灵坛左右到会场两侧 摆满了各出版社社长 及编辑发行 书店等人士送来的花圈 木土之间不知何故 久木想起了夭折这个字眼 对于五十四岁去世的人 说夭折也许不自然 但作为同代人的心情 还是觉得为时过早 不管怎样 水口喜欢工作 是个爱舍儒家之人 那样的人先死了 而自己这样的多余者 却悠哉悠哉地活着 想来也真是不可思议 甚至啼小皆非 过了一会儿开始上香 久木站在队列里 认识的人很多 其中同期入社 当营业部长的钟泽 站在自己的旁边 互相以目示意 随着一步步走进灵潭 久木更加真切地 感觉到水口已经死去 对着一向 双手合十 你为什么死去了呢 此刻久木只能这么说 在悼念水口的死 为他祈求民服之前 久木思考的是他 为什么这么匆忙 踏上了死亡之路 这一点他到现在 也难以理解 无法释怀 虽说病是某一天突然袭来的 但只能说是不小心 踩上了癌这个地雷 水口和自己之所以阴阳两格 差别仅在于是否踩上了这个地雷 如此不释然之间上完香 向其一流的亲人 表示完哀悼之意 正要离场 钟泽要他过去一下 出口的旁边有休息室 亲朋故友似乎正在那里集中 因为是为水口的守灵之夜 很想在那里和大家谈谈死者 问题是进去后难免遇见舍里的老伙伴 作为久木对身居贤职这点 多少有些在意 但也可能是自己想过头了 钟泽说 就一小会儿没什么吧 进去一看 里面已经聚集了二三十人 正在喝啤酒 久木同其中认识的人简单寒暄 刚一坐下 钟泽马上来答话 那家伙可是说羡慕你来着 我 久木反问道 钟泽擦去嘴唇边上的啤酒墨 他从早到晚只知道工作 忙个没完没了 可也是乐在其中的吧 那当然 毕竟是因为喜欢才那样的 但是去分社后呢 好像终于对自己过去的人生有了疑问 那算什么呢 可就在他想 多少活得轻松些的时候 结果给癌症击倒了 与此类似的话 久木去看望时 也从水口口中听得的 他要是能像你这样就好了 像我这样 用不着隐瞒 是和喜欢的女性在一起的吧 这种事居然传到了钟泽的耳朵里 久木心情沉重起来 工作呢 当然好 但也想像你那样来一场恋爱 尤其到了咱们这个年龄 可他是爱着太太的呀 不错 他是下手晚了 不过看这样的死法 觉得好像被什么追着似的 长此以往怎么说呢 总觉得缺点什么 或者有些寂寞 围棋朋友刚刚去世之时 觉得钟泽所说的分外有实感 但要认真爱一个女性 不投入全副身心是不行的 而那就是不得了的负担 各种的情况 钟泽又能知道多少呢 久木在这里 也约略产生了违和感 钟泽设想的是守护家庭的同时 和众议的女性相恋 家庭这个稳定感 情恋的这个兴奋点 两头田 似乎都想尝个够 想必那是向往情恋中的 中老年男人们怀有的共同愿望 老师说 同林子相识之初 久木也心想 要是时不时同此人吃吃饭 沉浸在浪漫情调里 该有多妙 即使不久推进一步 有了深入的关系之后 也没想到家庭会因此乱了阵脚 可眼下如何呢 久木的家庭 岂止乱了阵脚 简直冰雨崩溃 到底什么时候 开始变成这个样子的呢 就连久木本身也稀里糊涂 乃至清醒过来 已经发展到了 不可挽回的地步 在如此状态下 被中泽说什么羡慕你 可不好办 羡慕的是对方的自由 而其背后有着只有坠入秦王的当事者 才知晓的无数痛楚和苦闷 自不代言 中泽似乎并不知道 久木的家庭已经如此的分崩离析 久木同林子两人已经无限堕入清炼地狱之中 他只是像眼下流行的城市白领电视剧那样 以为争吵几句 再互相安慰几句 最后因了诚实了体谅了什么的幸福从天而降 假如对这种浅薄的肥皂剧情节执迷不悟 那可就是个问题了 说白了 久木现在没心思沉浸在那种只有甜美气氛的世界中 不 不能沉浸还是想沉浸的 但两人的状态重返那里已经过迟了 静音到这个地步 早已是理性或良知无法控制的了 一切有生命之物 从降生这个世界开始 就像原罪一样被身体深处隐藏的本能冲动纠缠不放 为之痛苦挣扎 请继续收听渡边淳一的长篇小说 《诗乐园》 久木和林子往下的爱 乃是无关乎体谅和诚实的生命相克 最后只能归于毁坏或毁灭 如此焦头烂额不寒而栗之时 被人家说什么羡慕 那已经不止于烦躁 甚至开始有些气恼了 休息室的 雕验的客人更多了 好像已经有四五十人 看看到底是死于现役期间 葬礼也够盛大的 如中泽所说 尽管水口去了分社 但毕竟是总社的董事 从出版界到广播电视广告界 来的人各种各样 还年轻就死了 当然遗憾 但若是死在退休之后 怕一半人都不会来 不过他交际很广的 久木看着灵坛周围排列的花圈嘀咕道 光靠交际来不了那么多人 这可未必 人这东西 对没有利用价值的人是冷淡的 可人死后还来的 该是真正的朋友吧 这么说也对吧 突如其来这么一句 久木不得其解 中泽献出调皮的神情 那如果是你 他肯定会来的吧 可惜 我没那样的女性 哪里 否定之后 久木发觉自己从未设想过那样的场景 有什么只管跟我说好了 人家特意来了 你也不能把他扔在角落里 不管 也够可怜的 何至于啊 中泽大约是在想象久木的妻子 是丧事的主人 而林子前来吊丧的场面 但那种事 根本不可能发生 还是说 你那时候由现在的他 当丧事的主人 中泽似乎意犹未尽 但那种情形 自己想都没有想过 反正葬礼 可是人一生的缩影啊 一定要小心为好 说告辞了 好像又有新客人进来了 久木起身 那你这就去他那里 否定也很难让中泽相信 久木默然 可你总不至于和那个人结婚吧 我 恒山他们担心着呢 看来中泽还是从调查室同事那里 听得林子的事 还没想到那里呢 那就好 因为你这个人呢 不止会恼出什么来 不知 那是往事了 见中泽苦笑 久木想起了三年前那场麻烦事 那时久木是出版部长 反对出一本宗教方面的书 如果出这本书 能卖出不少 这是晓得的 但考虑到主办方宣传味道太浓 于是判断有为出版社的形象 但是也是因为他一向反对销量第一主义 以至同推进派董事之间发生了摩擦 终归暂缓了出版 当时中泽在营业部居中斡旋了此事 他想起了那件事情 啊 这个和那个倒不是一回事 久木本想说当然不是一回事 但现在他对工作已经没了当时的热情 那么现在见了 久木朝中泽轻轻地举起手 走出了房间 直接走到私铁站 从那里乘电车返回色谷 并没特别做什么事 只是参加守灵上香喝一点点啤酒 却很疲惫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水口之死 致使自己安然神伤 固然是个原因 但见了中泽等同事 使得自己觉得 唯独自己离群所居 独自在另一个世界上往来彷徨 说不定是这种违和感或孤独感 让自己更加的疲惫 晚上八点已过 开往城市中心的电车空了 久木坐在靠一头的座位上 想起刚才中泽说的话 总不至于和那个人结婚吧 中泽似乎是随口之言 但也可能真有些放心不下 一如传闻所说 两人现已双双离家同居 社会体面也好 亲子意志也好 统统的置之度外 一头扎进了两人世界 既然做了如此决断 且以付诸行动 那么下一步考虑的 就是结婚 周围祝福也罢 不祝福也罢 反正要先建立新的家庭 从头做起 此乃 是之常理 然而费解的是 久木至今根本没考虑 和林子结婚 一起构筑家庭 尽管想把两人 现在住的套间换大一些 也想有个放书的地方 但没有考虑进入新的生活 而奇异的是 林子也一样 不曾从他口中听得 想结婚那种说法 久木本人也没说过 两人如此难舍难分 却为什么一直 没有考虑结婚呢 诚然 林子的丈夫 短时间内不可能同意离婚 在这种状态下结婚 将犯重婚罪 久木这方面 即使妻子同意离婚 而一旦落实起来 难免围绕财产分割 和家里的事 而有很多的麻烦 只要这方面 没有梳理清楚 就不能轻易的再婚 何况 单单同时离家同居这一点 迄今都已经是焦头烂额 根本没闲工夫进一步 考虑结婚的事情 所以说忘了 自是容易理解 但果真是那样的吗 两人在一起的时间 无限之多 只想有一方提出结婚 即可水到渠成 然而双双 进入寒蝉 原因何在呢 有个雨声 对思索中的久木说道 说不定 两人都害怕结婚 久木在夜班电车上 再次询问自己的心 因为害怕什么 而不能迈出 结婚这步呢 现在固然形同分居 但久木同妻子 曾经处于恋爱关系 当然没有 同当下的林子之间 这般如干柴烈火 可也毕竟 相应爱着 并且双双认为 此人适合 做自己的终身伴侣 才结婚的 但是结婚25年过后 已然破绽百出 现已到了 无法修复的地步 出破绽的直接原因 自然是久木沉溺于林子 而另一方面 即便没有林子 也肯定早就有了 相当大的裂缝 尽管如此 那般被大家祝福 两人也深以为牢固的爱 还是消失了 消失得轻松之质 而又凄惨之质 这是为什么呢 顺理成章 日常和惰性 这样的字眼浮上脑海 或许 在婚后 埋头于日常 这一玄武中的一瞬间 任何爱 都要流于惰性 而不断地消失 即使通林子 如此刻骨铭心的爱 也盖莫能外 或许 久木 迄今 不提结婚 林子 也不提 是因为各自 已经结过一次婚 甚至结婚 既是 安适性的保障 又是惰性 与懒散 这一恶魔盘踞的场所 想到这里 久木 默然想起 阿不定 杀十天急葬 是关系深入后 仅仅过了三个月的事 那般疯狂的性爱结果是 女方因爱到极点 而杀了男人 或许正因为 相识仅仅三个月 第三个月 正是激情 如盛开怒放的花一样 熊熊燃烧之时 所以 才起了杀心 假如两人在半年 或一年后结了婚 那般强烈的爱也好 占有欲也好 就不会涌出 相反 为其爱之烈 也就恨之深 迟早分手 也未可知 毫无疑问 爱 也有花季的问题 如此思来想去之间 久木到了色谷 已经是九点了 施乐园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继续收听 日本作家 杜边淳一的长篇小说 《诗乐园》 由江峰播讲 一如往日 车站周围 到处是匆匆赶路回家的 工心族 和赶往热闹场所的年轻人 穿过这样的人群 从匡阔的路面 爬上徐缓的坡路 往小路一拐 顿时 四下悄然 第一条巷口的拐角 就是九木住的公寓 五层建筑 不很大 一共只住三十户 租住时 说是十五年房龄 但已经相当陈旧了 楼门那里的 玉制版院墙 就那样塌在那里 不知何故 回到试天谷家时 有回来了的感觉 但这个小套间 总好像给人以 赶来两人偷情的据点之感 进去前 都需要匆匆地四下打量 当然 公寓周围冷冷清清的 一个人也没有 九木看好后走了进去 乘电梯上到四楼 按响了拐角 第二个房间的门铃 林子在里面时 总是迫不及待地 一跃而出 但今晚有些迟缓 九木有点纳闷 再次按铃 正要用自己的钥匙 开门时 门终于从内侧开了 现出了林子的脸 你回来了 话是同一句话 但声音有些含糊 眼睛也好像没抬 九木马上问 怎么了 林子没有应声 发生什么事了 脱下叼咽的礼服 又问了一句 林子边把衣服 挂上衣架边说 刚才母亲来电话了 林子最近把这小套间的位置 和电话号码 只告诉了横滨母亲一个人 从她不悦的表情看 猜得出电话内容 不会让人欢心鼓舞 那么 又这个那个的说了很多 最后说 要断绝母女关系 只说到这里 林子就手舞眼角 九木换上家常服 坐在沙发上 大大的叹了口气 林子给娘家母亲 训斥了几次这点 已经听说了 对擅自离家 跟别的男人同居的女儿 母亲严加斥责 自然是理所当然 但是宣布断绝母女关系 这应该是第一次 九木问道 电话是突然打来的 我关在这儿 一直没和娘家联系 结果母亲 怕是觉得不能放任 不管吧 真的说 断绝关系了 说了 说再也不是母亲 不是女儿 再也不要跨进家门一步 林子母亲严厉这点 以前就听说了 尽管如此 但也还是说得够重的了 那么说 母亲对离婚 还是不能理解 对这个好像已经不抱希望了 只是 事情还没说清楚 就擅自离家 跟别的男人住在一起 这是不可原谅的 还说 从未养过这么淫乱的女儿 淫乱 九木不由地巧声重复 的确 在这房间里反复进行的 也只能说是淫乱 可是请不要忘记 这背后是有压倒一切的爱的 可你解释了吗 解释也解释不通的 说我这人老是受骗了 还说我被身体牵着走 被那东西弄得神魂颠倒 好一个可怜的女人 九木 无言以对 林子叹息一声 接着说 唉 我说不光是那个 但是母亲不明白 也倒是 这种事不实际体验 是不可能明白的吧 虽说是母女 但这也是很难进行的对话 母亲对沉溺于爱的女儿 一再强调是被身体牵着走 女儿对母亲否定说不是那样 断定母亲不从体验到那个程度 不可思议的是后来 尽管有那般强烈的抵触情绪 但被宣布不是母亲不是女儿 也还是受了打击 哭了起来 到底是女儿啊 不管怎样 撕裂一对要好的母女 将其拽进根本性斗争的罪魁祸首 是自己 这么一想 九木在感到责任的同时 觉得坐立不安 我真的只剩这里了 九木把手放在垂头丧气的林子肩上 不要紧的 总有一天母亲会理解的 不可能的 她不曾爱一个人爱到那种程度 是你爱得更深 母亲的人 认为无论什么都是扑扑通通 稳稳当当才好不过了 现在 想必林子切切实实感到 作为女儿 已经完全超越了母亲那个世界 不过 母亲即使不理解也没关系 只要你理解 我当然理解 突然林子主动地扑在九木的怀里 快 抱我 狠狠地抱住我 九木音声紧紧地抱住 林子进而喊道 打我 狠狠地打 打你 对 劈头盖脸地打 我是坏孩子 说到这里 林子祸得站起 扒开胸口 试着解开衬衫扣 开始脱衣服 九木不知如何是好 只管看着林子 在自行脱去衣服 而赤身裸体的林子身上 看出了与自己相通的 孤独阴影 现在 家庭自不必说 和社里的同伴也格格不入 承受着唯独自己一人处于真空状态的孤独感的折磨 而林子也似乎一样 在自存有生以来 再无二次的深爱的裹挟之下 越是勇往直前 越是为世人 为亲人所抛弃 只剩下自己 形单影之 被周围拒绝疏离的男女 最后赖以寄身之处 只有同样孤立的男方 或者女方身边 寂寞的男人和寂寞的女人 相互靠近 尽情尽性 为所欲为 除此 别无一致 各自孤独的办法 此刻 林子恰恰甩出整个身子 来寻求这种治疗 这种拯救 喂 你打呀 狠狠地打 仿佛地窖黑乎乎下沉的床上 只见林子一丝不挂地趴着不动 那样子就好像黑暗的地牢 混进一只白色的蝴蝶 给九木以有为场合之感 究竟用什么打这只蝴蝶好呢 那家莫名其妙的店里墙壁上 挂着尖端分好多差的鞭子是可以的 问题是不可能有那玩意儿 四顾之间 九木陡然想起裤子上有皮带 于是抽出皮带拿在了右手 真的可以打吗 可以 打 再犹豫不决 反倒是对伏地哀求的蝴蝶的羞辱 九木又一次盯视着雪白的肌肤 像祈求饶恕似的吞了口唾液 下一瞬间急大大的拉开架势 一挥而下 刹那间 又高又顿吃紧皮肤的声音响彻了房间 不知是声音还是悲鸣的雨声 从女体泄露了出来 住手 想必主动求打 而真正承受鞭打是头一遭 林子很快怕了想逃 九木之若网门又接连打了两边 林子在床上来回爬着叫着 疼 快住手 看来是林子想错了 说是要受鞭打 但他追求的与其说是被打的痛感 莫如说是对被打自己的形象和瞬间受虐感的想象 然而果真的被打了 发觉比预想的要疼 疼不可耐 快住手 听他再次苦求 九木扔下了皮带 是疼了 还用说 太狠了 只挨了几下 林子就好像彻底的受够了 怎么样 留没留下伤痕 打开床头 一看 从后背到臀部 击到红红的边痕 纵横交错着 有些发红 你打得太狠 太厉害了 不是你叫我打的吗 我没以为你那么真打 林子说的颇有些出尔反尔自相矛盾 很快就会好的 九木把手指按在白色皮肤古畜的红道道上 林子小声地嘟囔着 就那里麻麻的 没感觉 如此说吧 林子忽然想起似的说 对了 最后要打你 报复 不行不行 男人这东西 打也没什么意思 九木说的是被打的样子 林子好像是说打的效果 想看你挨打的时候 怎么四处逃窜 话说的有些莫名其妙 九木于是下床 俯视林子的背 近乎透明的白嫩皮肤上 边痕红红的拐来拐去 好像在看一幅超现实主义的绘画 九木把手指按在有几倍通向臀部的一条红痕上面 林子低声说 好热 想必打出的边痕发热 林子扭动着腰肢 像烫伤一样 火辣辣的 九木心想 这却是何苦 正在困惑 林子拉过九木的手 抱我 紧紧地抱我 九木顺从地重新上床躺下 林子当即主动扑了上来 请继续收听杜边淳衣的长篇小说 《诗乐园》 林子主动要求鞭打 是处于狠狠伤害自己身体的愿望 母亲说她淫乱 甚至说断绝母女关系 说得她惊慌失措 认为原因可能在于 自己体内潜伏着的 阴荡的血液 于是集中生智 要把她揪出来冲走 只有用鞭子抽打 实际上 灰鞭的九木 也在抽打当中陷入了错觉 好像有无数银虫 从林子浑身上下冒了出来 然而打完一看 结果截然相反 鞭打之下 林子的确痛苦的身影挣扎 不安和羞耻也似乎随之消失 肠道的快感似乎比以前还要强烈 全身的银虫不仅没有除掉 反而更强更深地钻进了快感的世界 这样一来 鞭打又有怎样的效果呢 不 慢说效果 莫如说反倒是她浑身发烫 成了激起新一轮情欲的兴奋剂 仅此而已 尽管如此 姓氏结束后的林子肌肤 是那么的动人 林子此刻一如接受鞭打之时 张开双臂 扶卧在床 伴随着游背 儿臀的胶色红痕 甚至白色皮肤 也一闪烁着玫瑰色的光泽 跟你说 好烫的呀 难怪林子 脸朝下趴着还喃喃自语 因为鞭打 所有的毛细血管都扩张开来 血流加快 加上性爱的穷追猛打 林子全身 现在人好像带着余热 持续燃烧 久木摸着那火辣辣的机体 再次陷入了沉思 女性到达极限时的快感 究竟是怎样一个程度呢 对于未尝体验过 女人之性的男人来说 那无非是空想而已 不过远比男人强烈 身后这一点 似乎毋庸置疑 当然 男人在那一瞬间 也有强烈的快感 但为时极短 可谓几乎一瞬间 与此相比 女人的快感 要多出几倍或几十倍 有一种说法是 如同射精瞬间的无限延长 果真那样 那可是不得了的快乐 一般煞有介事的 用数值说的是多少倍 莫非是将那瞬间 作为时间性持续 计算出来的 话虽这么说 也并非所有女性 都能切切实实感受到 这所有的快乐 其中有的 尚未得到充分的开发 即使有感觉 也是潜仓者止 甚至有人感觉到的 好像只是对性本身的厌恶和屈辱 那么除了这一类人 完全深入 强烈地达到性高潮的女性 有多少呢 正确比例 不得而知 不过 能够决道的人 或可说是性精英才对 现在 林子恰恰作为被选中之人 躺在床上 沉浸在快乐的余韵中 那随波逐流般的形态 似乎洋溢着 彻底知晓性高潮的 女人的丰饶自信 与满足 九木嘀咕了一句 不可思议呀 林子轻轻地贴近上枝 什么不可思议 水口死了 在为他守灵回来的夜晚 我们两个干这种事 你是说不合适 不是哪个意思 而是 生死就像一指之隔 九木想起灵坛上摆放的 还健康时的水口一向 去了那种地方 谁的感觉都好像一样吧 什么一样 虽说现在活蹦乱跳 但也迟早难免一死 不过是 或早或迟之差罢了 人背对九木的林子点了下头 然后忽然抓住九木的手 贴在自己的胸口 哎 一起死吧 一起 反正都是一死 那么还是一起死好吧 我 现在已经足够了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 林子身上好像有了对死的向往之心 不过林子向往的是在满足顶点的死 相比之下 九木的则是出于参加朋友守灵之夜后的虚无感 同是死 但两人之间似有微妙的差异 九木放不下这一点 进一步问 当才你是说 现在就已经足够了是吧 是的 什么时候死都行 就是说 再想多活 活着当然也可以 但感觉上 现在最为幸福 每天和你这样 爱得不能自拔 是吧 不过 继续活着 有更好的事也不一定啊 那同样程度的糟糕的事 也可能有啊 往下再清楚不过的是 只有上年纪吧 不要紧的 来日方长 没有的事 上次也说了 往下只能一天比一天皮肤松弛 皱纹增多 一天比一天衰老了 林子的话固然不无悲观 可是毫无疑问 九木也要老 出版社的工作也要失去 无可避免地成为 不为人需要的人 与其那样 索性就这样包拢在林子 这花瓣中永远的消失 可能还是幸福的 现在应该是我们的顶点了 那还用说 没有哪两个人 像我们这样相爱 确实如此 九木点了点头 林子转过身来 哎 还想去一次哪里 一直守在这儿 心情都一塌糊涂的 这一点九木也感同身手 要不去清景泽吧 那里有我父亲建的别墅 两个人单独待在那儿好了 没有人来 放心 总是空着的 若是在那里 做什么都没有人 说三道四的 看样子 林子的心已经飞向了 林木森森四下忌忌的 清景泽 施乐园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继续收听 日本作家杜边淳一的长篇小说 施乐园 由江峰播讲 七月的第二个星期 九木未去清景泽请了两天假 梅雨终结还要等好几天 但已接近尾声 正是集中下大雨和雷多的时候 既然特意去清景泽 也想梅雨完了才去 但七月中心开始 会议连连很难休假 而且在梅雨连连的天空下 闷在色谷通 地窖无异的房间里 只能落得郁郁寡欢 也想早些出去 何况林子 雨中清景泽也好 那句话 让人心动 不错 梅雨时节的清景泽 树木稀足了水分 一片苍翠 再说到暑期 还有些时日 去的人也少 包括周末在内 这种时候 慢慢住三个晚上 身心都可以得到洗涤 老实说 这段时间 无论久木还是林子 精神都有些微靡不振 首先是久木这方面 女儿之家的话 总是想在耳畔 别老是拖拖拉拉 痛痛快快离了 好不好 其实不用女儿说 时至现在 久木虽然无意 回到妻子身边 却又没心思 在离婚协议书上改章 这一是出于 婚姻生活 以持续多年之人 独有的优柔寡断 二是因为 后来妻子 也没有再就离婚协议 说什么 从孩子之家的角度来看 可能觉得父母 这方面的做法 拖泥带水 让人着急 总之 就连女儿也逼自己离婚 久木愈发觉得 远离了家庭 或者说 更感到孤立了 这一点 无可否认 其次 林子进来 也表现得多少 有些反常 而这同他 相隔许久 回了一次丈夫 所在的家 似乎不无关系 因为清景泽别墅的钥匙 放在家里 林子就趁丈夫 不在家时 回去取 结果好像察觉出了 意外的情况 不 与其说意外 想来倒不如说 理所当然 家里好像有 林子不知道的女性出入 得知这一点 是七月初 一个工作日的午后 林子的丈夫 最晚也要八点出门 那时当然不在 家里空无一人 林子走进自己 一向使用的 二楼六张 踏踏米大的房间 拿出衣柜抽屉里的 别墅钥匙 准备直接返回时 这时 觉得家里 有些反常 作为男人 丈夫本来就喜欢整洁 对相当琐碎的事 也会插嘴 尽管如此 书房和客厅 也还是收拾得 过于干净了 早上丈夫肯定 喝完咖啡出门 而咖啡杯 收拾了且不说 厨房抹布 也仔细拧好 蝶放整齐 运过的盆碗 也扣着控水 这还不算 书房桌子花瓶里 居然插了一朵 估计是院子里的绣球花 林子以为是家政工 或者是婆婆来打扫的 不料 浴室里 放着不同于林子的 另一种花瓶的毛巾 和红柄的牙刷 有别的女性来了 这么一想 林子坐也不适 站也不适 赶紧逃了回来 有点不开心 林子发出既不是感慨 又不想叹息的语气 却又并不生气 实际上 既然自己离家飞走 那么有别的女性 随后踏进门来 在情理上 也是抱怨不得的 这回 利索了 林子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人好像耿耿于怀 有了相好的 还不快点离婚 如果一如林子推测的 那么莫非是说 林子丈夫 尽管有了相处的女性 却还是不肯和林子离婚 这样一来 我就再也没什么好留恋的了 林子微微一笑 但侧脸还是庆出了一丝妻忌 以为侥幸会晴 但去清景泽的那天还是雨天 据天区一报 梅雨前线滞留在太平洋南岸 加之受小绿园群岛附近 北上登陆的台风影响 东海关东一带 有降大雨的可能性 两人在如此的状况中 吃把晚饭 早早地赶往清景泽 从一开始 就是九木开自己的车 不过清景泽周边道路 好像还是林子更熟悉一些 开出首都高速之前 相当的拥堵 而进入关越高速后 开始畅通无阻 雨既不大也不小 九木注视雨刷不停摇摆的前车窗当中 漠然产生了两人正在逃离东京的心情 这样的场面 好像在一部什么电影上看过 不至于是暴力片吧 它不是那种杀人犯 而是相爱的两个人逃离城市 跑去陌生的地方 林子略意沉吟 可我们 没准和杀人犯一个样 杀了谁 不是杀了谁 可我们是在折磨很多很多人的吧 比如你太太 小孩 周围的人也 林子还是第一次触及九木的家人 不过 这点你的家也 是啊 我周围的人也被伤害得不轻啊 林子很少说得这么动情 听得九木反倒想嫁以安慰 因为喜欢一个人是很自私的事 到我们这个年龄 谁也不想伤害就获得幸福是很难的吧 可还是想获得幸福的时候怎么办才好呢 所以有没有伤害的勇气就成了关键 你有 反问之下 九木微微地点了下头 林子看着雨滴 躺个不止的前窗 巧声滴雨 爱上一个人是可怕的事啊 想必心里不好受 林子随即漠然 夜间车中交谈中断后 陡然寂寞起来 于是九木塞进合适音乐带 萨地的音乐从中躺出 林子看样子听了一会儿 而后忽然想起似的说 可是 爱上自己喜欢的人是很自然的吧 当然了 爱上讨厌的人怎么可能呢 问题是 一旦结婚了就不被允许了 爱上丈夫以外的人 马上就被说是不道德了 淫乱什么的 林子像发泄平日郁闷似的继续说道 当然 本以为能爱上才结婚的 所以 再不能爱了是不应该的 可是 中途心情变了这事 也是有的吧 是啊 二十多岁以为 好的音乐和小说 到了三四十岁 有时就觉得无聊 或者是厌恶起来 何况是 二十几岁认为好的对象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厌恶起来 这是完全可能的 若是音乐和小说什么的 即使说觉得无聊了 也没人说三道四 反倒夸奖是进步了 但那厌恶人的时候 说不可以 这是为什么呢 想必是因为 既然结婚时已经大体发誓 不变心了 那么就应该负起责任 可另一方面 觉得勉强的时候 就只能老老实实地道歉 酌情赋给 魏谢金什么的 两相分手 本来想那样做的 可为什么周围人 还是斥责欺负呢 如此刨根问底 久目也答不上来 因为男女或者是夫妇之间 是不能仅凭 好恶来决定的吧 但是勉强和不喜欢的人在一起 反倒要欺骗背叛对方是吧 与此相比 同喜欢的人在一起才是正理 可一旦这样 这回又要被说是 伤害折磨别人 萨地低语般的旋律 似乎使得林子 更加闷闷不乐 请继续收听 握着方向盘 一手像是要搅动一下沉闷空气似的 碰了碰林子的手 林子响应似的靠了上来 哎 你喜欢我哪里呢 刚才谈的都是严峻的现实 或许为其如此 林子才想说点轻松浪漫的 哪里 全部啊 可总该有特别中意的地方吧 那一句话很难概括 说嘛 这不无麻烦的提问 使得九木想多少玩点坏心眼 非常的重规重矩 而又给人以钻牛角尖 想不开的感觉 一时放心不下 凑近一看 那会如何呢 原来色情的不得了啊 林子用拳头咚咚锤打着九木的膝盖 都怪你 怪你 嗯 越是重规重矩 越是肆无忌惮 你中意的只是这个 那就趁机都说了吧 总是认认真真 勤勤快快 意外大胆 却又是个鼻涕虫 漂亮 却又不平衡 这种地方 我 被人说有不平衡的地方 这可是头一回 两人一起做这种事 肯定要不平衡的吧 林子手指依然按着车前的玻璃说 那 我也说说 我喜欢你的地方 有吗 也还是不平衡这点 是吗 从第一次见到你 就觉得你好像不是一般人 因为听说你是大出版社的部长 就心想是个相当严肃正经的人 结果呢 没摆出多大架子 可是 一讲起做出的书来 就像少年一样一往情深 讲完以后 又突然说想和我约会 原以为 你呆头呆脑的 却突然 步步紧逼了 那是因为你 好了好了 听着 说到这里 林子往九木的嘴里塞了一颗薄荷糖 我 真把你看走眼了 看走眼了 可不是吗 本因为你是个 规规矩矩 正正经经的绅士 可一不小心 就跟你领酒店去了 是吧 和林子第一次结合 是在最初见面三个月后的夜晚 在青山你家餐馆 吃完饭好 那时候 餐桌上你打开 盐瓶干 使劲一挥 弄得满盘子都是盐 是吧 那样子让我放心不下 就跟到房间 果然进了房间以后 冷不防就偷袭人家 别把人家说得像个流氓似的 对了对了 你就是有像流氓那样的地方 转眼间就把我夺走了 就那样 就成了你的俘虏 死活逃脱不得 不知道的人听了 还以为是真的呢 流氓是用大麻什么的吧 你倒不用大麻 而是用性把我紧紧的 捆住不放 绝对是个坏家伙 听得林子的话 这究竟该欢喜 还是悲哀呢 流氓是蒙骗利用女性来赚钱的吧 可我这个流氓可不一样 就是因为喜欢你 拼命地爱你 爱着爱着就很难离开了 同样 摆脱不掉 不是因为大麻 而是因为爱呀 你那么说可不好办 大麻还是有办法戒掉的 爱别说治好了 反而是越险越深 居然有这样的说法 久目相当的惊讶 林子轻轻地凑过脸来 不过 虽然都是流氓 你是柔情流氓 车继续沿着上新月公路行驶 看样子快到对冰岭了 一直下个不停的雨 稍微变小了 却又上来了雾 前车灯的光也模糊不清起来 路拐来拐去 盘远而上 久目不声不响地 小心开车 穿过几条隧道后 雾迅速变薄 清景则到了 看表十点 离开东京是七点半 差不多用了两个半小时 大概是因为 据暑假还有些时日 又是平时的夜晚 路面空空荡荡 只有自动售货机在雨天里 闪着七季的光 林子从小就常来清景则 路也非常熟 在战前由他开车 从新道开进万平路 开了五六百米右拐 这里算是旧清景则的老别墅区 四周全是画树林 一片残寂 林子说 终于到了 把车停进座树林前面 停车场出来一看 黑区区的林幕前 闪出三角房地的洋楼 门灯已经亮了 想必已经跟管理别墅的 名叫丽元的人联系说 今晚过来 所以灯被提前打开 房子不大 小巧玲珑是吧 如林子所说 建筑面积并不大 但外面占地有纵深感 四周簇拥着黑油油的树木 这儿建了快二十年了 很旧了 不过还是相当漂亮 夜晚看不大清楚 但还是看得出 外墙是浅鸵色的墙砖 走进门厅 马上看到彩色玻璃装饰窗 父亲说 清顶泽还是夕阳风格的房子好 就做成了这个样子 听说林子的父亲 在横滨做过进口贸易 想必是按他的喜好建造的 过了门厅 有一间有木纹杆的起居室 约略狭长的房间 左端有一个火炉 围炉摆着沙发和椅子 往里是厨房 厨房另一侧 摆着橡木餐桌 右边一角是家庭酒吧 林子领着酒木看其他房间 门厅右侧有一间合室 和放两张床的西式房间 二楼有放着大写字台 兼做书房的西式房间 还有一间放着立柜和双人床的卧室 最近一直没人住 潮呼呼的 林子边说边打开左右的窗口 放进夜间的空气 你母亲不来吗 母亲有轻度的风湿症 梅雨季节是不来的 林子掀掉了床罩 我们在这儿不会被任何人打搅的 的确躲在这里 谁都不可能知道 看怕房子的大致情况 折回起居室 林子马上给炉子点火 虽说七月都已经时尽中旬 但或许是梅雨寒气的关系 有些凉生生的 火炉四周堆着一大堆木柴 看样子这也是管理人提前准备好的 木柴燃烧起来后 马上就暖和了 加上火焰摇曳不定 更让人觉得只身避暑圣地 哎 没有替换衣服吧 说着林子拿来他父亲 穿的一套西式睡衣 下回啊 要把你的准备好才行 久木顺从地穿上林子父亲的睡衣 笑到有点大 那我也去换衣服去 久木直接坐在沙发上 眼望炉火的时间里 林子身穿白色丝绸睡袍出现了 喝香槟吧 林子从家庭酒吧前的处理 取出了酒瓶 往罗贝麦尔玻璃杯里倒了酒 总算和你一起来了 说着林子递过酒杯 为了两人的清景则之夜 干杯 那今晚在哪里休息呢 二楼卧室可以的吧 的确 二楼卧室放有黑漆立柜和大双人床 那个房间 父亲来时常用来着 但是已经有三年没来了 床单 床照也都换过了 不是当时的 不喜欢那里 不是不喜欢 只是两人躺在一起 不会被你父亲责怪 放心好了 父亲和母亲不同的 他很通达 我结婚的时候他就说 如果不愿意 随时回来就是了 去年年底 林子父亲突然去世时 林子的情绪那么低落 或许他们父女之间 有着外人难以想象的 特别的亲情 我 父亲死的时候很受打击 那以前 一直任性的很 书然 久木想起守灵之夜 以淫乱的姿势 强求林子的情形 林子也似乎想了起来 那时 给你叫去酒店了吧 所以 真的对不起父亲 不过 也可能因为有你 我才能振作起来 你父亲 要是知道我们两个人一起来 会怎么想呢 父亲会理解的 因为他总是说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是最幸福的 我要是和他说 和你单独从东京 跑来这里的 他很可能说 好啊 一直待在这儿好了 想必回想 父亲的时间里 难过起来 林子的声音 开始哽咽 两人就那样 看着炉火 林子嘀咕着 火 也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啊 确实 即使从同一柴火堆燃起来的 也有红红的大火焰 又有烧烧泛黄的小火苗 林子用手指着说道 我就是那个大火焰 林子的额头映着火光 微微带些珠红色 摇曳的光彩 施乐园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继续收听 日本作家杜边淳一的长篇小说 《诗乐园》 由江峰播讲 住在别墅的这天夜里 久木梦见了林子的父亲 有个人靠在卧室隔壁的书房椅子上 只见得敦敦实实高高大大的背影 看不见脸 林子小神告诉说是父亲 于是久木想进前寒暄 不料背影消失不见 惊叉至今 说已经付诸火葬 看见黑洞深处有燃烧的火焰 林子告诉是烧父亲的火 久木听了赶紧合掌 火焰随之逐渐变小 耳听柴火燃烧的沉闷声音的时间里 火焰已经消失不见 久木随即睁眼醒来 感到身上发凉 说不定同火焰消失有关 目睹床头彩色玻璃灯 照出的房间的样子 和旁边躺着的林子 久木这才意识到 自己来到了清景泽 随即追索刚才的梦 哪一幕看上去都支离破碎 各不相干 但细想之下又好像同睡前听林子讲她的父亲 自己穿她父亲穿过的睡衣 一起注视炉火之间有着微妙的联系 只是最后焰烧林子父亲的火焰那个地方有些触燃 四下环顾并没有梦中见到的死的阴影 现在几点了呢 手表放在了楼下 无从得知 估计是下半夜三点左右 白天下起的雨 仍好像连绵不止 穿来雨打在床头一侧 窗帘的声响 久木还是觉得身上发冷 轻轻凑近稍微俯卧睡着的林子 从旁边把她搂了过来 紧紧的贴在一起 昨晚休息时 两人搂抱来着 但没有结合 久木工作后 开车开到清景则有点累 林子也忙着舒适好久没来的别墅 而往下能够一起在别墅连住三天这种宽室感 大概也使得两人没有操之过急 这一点尤其重要 睡了一觉 久木有点蠢蠢欲动 但又不忍心弄醒睡熟的林子 还有时间让这种宽室感在这里发挥效用 也使得久木只满足于接触林子的肌肤 继续堕入梦乡 久木再次醒来时 林子仍俯卧躺着 而脑袋似乎多少清醒过来 久木像要填补睡着时 两人拉开的距离似的凑过身子 林子也好像迫不及待地贴了过来 两人就那样抱在一起 确认各自的体温 久木低声说几点了 林子说床头柜上有闹钟 久木依然搂着林子的肩 回头看钟 是上午的八点整 睡了这么久简直不可思议 久木正注视着 有雨声传来的窗口 林子问 起来吗 不 清景泽有两三处想去的地方 但用不着现在就动身 雨还在下呀 窗口被厚些的窗帘挡着 房间里仍有些幽暗 但能听到微弱的风声 得知雨点打在树叶上 又顺着玻璃窗流淌下来 久木说 继续睡吧 到今天雨已经下了三天 就算是从东京转来清景泽的 看情形也清不了 若是以往 心情早已为着郁闷的天气而一蹶不振 但现在没那么严重 相反 再也没有比在下雨的早晨 同温柔的女体肌肤相亲 更为奢侈和幸福的了 你不冷吗 说着 久木又把林子的筋 往自己这边拉了拉 打开丝绸睡袍的前胸 虽说气温因梅雨而下降 但不冷不热 在只有雨声单调回响的房间里 久木嘴唇吻在雪白丰满的胸部 如此不断的倾苦当中 林子低声问 你想要 毕竟昨天晚上直接睡了过去 林子沉默一会儿 然后轻拧了一下腰之手 那提一个怪要求可以吗 什么要求 林子略意停顿 要做就一直做 一直 嗯 别停下 久木指住手指动作细看 林子在淡淡的晨光下闭目和眼 指嘴唇张开了一点点 久木一边看着那千牛花般的嘴唇 一边反除刚才林子说的话 做就一直做 别停下 那或许是贪图无限欢愉的女人的直率心情 但从男人方面来说 可是相当苛刻的要求 不 岂止是苛刻 几乎等于要求男人 死于雄性有限的性 但是久木决定乖乖服从这苛刻的命令 真能坚持到什么地方 固然没有自信 反正只能尽力而为了 既然一见钟情成了俘虏 那么只好死心塌地的 在女王面前俯首称臣 这也许是雄性的宿命 虽说雨日清晨的禁忌和密室感 能分外激起亢奋 但一个小时过后 男人已经淡尽粮绝 遮戟尘沙 趴在余温油存的女方身上按兵不动 而后黯然撤退 林子说 你不会以为我是色情狂吧 哪里 我自己也觉得下流 可是感觉真的上来了 就欲罢不能 男女快乐的深度是否相同 姑且不论 反正和所爱之人 在不断做爱中互增快感 是千真万缺的 林子说 如果有什么希望我做的 什么都行 只管说 现在再好不过了 没有比你更好的女人了 真的 林子丁问 而这无需久木回答 老实说 久木过去并不讨厌做爱 但如此充实和感受之深的不曾有过 以前的也并不坏 但觉得那只是男人所感觉的极普通的快感 相比之下 认识林子后 自己的快感一下子变强了 加深了 也知道久久忍耐了 在这个意义上 完全可以说 久木也在被林子刺激 开导 和大大的开发出来 我再也离不开你了 我也是 没有你 活不下去 林子的声音被清晨的雨柔柔地吸了进去 久木听着轻轻闭起了眼睛 如果有想要变得变了 若你能变得变了 若你为了不变了 若你变得变成 未来的会议 若你变得变成 似睡非睡当中躺了一会儿 两人离床时已经是上午十点 林子在静前边撩头发边说 来这儿到底不同 好像特别有感觉 的确在平日的色谷套间亲一久了 难免有多少流于惰性的地方 今早的姓氏对久木也挺鲜活生猛 是啊 有的时候千篇一律的到底不行啊 这不限于姓氏的场所 或许男女关系都是这样 我们要总是这么新鲜才好 听林子这么说 久木心想果真能尝此以往不成 惰性那个魔怪不会潜入两人之间吗 先让我洗个淋浴可好 林子说吧 走去楼下的浴室 久木仍留在卧室 打开了窗扇 雨依然绵绵不止 不过好像比昨晚变小了 已经快十一点了 周围却那么的安静 落在树叶上的雨 又被满是青苔的地表吸了进去 在这雨日静谜中 久木突然想起 今天是自己五十五岁的生日 如今已没什么好庆贺的了 说幸运就幸运 说不幸运就不幸运 相比之下 自己感慨的 更是自己居然一年年活到了今天 漠然 久木想起了家 请继续收听 渡边淳衣的长篇小说 诗乐园 久木想起了家 假如和林子的关系 没有这么深入而留在家里的话 妻子会说一句生日快乐 女儿如果不忘 一个电话也总会打过来 正这么漫无边际地想着 楼下想起了林子欢快的声音 吃面包可以吗 久木应声下楼 林玉坐在餐桌旁 早餐是林子现做的 很简单 加香肠的煎蛋 青菜 加上面包 咖啡 吃完已经是十二点了 林子手脚麻利地收拾好 穿上淡蓝色的白褶裙套装 准备外出 在出版部任职的时候 久木也来过几次清净泽 而近几年压根没来过 浑想起来 清净泽也是有自己 在一线工作时间记忆的地方 去哪里呢 听林子问 自然而然地想起了 同文学有关的场所 久木说 好像有个地方 叫游岛五郎临终地 林子在查看地图 那像是在三立酒店附近 他的别墅应该在沿泽湖畔 那边好找 去了一看 湖畔仍剩有一座老式的 日本风格的别墅 导游指南册上写的是 静岳庵 上面介绍说 由于长期无人居住 形同弃无 当地有志之士着手重建 之后移来这里 现在倒是位于湖畔风景好的位置 不过特意来一次 还是想去建筑物旧址看看 看着地图折回旧址 沿西侧排列的白画树的三立路 往北行驶 路上从前田乡前面往右一拐 很快就是一片林木苍翠的斜坡 分开雨中 临时的小路前行不久 丰茂的杂草丛中 树有一块方碑 勉强看得出 游岛五郎临终之地的字样 大正十二年 当时的文坛宠儿 游岛五郎 统妇人公论漂亮的女记者 伯特叶丘子 在这里曾经有的别墅中 双双殉情 那时游岛五郎四十五岁 妻子已经顽固 留下还小的三个孩子 丘子三十岁 没有孩子 但已为人妻 两个人是自艺的 并排掉井身亡 六月下半月至七月下半月 整整一个月梅雨时节 没有任何人发掘 发掘时 两人的遗体已经腐烂 发现者说 已经全身生了蛆虫 游岛五郎和波多野 丘子殉情事件 不仅是当时的文坛 而且是整个社会 为之哗然的桃色新闻 而其实况 却这般的悲惨 发现蛆虫的说法 似乎让林子感到惧怕 他黄黄然的四下打量 对着石碑 合起双手 的确 在这大白天人 光线昏暗的树林中 林雨而来 感觉上真好像 要被直接领去 死亡的世界 林子说 这回 领你去我喜欢的地方 林子开车 沿三里路南下 进入路倒林地前方的小径 一壶池水闪了出来 池叫云场池 不大 但似乎颇有纵深 这里嘛 下雨也别有风情 正如林子所说 茂林修竹簇拥下的池水 烟雨迷蒙 荡漾着蜜爪般的妖气 那边有白天鹅 林子指的方向 漂浮着几只野鸭 其中还混进了一只白天鹅 怎么是一只呢 为什么会在这呢 真想不明白 看样子 不是一对这点 颇让林子在意 而白天鹅 却毫不知晓的神情 犹如一件放置物 浮在水面上 没有你担心的那么寂寞 也不一定啊 九木撑起伞 把林子照在里面 沿湖畔往里走去 雨小了一些 但没有停下的样子 几乎没有人来看着 无声无息的水池 走到半路 阴路湿再不能走了 于是两个人返回 走进看得见水池的餐馆 喝咖啡 林子说 不过死了一个月 才被发现 够可怜的 林子好像再次想起了 幽岛五郎 和波多野秋子的死 那期间 就一直死在 那么凄惊的地方 大概 谁也没注意到 两人去别墅吧 哪怕 再是两个人一起 也不愿意上什么调啊 林子掩望雨中 迷离的蜜沼 巧声自语 这天夜晚 九木和林子两人 在临近别墅的 一家酒店吃晚饭 这家酒店在清景泽 也是很有历史的 双层建筑 正面由木框分割开来的 白墙 同周围林木的绿色 相映生辉 有着避暑地酒店 特有的典雅 薄木时分 两人面对面 坐在这里的 望得见庭院的餐桌旁边 林子身穿 下令丝绸罩衫 和白色的肥腿裤 都是适合避暑的清装 饭前 林子说先喝香槟 于是点了库克香槟 片刻 酒店附身为两人 针入浅虎破色的液体 林子先举起香槟杯 同九木碰杯 祝你生日快乐 酒木一瞬间为之困惑 赶紧笑脸相迎 原来你知道的 原来你知道的 以为我忘了 今天早晨 想起自己的生日来着 但因林子什么都没说 就以为她没意识到 酒木说 谢谢 没以为能在这种地方 让你为我祝贺生日 离开东京的时候 就知道是今天 接着酒木也举起了杯 回敬了一杯 也不知道 什么对你合适 林子边说 边从手袋里 取出了一个小纸包 给你的礼物 打开一看 出来一个小黑盒子 里边装着白金戒指 或许你不中意 可还是希望你戴上 酒木往左手无名纸上一戴 像测试过的一样 正好吻合 直到你手指粗细 就连同我的盯制了一对 说着林子抬起左手 无名纸戴着 同一款式的戒指 你可得总是和我 一起戴着才行哦 酒木第一次戴戒指 有点难为情 但这么贵重的礼物 不可能摘掉 菜是随意零点的 作为饭前下酒菜 林子要了小牛肉冷盘 和冷肉汤 主菜要了黄油筋 红大马哈鱼 酒木点的是 橄榄油金枪鱼切片 汤和香草烤小羊排 又喝了几杯香槟之后 开始喝葡萄酒 林子脸颊微微地 泛起红韵 今天晚上本来想点生日蛋糕来着 可这样的地方 你不喜欢的吧 当着其他客人的面 做那么时髦的事 实在是难以承受 酒木说 到了我这个年纪 吹灭五十五支蜡烛 可不是件容易事 你还年轻的吗 一点也不老 你说的可是那件事 酒木压低嗓音 瞧你 林子缩起脖子 那说的也没错 不过呢 脑袋也不像那些老头 你要温柔得多 嗨 我托你的福 第一次见你就有那种感觉 比那位伊川君呀 年轻多了 谈笑风生的 这的确是表扬话 不过被人家说年轻 也是不可以得意忘形的 酒木接着说 以前采访过一位 八十八岁的实业家 那时呢 对方叹道 说我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单单心情上不上年纪 够上脑筋的吧 我现在好像可以明白 那种心情了 心情总是年轻 是不可以的吗 倒不是说不可以 问题是光是心情年轻 而身体跟不上去 说的怕是这种尴尬吧 那相比之下 可能还是心情随着身体衰老 更好受一些 那一来 就成了无所事事的人了 实际上眼下在公司 我也是无所事事的人呢 酒木不无戏谑地说着 可那是他们随便安排的 怪不得你的是吧 和你在出版社的地位 没什么关系 林子倒是这样鼓励 但公司里的地位总要在男人身上 微妙地投下阴影 酒木当然自以为不放在心上 尽管如此 落魄之感 也还是难免一点点地表露出来 诗乐园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继续收听 日本作家杜边淳一的长篇小说 诗乐园 由江峰播讲 书人降临的玉门 在喝葡萄酒当中望去了一边 食欲重新上来 酒木间林子要的红大马哈鱼好吃 就分了一点过来 又把自己的小羊排 分一部分 移在林子的盘子里 两人在一起 能吃好多东西 真是难得呀 两人在一起 不是和谁在一起都可以的吧 当然是和你嘛 男女相互分吃东西 是有肉体关系的证据 在餐厅里 恐怕也有人这么看待这两个人 但时至现在 酒木已经无意遮掩 刚认识林子那阵子 即使乘列车去连仓 也顾及周围的视线 而现在没了那种不安 已经完全想开 看见就看见好了 这想必也是因为 同林子深度交往 已超过一年 胆子壮了 或者莫如说 从两人租房式开始 酒木心中 即已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时至如今 就算顾忌世间常识 和他人视线 也是突然 与此相比 还是随心所欲 欢度来日无多的人生为好 如若不成 死也无妨 这种决心 甚于豁达的强人意志 在酒木心中萌芽着 人只要改变一下价值观 怎么样都能生存下去 只要略微改变一点 看问题的角度 过去觉得重要的东西 就不再那么珍贵 而原来认为无所谓的东西 就变得宝贵起来 差不多 我也该离开出版社了 突然之间 听得林子献出费解的深情 辞职后 落得一身轻 说不定想法也会有变化 怎么变化呢 我觉得 只要还在出版社 就还是无法真正的自由 对酒木 想从出版社辞职的心情 林子好像有些费解 而细想之下 这也怕是理所当然 自己不曾有 宫心族的体验 也就很难想象了 其实 即使酒木本身 虽然口说辞职 但也并没有明确的理由 勉强说来 也许应该是 某种不确定的疲惫感 无论谁 宫心族生活持续三十年之久 都要产生相应的疲惫感 而最近特别绝出 与同事间的疏离感 大概也加重了这一点 我想 如果你想辞 辞了也无所谓 尽管林子费解 但还是表示理解 只是 可别莫名其妙地老下去 要永远都是 这样精力充沛 我知道 你有自信的吧 相信自己一个人 也能干下去的 自信倒也谈不上 但是觉得自己 差不多该为自己 做自己喜欢的事了 说到底 迄今做的编辑工作 总是幕后的 只是躲在幕后 把谁写的东西 和一时一时的报道 归纳起来 自己从不登台亮相 也就是所谓的 后台人物 那种心情 我也明白 的确 林子迄今为止的人生 也是躲在丈夫背后的 一种后台活动 这么说 也许不知天高地厚 我也不愿意 就这样下去 这并不是 不知天高地厚 透明玻璃杯中的 红色葡萄酒 或许因为同 血色相通 注视当中 自有勇气 从体内涌出 林子说 哎 两人做一件 震撼性的事情可好 震撼性 是啊 就让大家 啊一声 惊叫的 或者是 惊呼 怎么了 怎么了 不得了 别墨 别墨 走路 走路也不过二十分钟 九木点头 拿起伞 同林子 并肩 走到了外面 忽然间 雨后的 液气 掠过 发烫的脸颊 心里 一阵舒坦 街灯 照出的水泥路 黑乎乎 湿漉漉的 大概夜空 仍被厚厚的云层遮掩 星月皆无 穿过酒店前面的广场 走上画树路 林子 悄然 跨上了 九木的胳膊 夜晚十点 想必因为到 盛夏还有几天 四周 一片寂静 点点处处 石油灯光 忽然响起似的 从冒昧的 林木之间 闪出 莫非 那是看中 暑期前的寂静 而约略提前 来到别墅的人们 九木一边 看着 一边把林子的胳膊 拽得更紧 这时间 根本不会碰见谁 就算碰见 也已无需介意 两人走在 雨后路上的足音 被夜空吸了进去 不大功夫 画树路断了 出现了一条 左拐的小径 那前面 也应有别墅区 但现在远处 只有街灯 一点光亮 那两个人 是在这么 凄惊的地方死的 听得死 九木马上知道 林子说的是 游岛五郎 和波多野丘子 是在 那么深的 深处的别墅里 林子似乎想起 白天看到的 被雨淋湿的那片 画树林斜坡 那应该很冷的吧 在鸦雀无声的 夜路行走之间 林子好像对 游岛五郎 与丘子的训情 越来越放不下 树林的前方 又出现了一点 小小的光亮 林子问道 那里的别墅 本来是他的别墅 九木查阅 昭和史当中 读过 同游岛五郎 殉情相关的报道 多少忌惮 起初呢 像是他父亲的别墅 后来 由他继承下来了 那么 两人去的时候 谁也没用过是吧 他太太呢 已经病故了 孩子们都还小 他不去 应该就空在那里 前方有车灯出现 车临近 驶过的时候 林子又问 他们是死在七月初 遗体被发现 是在七月六号 所以可能是在 一个月前的 六月九号死的 怎么能知道 是那天呢 秋子呢 直到前一天的八号 还在上班来着 而且有人看见 九号呢 两人一起从 清景泽站 去别墅来着 那么说 是走着去的 也应该开车的吧 但反正有人看见 他们是走着的 到那里 有四五公里吧 的确是有 那么远的距离 走路差不多 要一个小时 所以 怕是在别墅里 住了两三天的吧 那就不太清楚了 不过呢 林子是把腰带 拴在上门框 下面放椅子 两个人悬挂在上面 然后把椅子踢开 好可怕呀 林子紧紧地 抱住九木 隔一会儿 才窃窃地放开 低声说 可是 他们的意志力 真惊人啊 意志力 你看他们 走一个钟头到别墅 然后绑好了绳子 摆好椅子 人再踩上去去上吊 这一切 都是为了死啊 林子认为 自杀需要惊人的意志力 九木也有同感 姑且不提 病痛缠身的时候 在身体健康无碍时 要把自己弄死 还真需要相当的集中力 和对死亡的强烈愿望 可是 他们为什么要死呢 林子向着夜空嘀咕 为什么 非死不可呢 林子的声音 被吸入夜幕下的落叶松林 没有什么 非死不可的理由吧 确实 当时游刀五郎 是文坛最畅销的作家 波多野秋子才三十岁 美女记者 即使当女演员 都不会相行见处 两人十足 是为所有人羡慕的一对 无论作为男人女人 都处于人生的巅峰 可为什么选择一死了之呢 如果说两人 和普通人不同的地方 那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 那时呢 两人都处于幸福的顶点 九木想起 五郎写的一书的一节 她在遗嘱中呢 明确写道 现在在欢喜的绝顶 迎接死亡 林子历史止步 凝视黑暗中的某一点 因为幸福 所以死了 从遗书上看呢 只能这么认为 雨停后 大概起风了 夜风从路两旁的 落叶松间掠过 是吗 林子重新起步 或者说 害怕太幸福 也未可知 那种心情不难明白 的确 太幸福了就会担心 幸福能持续多久 没准 两人是想永远永远地 持续下去的 那能怎么办呢 林子面朝夜空 巧声低语 自我点头 也许 只有一死吧 请继续收听 杜边淳衣的长篇小说 诗乐园 返回别墅后 两人又喝了一点白兰地 回来路上说的话 都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林子 略略躬身看着炉火 边看边点头说 原来如此啊 只有一死吧 九木也无意唱反调 幸福至极之时 越是想渴望长此以往 越是私存出了死 别无选择 诚然 令人感到有些害怕 却又觉得 近乎实情 九木说 该休息了吧 再想下去 恐怕更被死亡念头纠缠不放 于是 九木先去林狱 见林子随后消失在浴室 九木上到了二楼的卧室 早晨 在这间房里 边听雨 边一再地作爱 此刻雨声没了 房间在黑暗中 寂无声息 九木灯也没开 就那样躺着 正躺着 身穿睡袍的林子 开门进来 在门口 不困惑地站了一会儿 而后 捏手捏脚地凑到床边 九木一把搂过 林子紧紧地扑在 九木怀里 以这样的姿势 小声说道 只有一死吧 听起来 似乎是确认 刚才说的话 但同时 又像是自言自语 为了让幸福持续下去 只有那样做的吧 幸福也是多种多样的 像他们俩那样 永远深深相爱 绝不变心 林子如此追求的心情 自然理解 但发誓永不变心 反倒觉得伪善 两人永远都不变心 这是不是勉强啊 倒不是勉强 可人这东西呢 只要活着 就有种种样样的事情发生吧 说绝对如何 怕是很难的 那么 就是说 是不成的了 只要活着 就难以做到是吧 林子的化身 渗入夜色之中 忽然远处响起 大约是鸟叫的声音 深夜 还有鸟没睡 或是别的活物 九木追随着声音的去向 林子却嘀咕道 那个人的心情 感同身受呢 那个人 林子缓缓转身仰卧 叫阿不定的那个人 不是把急脏杀了吗 阿不定杀急脏那个男人的事 上次去修缮寺旅行时讲过 那时候 你说阿不定 是因为不想把心上人 交给任何人才杀了他的 就那么活着 对方还是要回到太太身边 如果认定现在深深的相爱 不想放弃着幸福的话 那么就只有杀死对吧 是的 杀了就一命呜呼 再不至于背叛呢 爱上一个人 爱到极点 势必会杀死的啊 九木近乎痛切地理解林子的心情 一个男人喜欢上一个女人 如果喜欢的发狂 除了杀死别无选择 倘若就那样让他活着 很难说女方不会喜欢上别的男人 头还送抱 为了避免那种放荡 而永远作为自己的女人保留下来 杀死是最佳的选择 同样女人要想把所爱男人 永远作为自己的男人 也只能杀死她 把她从这世上消除了事 爱这种事 太可怕了 林子好像这才意识到 爱是怎么回事 一旦喜欢上对方就想独占 可是为了完全独占 光靠同居或者结婚 是很难做到的吧 若是那个程度 想背弃就能背弃 而为了让对方完全无能为力 恐怕只有一杀了之 爱 爱下去 结果只能是毁灭 是吧 林子这时才似乎得知 爱这一舒心惬意的字眼 其实暗藏着一副 极为自私破坏或毁灭的剧毒 由爱说到死 说这个说那个的过程中 久木居然精神起来 林子也好像同样 再次转过身 手指顶着久木的胸口问 你会永远不变吗 当然 永远爱我 永远只喜欢我一个 绝不喜欢别的女人 刚想再说当然的一瞬间 林子的两只纤细的手指 朝猴头卡来 久木当即憋得透不过气来 而林子在黑暗中 瞪着眼睛问 你是在说谎吧 什么永远爱我 你是在说谎 不 不是说谎 刚才不是说很难做到 说勉强的吗 确实 极致万劫不变 久木也没有自信 那你呢 这回 久木稍稍沉下身子 手指贴在林子左侧的锁骨上 拨梗纤细而结实的女性 锁骨上面有两个小小的挖坑 深度恰好能按入食指的指尖 裸体时 那个凹坑分外的性感 久木把手指放在凹坑问 你也永远不变吗 当然不变 绝对 无论发生什么 绝对 只跟你 这回 久木把手指按进锁骨上的凹坑 林子低声的呻吟 疼 最好不要说什么绝对 连你自己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变的 好过分 你是说你不信我 只要活着 就不能断定永远不会变 那 我们也只有一死 只有在现今这最幸福的时候 死去是吧 林子一口气说法沉默下来 四周悄然无声 这就是农阴深处的别墅之夜 但一如黑暗中也有白色 寂静中也好像有声音潜入 那可能是夜空云洞 院子树叶落地 房间材质缓缓腐蚀等等动静 重合而成的细微的声响 九木在这沉静中侧耳倾听 林子轻轻地说道 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又出现短暂的沉默 林子小声说 可我讨厌 九木回头 林子又低声了一句 讨厌那么死 林子大约再次想起 五郎和秋子两人 被发现尸体时身上有蛆虫 哪怕再是幸福绝顶 那种死法也太惨了 那样子被人发现 实在太不忍了 当时在遗书上写道 请不要寻找我们 就算说不要寻找 可迟早总要被知道的吧 既然总要被发现 那么还要以多少好看些的形象死去 那诚然是理想 但说到底 不过是活在后面的人的愿望罢了 九木说 要死的人恐怕不会考虑那么多的 可我讨厌 绝对讨厌 想必情绪激动起来 林子从薄被里稍微嵌起身体 我不在乎死 若是和你一起 什么时候都可以 可我讨厌那种死法 可是发现迟了 都要腐烂的吧 腐烂也不至于生躯吧 至少要在那之前给人发现 发现两个人在一起呀 对吗 老实说 别说死的样子 九木甚至从未考虑过死 既然在这个人世间活得一回 那么就算明知迟早要死 也不想一门心思地考虑到那个地步 而且那么考虑本身都让人害怕 可不知何故 通林子说起来 原先怀有的对生的执着 渐渐地淡薄 死也不觉得多么害怕了 莫如说有了亲近感 这种释然感从何而来呢 而且为什么和林子在一起 死也不那么可怕了呢 九木慢慢脱去林子的睡袍 而后紧紧地搂在怀里 施乐园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继续收听 日本作家杜边淳一的长篇小说 《施乐园》 由江峰播讲 九木紧紧地把林子摟在怀里 此刻九木的胸腹和林子的同样部分紧贴紧靠 相互把双手绕到后背和脖梗 双腿紧紧地合拢 两人肌肤之间没有一丝一毫的空隙 几乎每个毛孔都完全地对在了一起 真舒服啊 这是从九木全身皮肤中透出的叹息和喜悦 九木沉浸在体内鼓鼓涌起的快感中 同时再次察觉这肌肤相亲的感触 催生了心灵的甜事 也催生了某种大观 也许只要沉浸在这女体光滑柔润 风雨温馨的感触中 人事不行也好 死也好 都没有那么可怕了 原来是这样 九木对着林子 玉股兵机自言自语说 这个样子或许是可以死的 这个样子 对 这么互相紧紧地搂着 包拢在女性的肌肤中 男人会变得无限的安稳和顺从 不知不觉变成了母亲怀中的少年 变成了胎儿 若是现在 就不怕 若是和你在一起 我也不怕 九木认同林子的说法 却又默然涌起一阵不安 仿佛如此时间里 即将被拉去甘美眷庸的死亡世界 九木想要把心情从死亡话题中转移开来 再次紧搂林子 想必林子被搂得透不过气来 很快缩回身子 大口地呼吸 两人就以这种似暴非暴的状态相互触摸着四肢的每一部分 九木同时闭起了眼睛 好轻啊 交谈中断 重新置身于夜的寂静 发觉夜色更浓更深了 幸亏来到清景泽 感觉心情都受到了洗礼 人们大多对清景泽的眉宇敬而远之 但九木莫如说是喜欢上了这一时节的清景泽 暑假到来之前 人影寥寥 加上被雨中鲜绿拥过的禁忌 为都市生活而疲惫的心灵因此得到了滋润 不难得知 即使以为郁闷的雨 也使得缓解夏季酷热的林木生机勃勃 培育树下遍地的青苔 不过连门的阴雨 有时容易让人萎靡不振 思绪内敛 看完五郎和秋子临终之地后 林子被死亡阴影缠身 说起各种各样的死 也不能不说同厚重的云层和连日不离的阴雨有关 那么就这么留在这里可好 给林子这么一说 东京和出版社里的生活 在九木的脑海里缓缓地复苏过来 那还是不可能吧 在这样 这雨中清景则待上几天 到社里上班的心思都可能没有了 夏天人多 想秋天来 林子说吧 重新铺在了九木身上 接触林子 柔软丰满的胸部当中 九木想要林子了 在就死 考虑过多之后 就恨不得马上获取生的证明 伴随着心快感耗尽所有精气的行为 如果任凭这一行为一路狂奔 那么对死的不安也肯定消失 唯独现在还活着的实感 灿然生辉 在这无声无息的夜晚 两人希望如此麻醉自己 于是在这林木簇樱的房间 像野兽一样贪婪的需求对方 常言说 梅雨过后 十日晴 梅雨过后 接下来的十天 酷暑一举功上门来 连日晴空万里 从日历上说 是七月下旬 从铜树开始结花 到土地湿润 入热难耐之间 这正是所谓的大暑节气 这时 到处铺满历青的东京城 一大早就阳光刺眼 中午气温轻松超过三十度 即使到了深夜 也不低于二十五度 此前 为梅雨的郁闷长须短探的人们 在突如其来的 盛夏阳光面前不知所措 气喘吁吁 一边擦拭着汗珠 一边像捏花一样 低眉垂手 虽说同时夏天 但居然有梅雨和大暑 这两个差异如此之大的时节 说不可思议 也是不可思议 难怪人们的心情随之大变 理所当然 梅雨时节阴雨连绵 使得心情也郁郁寡欢 而在梅雨过后 太阳光芒四射的一瞬间 人们一扫以前的郁闷 陡然变得欢快好动起来 不过 心情和行动变化如此明显的 只是孩子和年轻人 大人们 就算盛夏艳艳高照 也没有变得截然不同 大部分工心族 换穿半袖衫 一只手拎着西装 一只手用手帕 擦着额头的汗珠 乘满源电车摇晃着赶往公司 温度从上午就已经超过30度 无论通往车站地下街的 十街角落 还是楼顶垂下来的广告幕布 亦或是前面行走的吴秀山女性的肩头 酷暑都占据着不容分说的位置 如此炎热的一天 即将结束的傍晚 久木被叫去出版社的董事室 当值常务董事小田 给他看了一封信 请你来呢 是因为这样的东西突然从天而降 久木把扔在桌面上的信拿在手里 几页信签的开头 用电子文字处理机打出的黑体字 这样写道 关于久木降一郎的身世书 这究竟是什么呢 所谓身世即是自身的背景 意思莫非是关于久木自身的报告书 可问题是 为什么现在才非写自己的身世不可呢 匪夷所思 打开一看 近两年间罪状的字眼 罪先跳进了眼帘 久木一时屏住了呼吸 随即迅速地读了起来 贵社原出版部长久木降一郎 前年底利用被聘为 东日文化中心临时讲师的集会 强行接近当时是该中心书法讲师的松原林子 尽管明知对方已是人妻 然而仍多次往其家里打电话 花言巧语百般诱惑 读信当中 久木心跳加速 掌心渗出汗来 这东西到底是谁写的呢 显然别有用心造谣重伤 久木慌忙抬起眼睛 小田常务董事 物资坐在桌前的椅子上 扬作不知地喷云土 越怕越想看 久木继续往下看 去年正月以来 当事人频繁地找林子优惠 同年四月 终于将其诱入城内的一家酒店 强行发生关系 进而发展为淫乱行为 看到这里 久木不由地攥解了拳头 如此寡怜闲耻的文章实在不忍足毒 如果可能恨不得当场撕毁烧掉 但一来常务就在眼前 二来后面的内容也放心不下 其后 当时人利用对方乃纯情人妻这点 倘优惠要求被拒 既向其丈夫告密相威胁 强行要求本不情愿的对方 同自己发生五花八门的性关系 不仅如此 还在今年四月 令对方身穿红色贴身长衫 做出变态行为 拍摄种种相片 软禁对方不许回家 到了这个地步 教职重伤简直成了咄咄逼人的威胁 具体哪个人写的另当笔论 反正是对自己深恶痛绝之人写的卑劣至极的挑战书 一种几乎致使浑身颤抖的愤怒和惊惧 朝九木袭来 他继续往下看 绅士书继续写道 九木欺骗胁迫人去一只同居 现今租得城区公寓一室 扮作夫妻入住其内 又写道 人妻的家庭因之解体 忠厚老实的丈夫 蒙受巨大的身心痛苦 最后 以这样的话语结尾 让这种卑鄙无耻之徒 居于要职 为以重任的贵舍 经营姿态 易属疑问 要求明确责任所在 独闭 九木的眼睛从信尖移开 常务董事迫不及待的 从桌前移了过来 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九木见了 首先低下头去 对不起 不管怎么说 这样的信 飞进出版社 让常务董事看到 即使自己失德所知 内容如何姑且不说 以无聊私事 扰乱常务董事的心情 这点就必须道歉 啊 毕竟是突然寄到 我这里来的 常务一开始 似乎是在为自己 打开信价以辩解 不过信封上的确写到 调查室分管董事手 当然 我也没有就这样 相信戏上的内容 常务董事 再次点燃一支烟 我想 是哪个对你 怀有个人恩怨的人 干的吧 确实 没有寄给九木本人 而寄给出版社 而且寄给社里 分管董事这一点 就别有意味 可有什么 想得起来的人 询问之下 九木想起身边人的面庞 清楚自己和林子之事的 只有一川一人 但很难认为 他会做这种事情 此外 调查室同伴也略有所知 但一来 知道的没这么详细 二来 追杀已然落魄之人 也没多大意思 倒也 不是没有 对自己 和林子关系 了解如此之深 并加以重伤的 只有两个人 那就是自己的妻子 或林子的丈夫 九木正在沉思 常务董事 低声说道 我本人呢 自认为事情无聊 但既然信寄到社里来 那么也不可能 完全置之不理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九木不禁 抬起脸来 常务董事 略略一开视线 不用说 这是你的个人隐私问题 不该由我呢 这方面插手 问题是居然问 社里的态度 啰啰嗦嗦的 那么 您的意思 想先问一下 你对这内容怎么看呢 当然 说吧这两个字 九木开始 梳理思绪 请继继续收听 杜边淳一的长篇小说 《诗乐园》 这封信的内容 卑劣至极 言过其时 而且充满恶意 这点毫无疑问 现在即可断然否定 甚至可以和林子 一起否定 但是若问这样的事实 有还是没有 就不容易解释了 像信上写的那样 强人所难等等 固然全是谎言 儿童林子 这个人气要好 却是不折不扣的事实 我觉得呢 完全是为了抹黑我 而单方面夸大其词 为言耸听 这种东西 目的基本都是 为了为难 或者是打击对方 所以你说的也许不错 什么强行了 软气了等等 绝对没有那样的事 这我明白 很难认为 你有做那种事的勇气 常务董事 献出一丝 不无嘲弄的笑意 不过呢 和这样的女性要好 却有其事吧 突然之间 久木很难点头 常务董事 吸掉刚抽的烟 其实呢 因为有这样的信 从你而降 我也悄悄问了社里的人 问我的事 当然 信上详细的内容呢 并没有说 结果得知你好像到底是 离家和别人同居了 莫不是调查室里的林木 或谁被常务董事 一问透露出了类似的情况 对方定问 是这样吧 久木 监考不语 同一事实 看法也因人而异 莫中一事 久木和林子两人的爱 已经强烈到了 马上死也无悔的程度 乃是神明也阻挠不得的 纯粹的爱 久木对此 深信不疑 但换个看法 就会被认定为 无非偷情罢了 乃是有为社会常识的 极不道德的行径 何况信上 罗列出的诱惑 淫乱 变态等卑劣 夸大之词 就更给人 以下流和淫秽的印象 在这点上 或许两人过于考虑自己的立场 而忽略了一般人的看法 久木正在反省 常务董事苦笑道 不过你们有女人缘吧 哪里 羡慕啊 哪怕一次也好 我也巴不得想接一封这样的信 常务笑道 不过表情里似乎潜伏着淡淡的忌妒和揭语 反正呢 这信还给你好了 说着常务递出 装信的信封 看久木放进了衣袋 忽然换上了郑重骑士的口气 啊对了 倒是和这次的事没什么关系 我在想 能不能请你去贡荣社那边 久木一下子不解其意 于是反问 贡荣社 啊九月去应该来得及 到那边去 贡荣社是负责总社商品管理和物流部门的分社 久木再次确认 我去那里 常务董事缓缓地点头 事出突然 想必有点意外 问题是 你手上的昭和史的出版呢 有了些难度 这是真的 啊 昭和史的工作没了 我想你也可以多少腾出点手来了 常务董事的话 恰如晴天霹雳 全然始料未及 为了让自己的心情震静下来 久木一度把视线投向窗外飘移的夏云 然后重新转向常务董事 那昭和史的策划 有难度 是怎么回事呢 啊 当然了 作为设理是想做的 你制定的出版计划呢 也大致研究了 但毕竟在这种形式啊 能卖出去多少 这也好像是有点焦头烂额的事 所以 是不是最好推迟 这样的意见 占到了上风 不错 实质眼下这种疏离文字的时代 出版二十卷本的全集 确实是一场冒险 但久木策划的是以人物为中心 回顾昭和史的 笔直其他社的内容很不一样 那 终止出版 完全定下来了 按遗憾的 上次董事会上形成了这种情况 我个人倒是很想保留下来啊 常务董事的口气 诚然显得遗憾 但究竟坚持到怎么样的程度了呢 听着听着 久木渐渐的上来了火气 那去贡荣社 可是由于昭和史策划归零的关系 啊 倒不是单单因为这个 到了这个阶段 我想学学物流 对你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那自然明白 但我一直做编辑 那方面的事完全没做过啊 可是往下还是什么都见识一下为好 对方说的是正理 问题是 为什么偏偏把久木一人转去不沾边的地方呢 到底还是因为这封信吧 啊 那不是 咱们社不会因为私事而把谁怎么样的 虽然常务董事否定了 但很难让人照盘全收 那 让我想想好了 如此说吧 久木离开常务董事的房间 返回调查室 不可思议的是 市里灵木等所有人都好像在等待着久木归来 久木好像要反抗着静得出奇的气氛 用分外爽朗的语调说道 诸位 在下 要告辞了 刹那间 村松和恒山都回过头来 但身为市长的灵木 仿佛没有听见 物质低头不离 久木 竟直走到灵木跟前 拘了一躬 刚才 被叫到常务董事那里 让我九月开始去 工融社 灵木缓缓抬起头来 眼睛仍往一边看着 理由呢 似乎是董事会决定终止着和市出版计划 久木一边感觉大家视线转向了自己 一边静静的询问 那您 灵木君 已经知道了吧 哪里 灵木一度摇了下头 然后似乎抱歉的说 计划有可能终止 这点倒是听说了 他没想到这么快 反正呢 既然是董事决定的事 久木从一带里断然掏出那封信 放在了灵木面前 有这么奇妙的信寄到社里 灵木瞥了一眼 重新收回视线 说起来不太好意思 私事也好像添了好多麻烦 啊 那我可不知道 确实 灵木或许真没看到 但作为调查室的负责人 想必被问到这个那个的时候 回答了不少 久木说 男女问题 这种形式暴露出来 这次调动 说不定与此有关 即使心想这种事 自不必说 但不说 心情平复不下来 施乐园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继续收听 日本作家杜边淳一的长篇小说 施乐园 由江峰播讲 这天 久木刚一下班 就直奔涩谷 本来被告知全人始料未及的人事调动之后 很想马上找要好的同事一起喝喝酒什么的 边喝边泄私分 同时就以后的事商量一番 但是久木现在没有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 和村松恒山之间进来也多少疏远了 这种事同期入社的同事最容易谈 可惜他们不是搞营销就是做总务 编辑里面并没有 这一来水口去世的分量就大了起来 假如他在 情况或许不同 但现在再懊悔也没用了 不管怎样 因为有久木本身的女性问题掺和进来 也就更难和同性的朋友说了 结果最后能说信里话的只有林子一人 久木回到套间 林子刚要准备晚饭 似乎对他比平日早归感到有些吃惊 我现在就马上做饭 久木制止住 先把信掏了出来 今天常务董事给我看了这个 林子显出废解的样子 就那样站着看起信来 当即大吃一惊 什么呀这是 反正你往下看就是了 林子继续看信 表情逐渐的变僵 一会儿看吧 只见他脸色发青 恨恨地说 太不像话了 随即转向久木 这东西是谁写的 你看是谁呢 肯定是对你怀恨在心的人吧 说到这儿 林子钉是虚空的某一点 莫不是那个人 看来浮上林子脑海的 也是同一人 是我的 尽管没说出丈夫 但久木已经完全领会 另一个人也不是没有 你的 林子同样没说太太 但现出远望的眼神 但马上说道 不 不会吧 确实 妻子也怨恨久木 不过较之怨恨 更多的还是目瞪口呆 已经主动提出了离婚 这样的妻子 即使现在向社里高密丈夫 有外遇 也一无所得 可是林子的丈夫至今 仍好像对林子情有不舍 为其如此 笃定对夺走妻子的久木 满怀怒火和憎恶之情 你去文化中心等等 还有和我要好的起云之类 了解得非常详细 而且 红长山也只有他才知道 说什么你拍照 本来拍照的是他 从写法和内容来看 我想也是他记得 林子双手紧握着信说 太过分了 这么无耻 哪怕寄到这边来也好 就是为了给你找麻烦 狡猾 绝不饶恕 不知何故 林子越是表现出愤怒 久木心里 越是清醒过来 一直没人愤怒 以至久木独自愤怒 而现在林子愤怒了 久木略感宽慰 也有了考虑 林子丈夫心情的愉愉 我这就问他 不管说什么 都绝不能原谅 久木用手制止 要朝电话扑去的林子 等等 时至现在 再向林子丈夫说什么 都为时已晚 久木让心情激动的林子 坐在沙发上 然后说道 今天说让我去分社 你 一个叫工融社的地方 负责总社的商品管理和物流 为什么去那种地方 现在不是在做别的事情吗 我一直做的朝和史计划终止了 人多余了 就叫我过去 情况似乎是这样 那是他们独断专行 去那怎么办呢 是啊 完全没有做过的工作 不去 不清楚怎么回事 不过怕是够呛 那就不必去 林子盯视久木的神情说 你不愿意去的吧 讨厌的吧 那还用说 既然那样 就应该断然拒绝 林子说的容易 可作为工心族拒绝上面决定的人事安排 是近乎不可能的事 拒绝不了 说到这里 林子目光落在信上 会不会是这封信的关系呢 倒是说不是 真的不是 是的吧 我也说不清楚 不过我觉得 影响是有的 不像话 太不像话了 这回林子 抓住久木的手来回摇晃 那一来 那人岂不是正中下怀 一如对方所料 你一个人成了牺牲品 你甘心吗 久木当然不甘心 可那又能怎么样呢 左思右响之间 林子斩钉截铁地说 绝对要拒绝了事 不行 辞职也可以的 久木迎面盯视着林子回问 真的可以 想来从今天常务董事 要自己去分社室开始 就暗暗动了辞职的念头 不 还要早 从转区调查室时就已萌芽 后来随着同林子越来越难分手 而一步步地增强 这一点无可怀疑 此刻被林子毅然决然地说辞职也可以 就一下子有了现实性 那就辞职 林子的一句话似乎给自己心中 一直憋着冒烟的木柴点着了火 真就辞职 一度说吧 久木再次向林子确认 可以辞职 当然 我赞成的 久木点头 本来他心里某个地方 也期待着林子说别辞来着 现在久木辞职的心情足足有90% 最后的10% 仍在犹豫不决着 假如这时候林子说别辞 反而可能处于逆反心理 而咬定非辞不可 这样下去 也没什么好事 那辩解也不行的吗 怎么辩解 即使我去找那位常务董事 说明情由 不 不行 那一来 反而等于公开自己同林子的关系 非同一般 公司这种地方 一旦有了这种事 就不可能 再被中用了 对不起 林子突然深深地低下头去 都是因为我 才变成这样子的 不 不是 实至如今 再说怪谁也无济于事 相比之下 如果真有导致事情变糟的原因 那么只能是两人 爱得太深了 决定辞职之后 久木的心情 人摇摆不定 这次的事 诚然使得他对社里忍无可忍 上班的心绪 也当然无存 但是 一个工薪族离开了工作近三十年的公司 相应的感慨 也还是有的 特别是 如果因退休 离开倒也罢了 而若 五十刚刚过半 还差几年就辞职离开 觉得可惜或惋惜那样的心情 也并非没有 整个七月间 久木都处于这种动摇的心情中 而没有明确表示辞职 这也是因为心中暗想 反正辞职随时可以一辞了之 但进入八月 去分社的日期越来越近了 加之负责人告一具体的条件 如此一来二去 久木的心情愈发的低落 要他去共融社之初 久木以为是以总社派出的形式前往 但细问之下 不仅完全成为那里的职员 而且工资也要降为现在的七成左右 受到如此的冷遇 难道还要死活赖在这里不成 心情上 固然朝一辞了之的方向倾斜 而之所以尚未迈出最后一步 到底是因为担心今后的生计 迄今久木有近百万日元的收入 一半送给妻子 但辞职那一瞬间就没了收入 当然辞职时有一定的退职金的 但那也是一时性的迟早了无踪影 如此状态之下 往下真能和林子生活下去吗 请继续收听杜边淳一的长篇小说 《诗乐园》 如此状态下 往下真能和林子生活下去吗 前思后想之间辞职的勇气也就失去了 林子似乎察觉到了问道 是钱让你担心吧 一下子说中心事 久木一时雨塞 林子爽快地说 钱不用担心 我多少有些存款 去年年底 他父亲去世时 莫非多少分得了若干子遗产 辞就辞好了 总有办法可想 这种时候 林子表现得远为坚强 很有气魄 虽说不是为林子拖拽 但林子的话的确成了执着 八月初 在大家即将休假之前 久木一咬牙走进了常务董事的房间 告知辞职 啊 这是因为什么呢 常务董事当即表现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久木见对方为之吃惊 顿觉原先的郁闷 不翼而飞 往后继续给社里添麻烦 会让我深感歉疚 久木分外郑重地说道 对方慌忙说道 那不至于 你这样有能力的人去了那边 我想一定会在商品管理和物流方面 拿出新的方案的 对此 我们还满怀期待呢 说我顶装 我这人呢 只能做编辑 去那边 我只能落得爱手爱脚 我说 你不该这么小看自己的 哪里 小看自己的可不是我 常务董事称目结舌 久木不予理会 长期以来多么关照 谢谢了 可你别这么一锤子定音呢 再冷静冷静 考虑一下如何 这已经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再怎么说 我还是要辞职的 久木感觉自己相当的激动 但事已至此 有进无退 他说霸气身 微致一理 随即把木顿口袋的常务董事 瞥在眼角 出门而去 剩得一人 久木在走廊里大大的呼了口气 在迄今漫长的工心族生活当中 对常务董事粗声大气 这是第一次 想必也是最后一次 此刻 久木陶醉于爽快感之中 同时 心中的一脚 又有一丝悔意 毕竟做的 可是无可挽回的事 也罢 如此自语完毕 久木再次回头 看了一眼董事室 而后朝走廊前面的电梯走去 在久木向社里提交 辞职申请书的同时 林子身边也发生了 很大的便意 林子首先就寄到 久木出版社的信这件事 追问了自己的丈夫 但结果似乎不了了之 林子当然是打电话 严加盘问的 可是林子的丈夫 一口咬定不知道 林子心想 明明一清二楚 却一味的装糊涂 作为感觉 林子固然火冒三丈 但细想之下 的确没有是他写的证据 不错 无论从动机上看 还是从内容上看 明显是他干的 问题是 字是用电子文字处理机打印的 无法从字体上断定 当然 如果一路追究到 所用信迁和信封 或许可以水落石出 可是 这并非行事案件 做到那个地步 也未免煞有解释 何况 就算真是他敢的 也无从改变 已经决定辞职 这一事实 这也是九木 不想再追究的一个原因 哎 算了 现在轮到九木 劝林子了 但是林子 看上去 怒气未消 没想到 他是这么卑劣的人 林子越是贬吃丈夫 莫如说 九木 越是清醒 觉得他的心情 也不能理解 诚然 写信给出版社 是够卑劣的 但自己毕竟 夺了人家的妻子 甚至与之同居 不放弃回家 即使对方 恨这样的男人 想把他从出版社 抹除 也并不奇怪 林子断然说道 和那个人离婚 可他不答应的吧 不答应也无所谓 由我寄送 离婚协议书就是了 不过单单那样 驱动府不认可也没关系 反正 我是想用来表示 两相分手 一如往常 林子的决断 总是干脆利落 理由也简洁明快 理所当然 一旦林子提出离婚协议书 久木也必须做出决断 以前是妻子想离婚 而久木不应 至今悬而未决 但到了这个时候 是该痛下决心了 久木斩钉截铁 我也离婚 林子愕然地回头 你 不必的 啊不 那边已经利索了 是真的 虽然口说不必 但林子的脸上自然 占出了笑容 这一来 两人就真回归单身了 是吧 是啊 那就不是外遇了 不再是不道德了 我明天就去居政府 领离婚协议书 签名盖章就可以了吧 久木见过离婚协议书 此外又填写 两位证人名字的一栏 这在那边填上 即算了事 反正只要送过去 离婚意志 就已经表明了 是吧 一旦定下 林子 雷厉风行 第二天 林子就去居政府 领了两份离婚协议书 两人分别在上面 签名盖章 往下 林子寄给丈夫 久木寄给妻子 手续及稿完成 久木连同离婚协议书 付了一封写给妻子的短信 因为还没把辞职的事 告诉妻子 久木写明 八月底辞职 进而为拖延离婚 表示歉意 之后补充了一行 添了很多麻烦 但不会对不住你 请保重 不知为什么 写到这里 同妻子度过的漫长岁月 疏然迎回脑际 久木 眼角一热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反正结束了 久木对自己说着 将离婚协议书 揣进了一带 就在这一瞬间 久木涌起了一股 如是重负的解脱感 不管怎么说 家庭这一束缚 因之排除 丈夫的身份随之消失 得以回归一个单身男人 也并不是说 过去的家庭就是重负 丈夫这一身份 多么难以忍受 就算稍微觉得麻烦 但这种程度的事 大家都或多或少 有所感觉 但是 想到现在离婚成为现实 家庭了 妻子了 统统不再考虑了 就忽然觉出一种 如同羽翼翼风的小鸟 那样的轻松 当然 作为解脱感 赖以产生的背景 从常年供职的出版社辞职 这点也有很大的影响 从明天开始 再也无需争分夺秒的 出门上班了 自不代言 无需同讨厌的上次见面 无需对上不来兴致的话题 随身附和 往下 无论何林子 跨胳膊单独去哪里 也都无需顾忌谁了 一种仿佛腾云嫁雾的浮游感 疏人 俘虏了九木 如此轻而易举获得的自由 让他惊恶 让他困惑 说起此前自己做的事 无非对上司说一句辞职 和把离婚协议书 寄给妻子而已 而这就使得自己 从世间桎梏中逃离出来 享受自由与洒脱 如此容易的事 过去为什么就没意识到呢 九木 如梦初醒地 为自己的不智惊察不已 但下一瞬间 就察觉到了 一个无比孤独的世界 在自己的眼前敞开 的确 从今往后 不管几点起床 不管穿多么邋遢的衣服 不管去怎样的地方游逛 都无所谓了 可另一方面 可以如此自由自在 为所欲为 反过来说 也就意味着失去社里的同事 失去已知相连的所有朋友 进而同妻子孩子 各奔东西 孤家寡人喽 九木 情不自禁地嘟囔了一句 同时 深感刚刚获得的自由 让自己同社会 无限疏离开来 而变得孤立无援 而陷入孤立感的林子 也好像同样 在亲手把离婚协议书寄给丈夫 并告知娘家母亲之前 林子表现出其特有的毅然决然 但其反作用也好像马上的反映出来 进入八月不久 林子原本打算 今年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一个鱼兰盆节返回娘家扫墓 要什么时候和大家去呢 林子放心不下 就给娘家打了电话 而母亲好像问她 你也打算回来 那种问法 让林子觉得过分 母亲就差没说你别来了的语气 似乎让林子深受打击 林子说 像是为了离婚协议书的事生气了 但这和给父亲扫墓毫无关系的吧 的确 如果仅仅是因为交了离婚协议书 就连给父亲扫墓都遭到限制 那是够可怜的 现在 全都把我排除在外 听林子说 自从林子离开丈夫开始 同九木一起生活之后 母亲和哥哥自不消说 就连嫂子等亲说 也以仿佛看罪人的眼神看着她 林子感叹着 我干了什么坏事不成 九木无法应答 确实 单方面抛弃丈夫跟其他男人私奔 作为妻子是不被允许的 但从林子的角度 即使是抛弃徒有虚名的婚姻生活 而奔向真正挚爱和忠于自己内心的行为 就单纯执着与爱这点而言 林子是正确的 而从世俗道德和伦理方面来看 则或许是有为良俗的淫乱女人 这样一来 和娘家的缘分也就尽了 只剩下苦苦淋漓的一个人了 听着林子喃喃有声 九木不禁攥紧了她的手 不单单是你 在行单影之这点上 九木也如出一辙 昨日の夢を追いかけて 今夜も一人ざわめき遊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诗乐园 欢迎您继续收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继续收听 日本作家杜边淳一的长篇小说 《诗乐园》 由江峰播讲 从云南盆节到八月末 九木是在咀嚼自由与孤独的两种滋味中度过的 社里决定她八月底退职 除了云南盆节假期 还有没用完的带薪假 实质上几乎处于天天休假的状态 盛夏正中 九木过了一段久违的舒心日子 但与此同时又是同出版社 同家人彻底绝别的孤独日夜 从早到晚 只和林子两个人待在房间里 九木再次察觉 自己在漫长的工心生活中 已然心里焦脆 夜里自不用说 早上也好 中午也好 只要想睡 任凭多少都能睡 贪睡当中 有时甚至忘了吃饭时间 尽管如此 早上舒然醒来 还是心想得赶快起来去社里 而下一瞬间 就对自己说 已经不用去了 这种时候 自然由衷品为获取自由的喜悦 而下一瞬间 就生出仿佛唯独自己一人 被社会开除的疏离感 当每天早上从窗口 望见了工心族们 步履匆匆 赶往车站的洪流 这种感慨 尤其强烈 再怎么说三道四 而只要尾随其后上班 一天的生活和家庭的安排 就得到了保障 如此心动的刹那间 九木再次察觉 自己失去的东西的 巨大分量 田氏与不安 两种完全相反的东西 在心中纷纭交错 而一天天便在这当中 白白的流失 在如此一味内向的日日夜夜里 九木仅仅外出了一次 那就是去见文化中心的 一川的时候 以前都是一川打来电话 唯独这次是九木主动 叫他出来见面 从设立辞职的事也好 向妻子寄送离婚协议书也好 九木都还没有告诉一川 尽管心想迟早是要解释 但老实说又懒得解释 不可思议的是 一旦决定辞职 就连去上班时常去的餐馆酒吧 也不好意思去了 负账固然是一分不少 原本不需要顾虑 却总觉得自己好像不受欢迎了 没了那份心绪 这一天也一再犹豫 才把一川叫去以往和一川 一起去过的银座 数据屋街的一家小餐馆 在台前并排坐下 八月也是月底 剩下的酷热也似乎告一段落 餐馆里人很多 两人用啤酒干杯后 九木一咬牙先开口了 这回我从社里辞职了 一川顿时把刚要喝的酒杯放了回去 九木不予理会 讲了前一后果 一川默默地听着 九木刚大致讲完 一川就迫不及待地问 你这样可以的 可以的 不后悔 说不后悔是谎言 可视之如今后悔也没有用 九木微笑点头 一川陡然压低嗓音 那往下可有什么地方去啊 倒也没有 那你怎么活下去啊 啊 总有办法可想吧 说吧 发觉和林子说的 是同一句台词 往下 离婚证是定下了 那 未谢金什么的 也需要的吧 那方面 有十天古的房子 全都交给太太 九木点头 这一个月来 觉得自己对钱和物的执着已经淡了许多 可是 老大不小的年纪 你也够反常的 怕也是啊 一般来说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 也该多少有个界限才是 不错 是想恋爱 看见女人 是想引诱 但是 要为此 血冲头顶 公司和地位都弃之不顾 那可就落得个鸡飞蛋打了 那一来 就和发情的狗啊猫啊 没什么两样 一川说的诚然不错 可是过于严厉 听他说来 有七小的男人 迷恋上女性 一头扎进情爱当中 那是天大的蠢货 一如发情的猫狗之类 九木沉默不语 想必 一川也到底觉得 话说的有点过分了 接着说 喜欢上一个人呢 是不碍事的 但是要适可而止啊 说吧 又点了冷酒 不过 没想到你这么纯情 纯情 啊 还不是 因为迷上一个女人 从地位啊 收入到家庭 统统不要了 那和纯情不同 而是身心 深深的相爱 想吸引的结果 九木本想这么说 又觉得很难用语言 说明白 于是 默不作声 一川忽然小声来了一句 或者 我是嫉妒你也说不定啊 嫉妒我 为什么呀 她的确是个好女人 你不出手 我很有可能就出手了 感觉有点窝囊 一川就此如实相杠 这是第一次 可是呢 因为给你枪跑了 我就死心了 沉默了一会儿 一川 陡然想起似的说道 哎 前几天 他到我这来过 去中心 啊 四五天前吧 突然找到我 说如果可能呢 还想交书法 所以 接着你的电话的时候啊 还以为你说这个事呢 林子一个人去找一川 九木还真不知道 挺够意思啊 你辞职了 他想工作对吧 一川 列宇停顿 又说出更意外的话来 当时 他还问你太太 在哪工作来着 不错 自己以前曾对林子说过 妻子在一家瓷器厂当顾问 但那时 仅此而已 因为问了两次 我就说在银座的伪装堂 是不是不合适啊 啊不 哪里 那以后 妻子什么也没再提 所以很难想想会有什么麻烦 只是林子何苦问这个呢 正觉得蹊跷 一川轻轻的凑上身说 跟你这么说也不大好 他可是更漂亮了 因为说的是林子 九木也无法点头 物质丁氏 参台 原色的木纹 反正呢 他是变了 没准是你把他改变的 起初感觉他绝对不接近什么男人的 但是现在变得优雅闲静 有女人味了 开始喝冷酒后 衣穿也许有点醉了 以注视远方的眼神说 你每天看恐怕感觉不到 胸口那儿也白了 这么说你可能骂我 皮肤要像西服什么似的 林子究竟是穿什么衣服去的呢 平时一般穿素色的连衣裙 莫不是因是夏天而穿了多少低胸衣服去的不成 传达式的女孩都说了 与其说是漂亮 倒不如说是性感或者妩媚什么的 即使女人看了都好像心情肉跳 给衣穿这么夸奖是头一次 久木像自己被夸式的低下了头 不过呢 好像比以前瘦了 脖子那儿细了 那也挺好的 确实 也许近来天气热的关系 林子的食欲有点下降 所谓红颜薄命 恐怕就是这个样子吧 薄命 啊 告别时呢 悄悄低下头回去的 背影呢 多少有点飘忽感 感觉呢 不是特别好 说到这儿 一川拿起冷酒 一眼而尽 自暴自弃的说 唉 不过 好好珍惜吧 在小餐馆吃把喝完 又转了一家酒吧 回过神时 一川也讲起了自己的工作 九木成了一味倾听的角色 看来男人没了工作 能交谈的话也少了 九木在这种寂寞心情中走出了酒吧 村别时 一川小声说道 多保重呦 和刚才的说法不同 一川口中的这几个字具有奇妙的侵入感 九木点头 一川伸过手来 轻轻地握手告别 九木这才察觉 和他握手还是第一次 觉得很有些不可思议 这握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伸手极为自然 而多保重 这个说法也分外的关切 唯独这个在心底 留了下来 请继续收听 杜边淳一的长篇小说 《诗乐园》 回城的车中 九木继续思考不止 但仍然百思莫解 就这样 回到了色谷的套间时 已经十一点了 先去浴室 抛进林子放好的洗澡水 然后换穿睡袍 歪倒在沙发上 电视正播着新闻 九木调低音量 喝了口啤酒 对着站在厨房里的林子的背影响声说 刚才和一川在一起来着 林子顿时回过头来 又很快如其事地泡茶 他说你变得漂亮了 漂亮得不得了 那个人一开口就说那种话 你求他给试做了 上次求过 没有下门 心想不行就不行吧 林子拿了咖啡 并坐在同一沙发上 我一说辞职 一传马上说我是蠢货 那也太过分了 是不好听 可以理解他的意思 如此说吧 九木看着电视果断地问 你打听银座的店了 想必林子有所预料 他淡淡地回答 我 见了你太太 可有什么事 没什么事 只是早想见见 去见自己所爱男人的妻子 是怎么一种心理呢 出于兴趣这点 不是不明白 但直接去见 毕竟够大胆的 九木也对林子的丈夫有兴趣 却不具有主动去见的勇气 不过 我只是 远远地瞥了一眼 现在妻子 在银座一家刺激店里帮忙 知道名字长什么样 或许能看得到 是一个相当好的人 给林子这么一说 九木不知怎么应答好 好像明白了你喜欢的理由了 现在都还那么苗条 工作干脆利落 妻子在外面工作以来多少年轻了些 但终究年过五十 和林子相差一轮 就算年轻 也可想而知 和那样好的人也分别了 林子自怨自语地低声说 当然 事情成这个样子 都怪我不好 不过 看你太太的时间里 心里怕了起来 怕 岁月的可怕 十年二十年一过 那期间人的心情也要变得吧 结婚之初 想必你也爱着太太 一心想构筑 美好美满的家庭来着 然而 现在就变了 何苦现在说起这个 九木正感到费解 林子眼看窗帘挡住的 叶色的窗口说 早早晚晚 我也可能被你嫌弃的 那怎么会 绝对不会 会的 即使你不嫌弃我 我也没准嫌弃你 顿时 九木觉得像有一把匕首 插进了喉头 的确 一如男人的心情摇摆不定 女人的心情恐怕 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当下一往情深海誓山盟的爱 也不能保证不会在岁月的腐蚀下 迟早崩塌 刚遇到太太时 你也是这样的吧 这 虽然不能同对现在的林子的心情相比 但在神前发誓相爱 则确有其事 我也同样 那时 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林子也好像想起了决心结婚时的情景 九木哑口无言地抱起双臂 这档口 林子摸着九木的左手无名指的戒指说 哎 你是迟早要嫌弃我的吧 那不会的 这么喜欢你 不可能嫌弃的 就算你不嫌弃 我也要上年纪的 每天每日 都在切切实实地变老 变成老太婆 或许 他嘴上夸九木 妻子年轻漂亮 而实际上 到底在自己的身上 感觉出了衰老 我跟你说 所谓永远不变 那是绝无可能的吧 与此同样的话 在清景泽也听他说来着 正想着林子扑进了九木的怀里 抱我 死死地抱住我 由于整个身子扑了上来 九木在沙发上伸得一歪 林子额头继续顶着九木说 我怕 好怕 九木楼紧梦一般喊叫的林子 片刻林子在他怀里滴雨 我们现在 肯定是最幸福的 现在是顶点 往下 哪怕再形影不离 也只能走下坡路 那不会的 九木尽管否认 但心中还是涌起一念 说不定现在对两人 是最幸福的时候 能相信的 只有现在 林子看了九木的妻子 得知爱是流转不拘的 并且产生了强烈的预感 自己和九木的爱 也是当下登峰造极 迟早会土崩瓦解 也许是这种不安激起了情欲 或者原本两人心中 隐而未发的情欲 以这一刺激为契机 而一举汹汹燃烧 意识到时 两人已在床上 赤身裸体 紧紧地抱在一起 说 说永远相爱 绝不变心 此刻 林子为了消除 对于未来的不安和恐惧 而求助于性爱 较之上百种 冠冕堂皇的道理和安慰 还是只有尾身于陶醉于全身 热血沸腾 瑟瑟发抖 爬坡冲顶的 幸快乐之中 才能使得自己 从挥之不去的不安中 逃离出来 再没有比躯体更诚实和忘我的了 林子的肉体里在 也感染了九木 刚才见一穿 而一再抑制的欲望 一下子被点燃起火 两人很快配合默契 一头插进一发而无可抑制的 阴荡行为中 不错 其实两人紧紧地搂抱着 相互贪婪的接吻 但不知不觉间 水到渠成的融为一体 之后 稍事休息 精神这个恶魔 就仿佛宣告重开战局 两人当即如胶似气地缠在一起 与此同时 林子披头散发地狂喊 杀了我 就这么杀了我 正当冲顶的九木 一瞬间屏息脸气 此前 林子也曾在冲顶当中 低声说杀了我 在欢愉的极点 淡求一死 但那一愿望里面 除了想在当下 汹涌澎盛盘的快感中死去 还可能潜伏着贪欲 如果旧是死去 即可永远地享受着快感 如此地步 九木也是可以想象的 尽管这样 此时林子的求爱方式 也还是过于的剧烈 那早已越过性快感和性陶醉 而达到浑身热血 倒流沸腾的极致 由此产生的 与其说是雨声 莫不如说身体本身的呐喊 快 杀了我 九木不知如何对待 仍在喊叫的林子 只管狠命地报警 喂 你怎么不杀了我 九木无言作答 刚要抬起上身 松开拥抱的胳膊 林子用双臂扑住不放 别离开 九木顺从地保持 趴在身上的姿势不动 林子缓缓地睁开眼睛 跟你说 不能这样死去 从下面往上看的林子的眼睛里 或许由于过于的兴奋 隐隐闪烁着泪花 要和你一起死 胸也好 肚子也好 那里也好 全都连在一起 就那样 我 要是这样就能死去 一点也不怕 是吧 追问之下 九木一边感受 两人的结合一边点头 是 两人 就这样死去吧 即使被林子这么劝诱 也没怎么发慌 莫如说 想要言听计从 九木对这样的自己 一时感到了狼狈 而下一瞬间 就被那也未尝不可的念头征服 莫非是冲顶后的倦怠 使心情消极起来 总之 现在没有了反抗的力气 能和我一起死吗 啊 对不治可否的九木 林子进一步的定问 真的呢 没问题 话刚一出口 九木就想起 被阿布丁 切断杨具的脊脏来 那时 吉藏对勒死也可以的的追问 或许也是这样回答的 而且同时处于 现在的这样倦怠中 真高兴 林子一下子抱住了九木 一起死 真的可以 真的 回答之间 九木发觉 自己迄今为止的人生中 现在是最温存 最顺从的 我们死也死在一起 施乐园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继续收听 日本作家杜边纯一的长篇小说 施乐园 由江峰播讲 听得九木说 我们死也死在一起 林子知道 自己是引诱男人 赴死的恶魔鸟 却又觉得 骑在鸟翅上 飞往死亡世界 也并不坏 那么 咬这里 作为约定记号 林子挺起 仍有余热的胸部 九木在内上面 留下了几乎 深血的牙印 林子随后 咬在九木的胸口 九木一边 忍耐着轻微的疼痛 一边对自己说 再也无法 从林子的身边逃脱了 总带着 弄掉可不行 仰卧当中 胸口牙印 隐隐地作痛 好像咬得相当用力 但这也只能 作为爱的证据 接受下来 九木正闭目合眼 林子巧声嘀咕 我们 到底现在 最幸福啊 的确 若是现在 九木经济上有余地 年轻活力 还多少剩有一点 而且 有为林子这位 不可再得的女性 无比爱着的自信 就算再多活下去 也很难认为 会有比现在 还幸福的辉煌时代 日后必然到来的 任何的一种死 都不可能比得上 同林子一起死 这般华丽壮美 我年轻时 就梦想在人生 最幸福的时候死去 听着林子唱歌般的语言 九木响起 将游刀五郎 诱往死路的 波多野秋子 和那两个人的情况 固然有别 但在人生最佳时刻 被女性拉着赴死 这点上 林子与自己的关系 或许与之相似 我们一起死了 会怎么样呢 会怎么样 作为人会怎么说 大家会怎么震惊呢 一瞬间 九木响起了 妻子和女孩 单单一响 都怦怦的心跳 看样子 较之自杀愿望 林子眼下似乎 更从自杀这一行为本身 发现了快乐 跟你说 两人要紧紧地抱在一起 绝不分离 可那 怎么才能做到呢 往下 两个人要一起想办法呀 林子这种说法 好像两人 要去秘密的地方找宝 大家 肯定会大吃一惊的 听林子 欢呼雀跃跃般的 话声的时间里 九木心中也萌发出 想象令周围人 大为震惊的场景 那隐秘的快感 还没有人 知道我们的死 九木一边点头 一边觉得 同林子沉浸在床前床后 漂浮的死亡快乐中的自己 是那般的令人怜爱 那般的匪夷所思 街头比季节 抢先一步 迎来了秋天 九木此刻 所在的银座街头 女性服饰专卖店的陈列窗内 带有秋日气息的 红葡萄酒色和黄褐色 基调的服装多了起来 街上行人身上 也多了与之香配颜色的衣着 虽然比街头气息迟了一步 但季节也还是 稳扎稳打的 向秋季倾斜 阳光再亮丽 好像也没了气力 五点刚过的现在 西边已经上来了暮色 在这样的秋日傍晚 九木走进了一家咖啡馆 要了一杯热咖啡 咖啡馆在二楼 透过玻璃窗可以俯视 渐渐沉入暮色的银座街头 正是五点前后 结束一天工作的 龚新族那颜色沉稳的 西装群里 点缀着年轻的 office lady的彩色身影 正在观望傍晚银座的街景 女适应声忽然从背后闪出 九木慌忙回头 啊 让您久等了 身穿白色与粉红色制服的 女适应声不过是 轻点了一下头 放下咖啡罢了 而九木不知为何 就好像做了什么 坏事似的低眉垂手 对方离开后才输了口气 九木坐的是靠窗 两人坐长椅的一端 前面只有一桌四人 和一对客人 很空 五点刚过 再次等人的客人也很少 九木之所以从女适应声的动作 到周围的客人都很介意 是因为衣袋里藏着重要的东西 今天下午 为了找这东西 九木去了梵田桥一家研究所 九木想起去那里 是在和林子相约一起死之后 怎样才能互相抱着一起死呢 半个月来 九木和林子一直在想这个 看了种种的侦探小说 又看了医学书刊 结果发现 要想两个人一起死 只有这一个办法 就在两天前 才得出了这个结论 决定和林子走上死亡之旅 九木觉得自己穿过了一堵 巨大的屏障 不言而喻 死是可怕的 但那也可能是一种旅行 大凡在这世上活着 总有一天要奔赴这样的旅行 既然这样 那么就想和最爱之人 以最美的形式出发 现在林子说两人紧紧抱着死去 并不可怕 而且是在心爱中 冲上快乐顶点的一瞬间 一死了之 不错 两人都不曾体验过死 但在全身充盈奔放的巅峰 肌肤相亲着停止呼吸 很可能没那么可怕 同林子相约赴死之后 死亡的不安 从九木头脑中迅速的消失 而对生的渴望 则徐徐升温膨胀开来 花美壮烈而心满意足的死 那是仅仅赋予为相爱而死的两人的 无上幸福 祈求并能够实现如此幸福的两人 这世上为数少而又少 几十万人中才有一对 不 甚至比几百万人中的一对还要稀少 为其如此 两人就更是从屈指可数的男女组合中 被特别选中的爱的精英 迄今为止 说起成年人的殉情 被认为是男人为了女方 而动了他人的钱 或者苦恼于世所不容的恋情 而最后失去归宿的结果 但是 如今不同于江户时期 贫富差距悬殊 受困于贫穷和借款 或因身份的差别 情义束缚而进退两难选择死亡的时代 早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 久母现在好像才明白了 阿不定怀抱心爱男人那个物件 被警察逮捕时面带微笑的心情 决定同游岛五郎殉情后 秋子在死前一天还到报社上班 一如往常做好工作 并给周围人留下了贫和笑脸 离去的心情 也肯定是与此相同的 人们仅看其绝命地点 而以为两人发狂了 凄惨了 但那只看到了表面的结果 而当事人则置身于遥远彼岸的至福之境 无论留在后面的人说什么 其本人都以皈依爱这一宗教 在幸福的顶点奔赴死这一安息世界 如此思索和自言自语之间 对于死亡的恐惧逐渐淡薄 或者莫如说单求一死 尽管这样真要付诸实施 尚有若干的困难 至少肉体方面健康的两人 主动抛弃身上本来具有的求生积极意志 而自行了结生命 触犯常识这一伦理还没有什么 但被于生命伦理则非易事 尤其是林子和九木寻求的死 是相当一意孤行的奢侈的死 倘若仅仅两人一起死去 过去也有几例 例如游岛五郎和秋子那样 并列自义就是个方法 此外纵身跳崖或一起 在充满没气的房间里睡去 也未尝不可 如果把一起这两个字的含义 理解为死在同时 那么并不是很难 问题是林子寻求的 是两人紧紧拥抱着 不相分离的这一死亡方式 理所当然 追求殉情的男女 大都需求紧紧的连在一起而不分离 但是尸体被发现时 几乎全部分离开来 即使用腰带相互系着 且手拉手从高处跳下 发现时腰带也变得七零八落 就算在充满没气的房间睡了过去 最后还是两相分离 倘若点火不仅殃及左邻右舍 而且自己也可能烧黑烧焦 虽说是活着的人自己寻死 但希求死后形态如此这般 那也肯定是一种僭越 一种奢侈 而林子现在寻求的死 更加的奢侈和任性 他想在紧紧搂抱的状态下 甚至四处都密不可分的死去 死于这种形态 果真是可能的吗 如果可能 九木也想那样 更想满足林子的心愿 但现时中 当真存在那样的方法吗 冥思苦索到最后 九木今天决定 到老朋友那里来看看 请继续收听 杜边淳衣的长篇小说 《诗乐园》 话虽这么说 再没有比思考死法更荒诞 更莫名其妙的了 迄今为止 关于人生 九木也自以为自己是有所思考的 但无疑不是出于如何生的积极意念 现在则来了个180度的转弯 消举考虑如何死 而且不是作为老来有病那种 日益临近的死亡对策 而是作为亲手中断生命流程的方法 写人生活法的书诚然数不胜数 而且自杀的意义和方法的书 当于是空白 在那种状态下 敢于成就死亡 换个看法 有可能需要比积极活下去 多出不知几倍的能量 和精神集中力 九木再次痛感死之艰难 与此同时 也多少理解了自杀者选择自艺或跳崖等别人在眼里很难说那么好看的自杀形式的心情 或许归根结底 寻死之人 即使到了最后关头 也不知具体如何死好 只好优先考虑万无一失而有不痛苦的死法 正因死之前 不曾就死法考虑得那么深入 所以一旦到最后的阶段 脑海中浮现出来的 就只有跳崖或者是从公寓的天台阳台等跳下去的方法 相比之下 自艺倒是相当精致的手段 但冷静赴死的意志和准备是必不可少的 此外 煤气自杀也需要相应的筹划 至于毒药之类就更加不易入手 何况效果也不明了 对于同林子一起死这件事 九木已无任何的意义 但方法仍迟迟的定不下来 九月中下旬 一个姓川端的老朋友 漫不经心的嘀咕一句话 输然浮上一位持续考虑死法的九木的心头 我这里呢 有好多情话假 川端是九木高中时代的同学 大学上的是理学院 如今在梵田桥一家环境分析中心的研究室工作 回想起来 见到她是在去年秋天的同学会上 自那一来 差不多过去了一年 她是高中时代最要好的朋友 现在也以你这家伙或者是隐相成 九木想起后 打电话过去 对方说下午在研究室 比较得闲 九木当即讲好前往 没事前往 有欠自然 就说一部小说里面有处理读物的场面 不知从专业角度看是否妥当 想就此请教 川端的专业似乎是分析化学 现在是主任研究员 九木到了被领去中心三楼 她单独的房间 好久没见了 身着一身白大褂的川端 轻松的和九木打着招呼 聊了一会儿 共同的朋友之后 九木说明来意 九木问的问题内容是 用情话甲毒杀的时候 是放进红茶里让对方喝的 这样受害人会不会感觉出一样呢 如果感觉得出 那么掺什么合适 川端以为 九木仍在出版社工作 于是毫不怀疑的给予了回答 首先放入毒物后 会释放出又苦又酸的气味 这样红茶容易被察觉 所以恐怕最好的方法 是在浓咖啡或者是甜果汁里 这时 九木说想看看情话甲 川端轻快地点了下头 从房间的一角的药品架上 拿来了大约十厘米高的小瓶子 也许为了遮蔽阳光 瓶是褐色的 外面的标签写着世纪 还标明特级情话甲 能到处一点看看 川端把纸铺在桌子上 又放上包要的纸 戴上橡胶手套 取下瓶盖 然后把小瓶稍微倾斜 两个小豆粒大的和更小的颗粒 连同白色粉末 倒了出来 这些够几个人用呢 这个纯度高 一小勺就足够了 四五个人怕是毒的死的 九木重新瞪大眼睛 看一眼前的白色粉末 看上去非常的普通 说是白砂糖或盐末 都看不出异样 然而只想用纸尖 站着舔一点点 就会要命 这美丽的白色粉末的 什么地方 潜藏着那样的魔力呢 九木正战战兢兢地看着 电话铃响了 川端欠声力气 房间用平分隔开 进门就是待客的沙发 九木就在这里 川端则在里面 有桌子和书架的地方说话 刹那间 九木脑海冒出了 偷拿白色粉末的念头 两三小勺的分量即可 包在纸巾里带走足矣 机不可施 然而害怕并不敢下手 犹豫之间 打完电话的川端折了回来 啊 我要去旁边的研究室一下 你得等等 大概有什么急事 川端走出了房间 等脚步声消失了 九木打定主意 像川端做的那样 戴上了橡胶手套 看好房间 谁也没在之后 把一部分白色的粉末 鱼器旁边的包药纸上折起 又包了好几层的纸巾 赶紧揣进内侧的衣袋里 正若无其事的吸烟 川端回来了 哎呀 抱歉抱歉 久等了 说吧 川端问 可以了吧 随后把白色的粉末放回了屏内 看样子 他并未发觉 九木过作镇静地问 这东西在哪才能买到 哦 一般人可不行 对我们呢 是工作需要的事迹 一要呢 就会送来 标签上标明二十五克 制造厂名称也在上面 那这个会不会不小心喝了 那不至于 不过过去做研究当中啊 好像有人没有注意 沾到手上了 一舔就死掉了 那么容易就死 在毒药里边啊 这个是最厉害的 损害呼吸中枢 几乎立刻致死 或者是一两分钟就不行了 听川端介绍当中 九木再也坐不住了 站起身来告辞 坐在咖啡馆角落里的九木 手轻轻地按了按贴身的胸带 这件西装的贴身衣袋里 揣着有刚刚从川端那里偷来的纸包 一伸手就碰到了那个小纸包 按川端的说法 一小勺就能轻易地毒死四五个人 那么这个分量可以杀十个人没问题 自己携带如此的毒 九木心里害怕 就想姑且休息一会儿 于是跑到了这家咖啡馆 可话又说回来 何苦跑来银座 这样人多热闹的地方呢 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或许是想进入在辉煌的灯光下 说说笑笑的人群中 求取心安吧 为了让自己镇静下来 九木喝了口咖啡 却又马上想起刚刚去过的研究室 把纸包揣进衣袋后 自己匆匆走了出来 川端不会感到蹊跷吗 他把剩下的收回瓶里时 什么也没说 很难认为他有所察觉 不过自己告别 往回走的方式 可能多少有些不自然 但毕竟喘了那么大的祸 哪里还有心思和他继续的东拉西扯呢 老实说 九木现在都对自己如此轻松的 能把那么危险的东西弄到手 感到吃惊 这当然得益于川端 对要好朋友的毫无戒心 只要自己有勇气 再多拿些 也应该是可以的 一来 没有人会特意拿这种剧毒物品 二来 弄不好自己 都难免受害 再说 也不可能有多少存心自我寻死的人 所以川端放松警惕 也是情有可原的 问题是 假如林子和自己因此死了 那么川端会不会被问罪呢 应该不会 一来他不知道毒物被人拿走 二来 自己也无意说出去 所以不至于给他添麻烦 就算死因迟早明了 也可能以毒物来源不明为由 而使得获取途径 永远的沉入黑暗 想着想着 久木再次不安起来 拿起单具起身 离开咖啡馆已经六点 街头被各种霓虹灯 装点的五彩缤纷 愈发显得美轮美欢 施乐园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继续收听 日本作家杜鞭纯一的长篇小说 《施乐园》 由江峰播讲 离开咖啡馆 久木一度走往地铁站 中途转念拦了出租车 一旦揣着这么危险的东西坐地铁 一旦和别人冲撞弄坏了纸包 那可不得了 况且已经决心一死之人 根本用不着节约车费 转念上了出租车后 路上顺便走进了一家超市 买了手套和带盖的小容器 然后返回色谷的套间 宝贝东西到手了 久木郑重其事地说了一句 随后讲了自己去研究所的经过 打开了茶几上的纸包 几天前 开始写经的林子 停下了手 细看白色的粉末 把这东西掺到果汁里喝就行 林子没有应声 只是一味地注视着 一会儿与约略沙哑的声音说 这粉末真能让人死掉 咽下去一两分钟 就可以彻底断气 久木戴上手套 拿起药包 将粉末移进不大的鸢形容器 听川端说 放在光亮和空气中会使纯度降低 所以直接放在了暗处保管为好 不要了的包钥纸和包装纸 也归隆到另一个袋子里 过后烧掉或埋在土里可能更好 只要有了这个 就已别无他求了 不难受吗 也许稍微难受 但是紧紧地抱住 就不要紧的 林子仍看着容器里的粉末 忽然想起似的说道 这个放进葡萄酒里是不是可以 什么葡萄酒 当然是红色的 最高档的葡萄酒 我想不碍事的 和你一起相互搂着喝 你先把红色的葡萄酒含在嘴里 再转到我嘴里 看来喜欢葡萄酒的林子 打算把血红的葡萄酒 作为在这世上最后喝的东西 以此终结人生 那就这么来 既然这是林子赴死之际的愿望 久木就想全都一于满足 赴死之旅的方法确定之后 久木的心更加安静平静下来 尽管是自己的身体 却又觉得好像成了透明体 整个身心里里外外 被彻底的净化 除了期待死 别无任何现实欲望 接下去 两人要决定的就是死的场所 自然而然的一致定为清景泽 自不代言 两人的激情燃烧 并共同发誓不回家的连仓酒店也好 优惠过几次的横滨的宾馆也好 雪中万乱俱进的中禅寺湖畔的酒店也好 或者樱花不断飘落去过的 有能聚舞台的修善寺旅馆也好 每一处都对两人具有深刻的记忆 和难以忘怀的地方 但是死在一般人投诉的酒店 不仅对酒店的人 而且对周围的人也是个麻烦 而若想在不给任何人添麻烦的情况下 以自己期望的形态悄然死亡 那么只有清景泽的别墅 理所当然 两人死在那里 无论林子的母亲还是哥哥 可能都无心思使用别墅 但那终归是近亲做的事 固然对不住林子的母亲和哥哥 但这一点只好作为最后的任性 请求原谅了 死亡的场所定在清景泽之后 九木脑海再次粒粒浮现出 游岛五郎和秋子两个人来 那两个人死的时候是初夏梅雨的时节 而自己和林子往下去的是初秋的清景泽 话虽这么说 但高原秋来早 说不定秋色已深 梅雨时节死去的两个人尸体 因暑气和潮气而很快腐烂 但秋天似乎可以避免那样的悲剧 往下只能越来越凉快 是啊 即使晴天也凉瘦瘦的了 到了十月 除了住在清景泽的人 谁都不会来了 九木想象日益色彩斑斓的树木深处 那座寂无声息的别墅 落叶松林也会变黄了 沿着那条路走去 感觉就像进入了前所未见的遥远世界 继续前行 那条路一定通向更加静寂的世界 九木和林子对此深信不疑 一切缓慢而又确切地向死亡流移 身心都已向死亡倾斜到这个地步 早已对生不怀有任何的执着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两人的生活 一味克制或变得消极内敛 相反 性方面 目如说更加波涌浪翻 更加的浓墨仲裁 此后数日 两人仍留在世上清理各自的身边事 准备毫不留恋地走上死亡之旅 这么一想 九木越想渴求林子 林子越想渴求九木 例如早上 九木醒来时 发觉身边有林子 就自然地贴身上去 全身反复地爱抚 水到渠成地结为一体 伴随林子几次充顶之后 一起堕入梦乡 时尽中午再次醒来 当即重新嬉戏 晚上急不可耐地等待入夜 又一次地搂在一起 正可谓日以继夜 作哀不止 陌生人见了 肯定以为荒语无耻 以为是色情狂 然而 一旦抛弃积极创造什么来获取财富 过好日子那种现世俗欲 那么在这世上 应该做的事 就几乎没有了 说起往下剩余的东西 不外乎食欲和性欲 而前者因为大多困手家中 产生不了多少 最后剩下的 就只有同一对男女 正相适合的性欲了 这么说来 难免认为两人是精力充沛的性爱狂 其实较之挑战性的极限 不妨说是对性的专心致志 和沉溺其中 以此打消死期临近的不安 同时 稀释生命的火力 特别是 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要想以自然状态迎接死亡 那么只能设法 自行消除体内潜伏的生命余力 使之 接近死亡状态 作为生存于世的生命体 如果将体内本来具有的所有精力 消耗燃烧一尽 那么求生寓意 自然淡薄 不久 即从忘我境地 赶往死亡世界 九木和林子 日夜周而复始 对于性的不倦追求 未尝不可以说 是旨在迎来安静有序之死的身心疗愈作业 清理身边的过程中 有一件事 仍挂在九木的心头 他想见一见妻子和女儿 那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留恋和执着 而是对于迄今为止 和自己共同拥有人生最长时间 朝夕相处的伴侣的礼节 也是爱心 妻子也好 女儿也好 肯定都已厌倦了 离家数月不归的丈夫或者是父亲 但现在见上一次 或许是作为我心我素之人 能够表达的最后诚意 考虑的结果 九木在去清景泽前一天 去了妻子那里 因为事先打了电话 就妻子把女儿也叫来 所以支家也来了 和两人相见的地方不是在起居室 而是在客厅 这也让九木感到了一种身份 九木心里像到了别人家似的坦塌不安 问道 一切还好吧 但是妻子没有回答 反问他 那件事已经委托相识的律师了 这样可以的吧 九木当即知晓说的是离婚的事 但九木对此早已毫无兴致 就算往下调停财产分割等条件定下来了 自己已经不在人世 只要身后之物 全都给妻子和女儿就满足了 九木点头 喝一口女儿递来的茶 就再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女儿说 爸爸好像有点瘦了 九木只应了一声 你倒还挺精神的 交谈又一次中断时 妻子拎了两个大纸袋出来 已经秋天了 你看代理装着叠好的九木的 秋令西装和毛衣 原来都已经准备好了 本以为一位憎恨自己的妻子 意外给自己归拢好了秋天穿的衣服 这让九木一时感到困惑 对于这就要返回别的女人身边的男人 做到这个程度 不知是由于仍有恋恋不舍之情 还是处于多年来 身为妻子的女人 单纯的习惯 谢谢了 对于很可能 是最后一次的妻子的体贴 九木老老实实的低下头去 不过气氛也真是不可思议 尽管离婚尚未达成 但丈夫已经离家和别的女人同居 妻子尽管怨恨丈夫冷冷相待 但又准备好了丈夫秋天穿的衣服 女儿尽管对一意孤行的父亲怀有怒气 但居中撮合似的忙上忙下 然而无论妻子还是女儿都未察觉 这位父亲已经下定了数日后寻死的决心 虽说三个人各自觉得有些尴尬 但都没有破坏现在的气氛 都盼望着再保持一会儿 就这样又喝完一杯茶的时候 九木只离一下楼上说 我去一下 上到二楼自己的书房 书房和今年初夏离家时一模一样 窗帘就那么拉着 笔筒的位置和不再用的公温盒的位置 也都一动未动 桌面上薄薄的积了灰尘 九木觉得亲切在这里吸了一支烟 然后下落告辞 妻子似乎有点吃惊 但没有挽留的意思 女儿担忧的交错看着两个人 那这个我拿走了 说吧 九木拎起装有秋灵衣服的纸袋 站在门厅 回头看妻子和女儿 那么 本来打算接着说 添了那么多麻烦 对不起 而要出口时 却又陡然觉得话语生分起来 只是牧师两人轻声说道 保重吧 以为是随口之言 结果自己一阵难受 低头开门时 身后响起了女儿枝渣的喊声 爸爸别走 听着芝家的话 应声回头 妻子背过脸去 芝家以及将哭出来的神情 瞪拾了父亲 看清楚那两副脸庞之后 九木再次在心中嘀咕了一声再见 走到了门外 直接从门廊走到路面时 再次回头看 但妻子和女儿都没有追来的动静 门口如无人住的房子一样 无声无声 无声无息 樱花飘洒的车站 白雪覆盖的温泉 这是两个彼此痴缠忘我的身体 这是一双绝望灵魂的苦苦相恋 这段禁忌的爱恋 是否能走到终点 请继续收听 杜边淳一的长篇小说 《诗乐园》 去诗天谷家的第二天 九木和林子一起离开东京 这是两人的复死之旅 想到现实所有一切都是看最后一次 就连短暂居住的涩谷小套间 和车来人往的嘈杂的东京街头 也让人留恋 但毕竟不能总是沉浸在伤感之中 好了 走吧 听到林子爽朗的声音 九木离开了房间 季节已是秋季 林子身穿 妥容西装 戴铜色的帽子 九木身穿 从妻子手中接过的浅褐色夹克 和褐色的长裤 提一个宽底的旅行包 在旁人看来 感觉或许是略有年龄差的相亲相爱的两个人 出去住一两个晚上 车由九木驾驶 穿过城市中心进入观越高速 这样东京也是最后的告别了 九木一时感慨满签 结果高速入口票 递给林子 林子嘀咕着说 这是单程票啊 确实 赴死之旅 单程足矣 这是 开往乐园的吧 林子特意调侃 但眼睛直视着前方 九木手握方向盘 口中念叨 乐园 林子似乎已经坚信来世 就是两人永远相爱的乐园 曾经在天上的两人 因偷失禁果而被逐出乐园 亚当和夏娃 现在正要重返乐园 就算是受了蛇的诱惑 一度背叛神 而偷失禁果的两个人 也真的能重返乐园吗 九木对此是没有自信的 不过 即使重返不了 也没有怨气 因为两人之所以身在 到处是污泥浊水的现世 就是由于偷失性 这个禁果之故 因此 假如是从天上 堕落到人世的 那么就想在尽情循环作乐后 一死了之 两人已经痛快淋漓地 感受了人的最大愿望 总之 现在林子 但愿在爱的绝顶死去 做着死后 玫瑰色的梦 而九木 则不知晓死后 是不是玫瑰色 问题是 纵然往下长命百岁 也很难认为 有比这更好的人生 现在 却要在被林子 如此深深爱着的状态中 死于欢愉的顶点 而只要这一点 是确确实实的 就再也没有任何不安 就能同林子 踏上爱的单程票之旅 来到秋天的清景泽 九木无端地想起了 绝尘雄起风了的续曲 就在那样一天的午后 疏然不知从哪里 挂来一阵风 但这一席记得的文章之前 出现保罗瓦来里 这样一句诗 起风了 让我们迎风而生 虽说起风了 未必代表秋天 但这句话的感觉 非秋日风情莫属 可是让我们迎风而生的意思 即使好了 让我们活下去吧 而这对正身在 父死旅途的两个人 未必相符 不过 同这一次相反 较之生机 这永叹词语之中 蕴航的更是静谧的 达官或凝视生死的 成熟的秋天气息 两个人到达的清景泽 正是这样的秋天 济无声息的树木之间 秋风忽然响起似的 疑略而过 到的时候是午后 太阳还高 于是直接从中清景泽 经千铺开到了鬼崖出 尽情领略高原的秋色 天气同趋跃的梅雨 时节来的时候 完全不同 真可谓快晴 辽阔的天空下 就连喷烟的浅剑山 也显得很小 山半腰 有一部分已经开始染色 山路铺展的芒草 也已抽碎 在秋阳下熠熠生辉 久木也好 林子也好 都很少说话 不过 这并非因为不高兴 而是想把中秋 所有的自然美景 都深深地收尽眼帘 过了一会儿 太阳开始吸血 浅剑山的棱线 随着变得更加的鲜明 其前方的天空 也开始变化 两人正看得出神 暮色开始从山脚爬上来 一瞬间 唯独云的白色格外显眼 已经入夜了 莫名其妙的是 心中充满生机时 美美为萧瑟的 秋日风情所吸引 而在求此的现在 莫如说 想从这样的风景 逃离出来 两人像被追赶似的 跑下山去 大约一个小时后 开到别墅时 已经是夜间 管理人 预先点亮的门厅灯 给人以夜色以身之感 我回来了 林子招呼道 久木也随着小声地 说着走进了门内 两人讲好 今天再次度过 清景泽最后一夜 明天夜里 两人喝血红色的葡萄酒 终了 此事人生 这天夜晚 两人在附近酒店的餐厅用餐 明天一天 哪里都不打算去 所以 这对两个人来说 是在外面吃的 最后一次晚餐 七月初 也是在这里用餐的 为祝贺久木的生日 那是用香槟干杯来着 做梦也没想到 那以来仅仅过了三个月 就在同一地方 吃最后的晚餐 回想之下 那时 说不定就有了先兆 例如当时久木 虽然还不知道 将被派去分社 但已萌发了 想从社里辞职的念头 深深陷入 再活下去 也是徒劳的 虚无情绪之中 与此同时 林子也由于爱的异变性 和对于日后老年的隐约不安 而开始梦想 在爱的汹涌漩涡中死去 水口的死 既之而来的怪性 以及降格使用 都使得久木 走投无路 直接导致他辞职了事 不过 那以前同林子过于深入的爱 以及觉得自己 已在一定程度上 尽了人生职责的想法 也无疑加速了 他迈向死亡的心情 换句话说 春夏之间 被充分较准的子弹 在秋高气爽的某日 射向天空 两人随着一声枪响 而永远地 从这人世上消失 久木本身 正在为这过分的困惑不解 石英生走过来 真葡萄酒 红色的马格堡 在又圆又大的葡萄酒杯里 一边涌动血样的珠红色 一边散发着唇香 哎 这个到底好吧 这是林子决定的 他说最后喝的葡萄酒 一定要血红色的 贵得不得了的 确实 往嘴里一寒 但却一股醇厚圆润 几百年培育而成的 欧洲的丰饶和传统 以及蕴藏的义乐魔性 沁然心脾 这酒为了明天再来一瓶 同此刻开怀畅饮一样 明天只要把杯子稍微的一斜 两个人即可双双携手 动身去玫瑰色的 死亡世界 施乐园 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是一段禁忌的爱恋 像飘落的樱花 繁华过后再找不回失去的乐园 为的是证明 还是解脱 是永远分离 还是永远相伴 请听 日本作家 杜鞭纯一的长篇小说 《施乐园》 由江峰播讲 这天夜里 九木和林子大水特水 为准备离开东京 诚然累得一塌糊涂 但更主要的原因是 反正活到现在 这一生当中积累的 所有身心疲劳 现在千一样的压上身来 将两人一举 逼入深睡之中 天终究亮了 窗边卸下的顿顿的晨光 使得九木睁开眼睛 确认林子在自己身边后 九木又沉入睡眠 同样 林子也忽然想起似的 时而睁开眼睛 想必得知九木 就在自己的身边 而放下心来 再次贴近 睡了过去 两人就这样睡个不止 切切实实 睁眼醒来时 中午都略略地过了 林子一如往日的淋浴 化淡妆 然后穿上开丝米毛衣 和绿色的长裙 开始拾到房间 九木走到阳台吸烟 红叶还不到时候 但一部分树叶 已开始着色 几天来 飘落的枯叶已经腐烂 在发黑的泥土上 重重叠叠 九木正仰望树梢上方的天空 林子凑过来问 看什么呢 哦 看天 九木手指着天空 于是两人一起 仰望树木前方闪出的较之蓝 而近乎清的秋日的天空 林子随即低声说 我们得写遗书了 这也是九木边看天边思考的事 你的心愿是 我的心愿只有一个 希望死后两人葬在一起 就这一个 就这一个 是否实现另当别论 两人临死最后的心愿 仅此一点 午后很快到了 九木和林子一起写遗书 林子最先用毛笔写道 请原谅我们最后的任性 请把两人葬在一起 只此一个心愿 之后写下名字 九木在前 林子在后 接下去 九木分别给妻子和女儿写了遗书 林子也好像给母亲写了 对妻子和女儿 同样只是为了自己的任性表示歉意 但最后补了一句 最后离家时未能说出口的话 谢谢长期照料 由衷感谢 写的过程中 离家时 女儿喊得别走的那个声音 还在耳畔重新响起 那是什么意思呢 是仅仅别从家里出走呢 还是觉察出父亲即将赴死 而喊别走呢 不管怎样 到了明后天 妻子也好 女儿也好 都会察觉九木的所思所想 写完遗书 顿时觉得 这世上所有的事 统统结束了 两人一起在冥想中 打发时间 林子靠着只有一把的安乐仪 九木轻轻歪倒在旁边的沙发上 闭起了眼睛 就这样 什么也不想的 尾身于沉寂的时间里 秋阳开始吸血 注意到时 已经是薄木时分 林子悄然起身开灯 在厨房里准备最后的一顿饭 食材好像已经准备好了 香迅培根沙拉 一小锅压入水禽 加热后摆上了餐桌 什么也没有 林子把沙拉 为九木夹在小盘子里 这世上最后一餐 是林子亲手做的 这让九木感到喜出望外的幸福 哦 开葡萄酒吧 九木拔出昨晚在酒店购得的 马格堡葡萄酒的瓶塞 慢慢地倒进两个杯子 拿起互相碰杯 九木随即滴雨 为了我们的 九木一时雨塞 林子接到 林子接到 美好的旅行 相互饮酒对视 林子深有感触地低声说道 活着真好 马上就要踏上死亡旅途 却又说活着真好 这是怎么回事呢 九木正为之费解 林子仍手持酒杯说道 因为活着 才遇见了你 得意知道那么多美好的事情 有那么多宝贵的回忆 这在九木也一样 九木满怀谢意地点头 林子继而两眼闪闪生辉 因为喜欢上了你 恋上爱上了你 我才变得十分美丽动人 才明白了 每天活着的意义 当然了 苦恼事也有很多 但是高兴的是 要多出好几十倍 因为爱得要死要活 浑身上下才变得敏感起来 才无论看什么都感动 才明白 什么都有生命 可是 我们要死了 是的 全身装满这么多 多得装不进去的美好回忆 已经可以了 再没有任何遗憾了 是吧 正如林子所说 九木也尽情尽性地 恋了爱了 现在没有任何的遗憾 是啊 活着真好 九木也情不自禁地 低语了一句和林子同样的话 随后意识到 这一年半是绝对充实地 活过来的 所以死也并不可怕 谢谢 林子再次举杯 九木也碰杯回应 谢谢 两人相互点头 慢慢对引 今晚 只要重复一次相同的动作 即可踏上 无比幸福的死亡旅途 两人一边确认这一点 一边继续地碰杯 吃怕最后一餐 已是晚上六点 外面已经黑尽了 阳台前面的一盏灯 照出夜幕下的庭院 进入十月后 几乎没有人来别墅 似乎唯独这座房子 传出人的动静 然而 在这座房子里 正不慌不忙地 做着复死的准备 首先 九木把晚饭剩的 马格堡葡萄酒 往新葡萄酒杯 倒入四分之一左右 再把藏在白色容器里的 琴画甲粉末 撒进了杯中 虽然分量只有两小勺 但因为一勺 就能彻底夺走 四五人的性命 所以这个分量 已经是绰绰有余 九木正在注视寒毒的葡萄酒 林子悄悄地 走来身边坐下 喝下这个就完了 林子轻轻伸手 拿起葡萄酒杯的饼 尝试试着 凑在了脸上 好味道 气味已经给葡萄酒 冲淡了一些 但是一喝呢 可能还会有点酸味 这话谁说的 倒是问了川端 不过尝过一喝即死的 毒物的人 如果有的话 那的确够奇怪的 物和极少量而得救的人 可能是有的 我们不至于吧 定死无疑 九木斩钉截铁的说法 往电话里边看着 让丽元军 明天中午过来这里可好 九木就死亡的时间 做了相应的估算 尸体被发现时 要像林子西求的那样 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不分不离 以这种形态死去 死后便用不久 表现得最为强烈 必须在死后十几个 至二十几个小时之间 发现才行 如果说 想要火炉烧柴 他肯定会来的 固然对不起管理人 而他来时 应是两人紧紧搂着 遍疆的时候 该走了吧 九木这随口之言 乃是父死之旅的暗号 林子应声点头 手拉手爬上了二楼 二楼卧室 白天朝庭院的窗口 是开着的 但是现在已经关门 空调微微地送来暖气 九木打开枕边的台灯 在床头柜上放一杯 针有葡萄酒的玻璃杯 然后同林子在床边 并肩地坐下 到深夜还有些时间 但四周一片寂静 侧耳倾听 唯有重生唧唧 静寂中仍有活物这点 让九木感到释然 继续侧耳倾听 林子巧声而语 不后悔吗 声音像柔板一样轻盈 九木缓缓地点头 不后悔 你这一生 这个那个有很多事情 但最后能遇上你这位女性 真是万幸 我也什么遗憾都没有了 能遇上你 非常幸福 刹那间 对林子的爱 从九木全身 像奔流一样 鼓勇而出 情不自禁地 搂住林子接吻 嘴唇 鼻子 眼睛 耳朵 林子大范一切 都那般的可爱 接吻的雨 从天而下 吻着吻着 九木无论如何 都想一睹歪快 全都脱了好吗 离死之际 她想再好好地 看看林子的身体 真真切切地 烙在眼睛里 整个脱光 九木像少年一样央求 林子以母亲那样的 眼神点头 轻轻地背过身去 脱去毛衣 拉掉长裙 又脱去内衣 回过头问 这回可以了 一丝不挂的林子 站在九木的面前 林子仍有些害羞 双手护着胸前 但面对死亡的裸体 是那样的清白 如白瓷一般 温润而光艳 九木像被眼前 全裸的女体 吸过去似的 站在林子眼前 抓起护胸的双手 慢慢放下去 太美了 在如此光朗的地方 仔仔细细 注视林子的裸体 这是第一次 从头顶到指尖 从指尖到头顶 几次俯视之间 九木觉得 眼前的女性 恍惚成了 虚弥坐上的阿弥陀 或者是菩萨 九木这才发觉 自己一路追逐到现在的 竟是名为 美艳女体的佛像 竟是宗教 一如虔诚的信徒 用手抚摸佛像 所有部位 从中感受制服 九木此刻伸出两手 抚摸着 从女体纤细的脖梗 摸到舒缓的肩头 从风影挺实的胸部 摸到乳风 积而顺着苗条的腰肢 形状交好凸起的臀部 摸到风郁的大腿 九木瘫痪式的跪倒在地 几乎祈祷地说 让我看这里 此刻 九木所以率先一步 迈向死亡世界 即使为了赎回 曾踏进这 丰饶肥沃的花园 无限循环作乐 这已淫荡之名犯下的 奢华的重罪 九木在作为 对着人世的最后留恋 心满意足地 看完女方的隐秘处之后 仿佛忍无可忍地 为随林子全部脱光 这是即将一起赴死之前 最后的盛宴 女方仰卧 腰下轻轻塞入枕头 使跨肩向上隆起 男人从上面 像遮盖心爱女体那样 趴了上去 相互以此位置紧紧地拥抱 以期地老天荒 永不分离 时至现在早已无所畏惧 往下要做的 只是向极乐世界 一路驯跑 九木的意志 自行传递给了林子 太妙了 伴随着林子 仿佛从身体底层渗出的欢叫声 九木耗空所有的元气 化为灰烬 两人深有同感和由衷认可 于是九木的右手 朝床头柜边缘缓缓地伸去 在这天旋地转般的快乐余韵中 将毒物注入林子全身 至其死去 同时自己也在热浪中吞下毒 这正是两人梦寐以求的幸福之旅 九木毫不迟疑地伸出五指 紧紧地握住玻璃杯 一下子拿到两人的嘴边 看准玻璃杯里鲜红的液体 卷起一团火焰 而后一气含在了口中 不可思议的是 苦味酸味都没有感觉到 不 也许感觉到了 但九木脑袋里思考的只有吞咽而已 就是咽下一口 感知其落入喉咙的下一瞬间 把嘴里剩下的葡萄酒 注入正义别无他求的菩萨表情 张开的林子的红唇中 仰面被九木压在身下的林子 没有任何的拒绝反抗 只管像婴儿瞬息一样 扑住九木 拼命地吸着 由口而口注入的鲜红葡萄酒 很快一出 从林子嘴唇两吨顺着白皙的脸颊 流淌下来 以制服质感 盯视着的九木 突然全身陷入上下倒卷般的窒息感漩涡中 发狂似的摇晃着脑袋 拼出最后的力气教导 拼出最后的力气教导 林子 九木 这是两人短暂而又如雾笛一样 拽着尾声 留在这世上的最后的呼喊和绝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七岁时 在莲花田里迷了路 日落了 心里很害怕 九岁时 让爸爸给我买了一副拳击手套 我高兴地带着它睡着了 十四岁时 第一次穿丝袜 脚在低腰皮鞋里 感觉滑滑的 十七岁时 肯尼迪总统被暗杀 我在电视机旁待住了 二十五岁 相亲结婚 婚礼当日 刚好遇上台风 二十七岁 长女出生 工作很忙 连医院也没有时间去 三十七岁那年夏天 我遇到了你 我们相爱了 五十多岁 第一次为女人着迷 三十八岁 和你永远在一起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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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尸体报告书 其一 检测日期 平成八年十月六日 午后三十三十分 检验场所 长野县 北左九郡 清警厅大字 清警则上离数 21450 监测官 清警则警察署 巡警部长 摘腾五 死者住所 职业 姓名 年龄 东京都 士田谷区 英心町 312 115 九木 降一郎 原任职于 现代书房 男 55岁 死亡时间 平成八年 十月五日 午后 七十三十分 左右 身高 一百七十三厘米 体格偏大 营养中等程度 死后推定 约二十小时 检测所见 发现时 本人全裸 同相对女子 另行记录 相互报警 跨间密切贴合 因是死后 僵职最强时间段 骨难以分离 两名警员 勉强使之分开 皮肤为一般 青白色 头发黑色 稍粗 侧头部 有部分白发 因本人 已从上面 拥抱女子的姿势 扶握 故胸部 至腹侧出现死斑 死后 僵直度 以各关节为强 上肢 取拥抱姿势 以臂肘为中心 向内侧 强烈弯曲 双手打女子背部 部分嵌入皮肤 下肢 骨 膝关节 强烈弯曲 以笼合女性 下腹 至胯间的姿势 处于僵直状态 面部 因扶握 而成红褐色 强度于血 眼睫膜 血管充盈 睫膜下 可见若干 仿佛跳骚咬痕的一些点 背部 整体呈青白色 由肩至背 两端已有女子 指尖划痕 一部分由背部 眼及腰部 口唇同女子口唇 紧密贴合 即处于接吻状态 口腔有少量 血性异物流出 口唇粘膜 为红褐色 呈强度糜烂状态 此外 口唇两端 有异液吐出 禽化甲测试反应 阳性 此外 无特别外伤 死亡原因 毒物禽化甲 致急性呼吸停止 死亡种类 自杀 检测报告 结果如上 警医 平田良界 尸检报告 书期二 检测日期 平城八年 十月六日 午后 三十三十分 检测场所 长野县 北左九郡 清警厅大字 清警则上离数 二一四五零 监检官 清警则警察署 巡警部长 斋藤武 死者住所 职业 姓名 年龄 东京都山病区 九我山 六一三一十 松原林子 吴职业 三十八岁 死亡时间 平城八年 十月五日 午后七十三十分左右 身高一百五十八厘米 体格中等 营养中等程度 死后推定 约二十小时 检测所见 发现时 本人全裸 同相对男子 另行记录 相互紧报 局部密切贴合 因是死后 将职最强时间短 故难以分离 两名警察 勉强使之分开 皮肤为一般青白色 头发黑色 本人 已被男子 从上面拥抱的姿势仰卧 故背部出现 大面积死般 呈深红褐色 死后 将职度 以各关节为强 上职取拥抱姿势 双臂 从男子的肩 搂直背部 相应部分 已有指尖划痕 下肢 骨 膝关节 强烈弯曲 双腿 以笼合男性 大腿部位的姿势 贴在一起 背部 因仰卧 且受男子压迫 后胸 及臀部 为青白色 其他部位 有红褐色死斑 另外 双肩至背部 已有男子 手指压痕 青白色 面部 轻度淤血 部分呈红褐色 眼睫毛 轻度冲血 见若干一些点 口唇被男子 口唇掩住 即保持接吻状态 舌尖 位于齿裂后方 口腔有少量 血性 溢液流出 口腔 黏膜明显 糜烂 口唇两端 至脸颊 有溢液流出 造成红色 线状 糜烂 情话甲 测试反应 阳性 此外 无特别外伤 死亡原因 毒物情话甲 致急性呼吸停止 死亡种类 自杀 检验结果 如上 景观 平田良界 关于九木祥一郎 松原林子 死亡前后状况 及检验所见的推断 关于两人的死因 从落在床边的 葡萄酒杯内的液体 有情话甲反应这点来看 应该是情话甲 导致的急性呼吸停止 至于毒物入手途径 现在尚不清楚 但可以认为 葡萄酒中 混有超过致死量的 量相当大的情话甲 发现时 二者相互警报 难以分离 第一发现者 在被特定指定的时间 来到别墅 遭遇殉情现场 也就是 别墅管理人 立元剑刺 前一天接得电话 为火炉烧柴没了 要他当天午后 衣食送来 于是他午后衣食来访 一无回音 遂进入里边 这才目击异常 当即报警 管理人曾被熟悉的 松原林子 与生一再叮嘱 由此看来 死者事先估算好 死后僵职反应最强 而在两人最难分离的时间段 叫管理人到来 离死前 两人有性关系 死后二者 也拥抱着结尾一体 如此状态 极其罕见 人死后 大多因初期迟缓 而两相分离 而这两人之所以 油然结合 想必是因为 在欢愉顶点 吞下毒物 直接忍受着痛苦 而十分牢固的 相互拥抱之骨 并且女性的表情 可见微微笑意 作为遗物 男女都在 左手无名纸上 戴有同一款白金戒指 床上枕边有三封遗书 一封至男子的妻子 九木文芝和女儿之家 一封至女子的母亲 江藤邦子 其上有一封寄有 写给大家的遗书 内容如下 请原谅我们的任性 请把两人葬在一起 指此一个心愿 字体应是女性笔记 最后各自署名 九木祥一郎 松原林子 根据以上所见 显然是双方同一基础上的殉情 没有作案可能 无需解剖 景医平田良界 听众朋友 由江峰播讲的日本作家 杜边淳一的长篇小说 施乐园就全部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benу提供 尼拉与 教皇后 帽子 森も一日痩せるやら 早も行きたいや この最初越えて 向こうに見える 親の内 向こうに見える 親の内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